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哪能有这样的话呀 亲家 我来了不看看卧病在床的亲家母说不过去 我们是儿女亲家 哦 那 那我先过去跟她说一声 好好 金贵婆婆的房门虽然是带上的 但一点也不隔音 彩平在道场外喊金贵的声音她就听到了 他们进屋他们说的话她都知道 只是有些话没听清罢了 听到金贵娘要到她屋里来 她就有些紧张 金贵娘好手好脚 能从岭下来到岭上看女儿 还带了老母鸡 小鸡 还有好吃的 她呢 却像个活死人 终日躺着还要人伺候 仅此她就高过她一头 她呢 就低了她一等 她很自卑 她认为金贵娘是来向她示威的 她的心难过得要低血 她不能接受这个现实 也忍受不了这个现实 她不想见金贵娘 更不想跟她说话 还是她丈夫了解她 可丈夫又没有理由拒绝她来看自己 怎么跟丈夫说呢 说她不想见 不能说 她也不想让第一次登门的亲家下不来台 让金贵娘说她不通情理 可她又找不到更好的借口 她突然灵机一动 就装作睡着了 丈夫不会叫醒她的 当丈夫 当丈夫推门 当丈夫推门进来时 她就闭上了眼睛 还发出了细微的憨声 丈夫知道她是装睡 不由得一洗 就转身回头跟金贵娘说 啊 她睡着了 哦 那您就带我去望庆点母一言 好吗 啊 啊 行 金贵娘跟着大宝的父亲来到了大宝娘的房门口 见她正打着呼噢 怕惊醒了她就没进去 倚着门框站了一会儿 哎 受罪哟 得了这样的苦病 金贵娘自语着 不忍看了 转过身去 啊 庆家 咱喝茶去吧 大宝的父亲连忙将门关上了 房门刚一眼上 大宝娘就睁开了眼睛 她不懈地哼了一声 谁要你可怜 自以为是 又暗自得意 她巧妙地骗过了她 我就是不想理你 你有什么脾气 哼 想着想着还真的就眯过去了 她睡得正香的时候 大宝端着饭菜推门进来了 娘 吃饭了 她怕嫁着了娘 见她没醒 就把饭菜放下 又叫了她一声 她睁开了眼睛 见是儿子 就向房门努了一下嘴 示意她把门关上 小声地对儿子说 我知道你丈母娘来了 我这个样子 怎么见人 会让她看不起你娘的 好儿子 把饭端回去 去陪她吃饭 就说娘还没醒 把门关上 啊 娘 您有病 人家早就知道 生病又不是做贼做爬手 干了见不得人的事 人家金贵娘非常同情您 见着金贵就让她对您好 还让她好好地伺候您 您不要总把人往坏处想 这人世间还是善良的人多 吃过饭 我给您洗洗脸 你们亲家母见见面 说说家常话不好吗 什么事不要不理人家 她没反驳儿子 也承认儿子说得对 可就是心里头难以平衡 两儿女亲家让她手脚利索 却让她像个木头人 命运就是这样的不公平 她无语地叹了口气说 啊 她心里肯定看不起我 不会的 您就是爱把人往坏处想 娘 我为您吃饭 就咬了一勺饭菜送到了她的嘴边 她味觉还特别敏感 饭一进嘴里就知道喂给她的是什么菜 她惊奇地问 今天蒸了蛋啊 哪来的 啊 还是金贵吐得厉害那会儿 彩萍送的 她隐瞒了她爸借蛋的事 那彩萍送了多少蛋呢 就几个 我还以为金贵早吃掉了呢 谁知道她舍不得吃 亏了还留着 要不然今天她娘来 一样荤菜都没有 那可就太没面子了 哦 她没再说什么 大宝很高兴 娘听了她的劝告 乖乖地吃着饭 为了讨她的高兴 就跟她聊起了田地里的事儿 栽了多少地的油菜 种了多少地的小麦 准备栽几棵梨树 几棵桃树 种多少棵板栗树 她很高兴儿子跟她聊天 饭菜尽嘴也就有滋有味儿了 她心记着今年的收成 问起队里分了多少蛋倒 多少红薯 她一一地对她说了 金贵娘进门时 她隐约听金贵娘捉来了鸡 但不知是老鸡还是宰鸡 又不好意思直接问 就转弯抹角地说 哦 我听到了鸡叫 哪里来的鸡啊 大宝就如实告诉她 哎 养女儿也不容易啊 儿子连着娘的信 女儿也连着娘的信 难怪人家说养女儿是赔钱货呦 幸亏我生的两个女儿小时候就死了 她心里某一处地方 好像得了小小的满足 啊 金贵娘 若真想看看我 就让她看看 看又看不掉一块肉 儿子 你说对吧 嗯 好的 啊 彩萍不是也来了吗 她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 怎么连照面都不打一个 您关着门 人家知道您睡着了 等一会儿让她来看您 哼 这还差不多 本来就是嘛 你的胳膊总是往外拐 我知道 你一直赞记她给你介绍了个好媳妇 娘用一种难以琢磨的目光挟去着她 放逼了声音对她说 儿啊 你们好 我管不了 可你得爱惜身体啊 白天要做体力活 还夜夜不歇的做内事 你自幼体弱多病 那样可要丢性命的 哎呀 娘 说什么呢 大宝的脸卖上了红云 天瞎说 没有的事 自她害喜 我一次都没碰过她 骗我 哪有猫不吃鱼的 真的 哼 大宝吃过饭 给娘洗了脸 把她的门掩上了 自己也盛了一碗饭 端到了桌子上坐下 就说 啊 娘 我娘醒了 他听说您送来了好多东西 要我带她谢谢您 哎 我们也穷 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 说谢就见外了 金贵娘早已放下了碗 再看琴琴吃饭 哦 你娘的胃口还好吧 啊 还好 一顿饭哪 能吃这样一碗哪 她扬了一下手里的碗 她想让她主动说要去看她娘 哦 能吃就好 能吃就好 金贵接上来说 哎 就是没有好吃的给娘 等这些小鸡长大了 能生蛋就好了 等有了钱啊 我们想抬娘到医院去看看 哎 娘多可怜啊 盗宝跟我说过 娘自倒下以后 就没有去看过病 是啊 农村人啊 你们要尽心尽力照顾娘 他得了这样的病 心里本来就苦 你们若不孝顺就更苦了 金贵啊 你要记住 你将来也要做老人 也有老的一天 照顾你娘要多上心 嗯 现在啊 政策好了 彩平接上来说 只要不怕出力 发奋作 日子会慢慢好起来的 金贵走过来说 还不快带我娘去看看娘 等一会儿啊 娘又睡着了 大宝对彩平笑了一下说 我还没吃完呢 表姐陪 表姐陪着去就行了 彩平挽起金贵娘 离开了饭桌 大宝的父亲担心妻子又想出什么新招 就走在前面 率先推开了她的门 啊 您醒了 亲家母看你来了 她抬了一下眼皮 哦 亲家母来了 我失礼了 哎呀 哪儿的话呀 亲家母 早就想来看看您 可总是穷忙 您还好吧 哎 好什么好啊 活死人一个 只是苦了孩子们呐 她的眼皮脱了下去 该你女儿倒霉 摊上我这样一个婆婆 帮不了她们 还把她们脱得离不了步 我早就想死 就是死不了 哦 金贵娘在床上坐了下来 安慰她说 亲家母 你可千万不能这样想啊 谁能保证自己不害病啊 谁又能晓得会生什么病呢 古话说 养儿防老 鸡骨防鸡 上人生了病 他们小的就应该照顾 怎么能说是拖累呢 您快别想那么多 安心养病 她握起她那长期不能动弹的手 软塌塌的没有丝毫的感觉 更没有弹性 几乎感觉不到肌肉的存在 萎缩的只剩下一层苍白的皮 她心里立即就生起了怜悲 两滴泪就滚了下来 她慌忙用手擦去 转过脸不敢看她了 一会儿她站起来说 啊 亲家 我家里还有很多事不能陪您了 说着就往外走 刚走两步 突然又站住了 啊 老姐姐 金贵若对您不好 您就骂她 当她是您自己的女儿 她若不听您的 您叫人来跟我说 我不会饶她的 啊 多谢您来看我 您走好 她又转向彩平 彩平啊 你过来 我有话问你 彩平本来已经跟在金贵娘后面往外走了 听到二舅妈叫她 就转过身来向她走了过去 倾下身去问 二舅妈 你要问我什么 你还没怀上 彩平的脸立实阴了下来 这是她的一块心病 二舅妈为什么要哪壶不开提哪壶呢 但又一想 她是在关心自己 就摇了一下头 你可不能大意啊 女人不生孩子 就等于养只母鸡不生蛋 你想想 母鸡不下蛋 养她还有什么用 快请郎中看看 这里啊 看不好 就到别墅去看 大地方肯定有治这个病的 你想想 生不出孩子 安平心里 她能安吗 二舅妈 二舅妈可不忍心看你受委屈 彩平点点头 我知道 多谢二舅妈 金贵的食欲一天天好起来 肚子也一天一个压 虽然穿了棉衣 还是能看出填起的肚子 母亲为她敷的那窝小鸡都长起老毛了 一个个长得神气活性 金贵的肚子越来越大了 吃早饭的时候 她说 她想趁还没生 带秦庆挥娘这一趟 去拿娘给她准备的小孩要用的东西 秦庆听了以后 非常高兴 就和娘一起下岭了 她像一只快乐的小鸟 拉着她娘的手直小飞 狠不得一下就钻进外婆的怀里 可金贵是个双神人 不敢像从前那样 下岭也能跑 她得一步一步地往下走 每走一步都很吃力 只好松开女儿的手 任她在前面跑 秦庆跑得不见影子了 她才走到半山腰 她刚靠着那棵香樟树歇息 就听到有人在喊她 她抬头向路边的地里望了过去 安平正从山排的梯田那里向她这边走来 哎呀 安平哥 你怎么在这儿啊 啊 这天种了果木的地啊 就是我未来的果园呢 她停住了脚步 指了指身边的果树 你看 都长出心意儿了 有的橘子苗打了花苞呢 安平来到了金贵的面前 笑眯眯地看着她问 你这是到哪儿去啊 哎 看我娘去 我怕孩子生下来一时回不了 啊 她的目光移到了她的大肚子上 她的肚子仿佛是具有无穷的磁性的磁场那般 紧紧地把她的目光吸住了 她想挪也挪不开了 金贵发现她的目光有些异样 不由得有些心慌 轻生地唤着她 安平哥 你没事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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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平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失态 尴尬地自嘲一笑 哎 你的肚子怎么长得这么快 你到我家叫我替你捉小猪那会儿 还看不出来呢 一缕潮红犯上了金贵的两栽 她的脸突然灿烂起来 她微微地点了点头说 啊 小猪都长成老猪了 至少也有一百来斤呢 啊 是啊 算起来我们室友好几个月没碰着了啊 金贵 你越来越漂亮了 金贵的脸更红了 她笑起来说 我这个样子还漂亮 真是偏小的的事 我都不敢见人了 哎 你这话不对 安平大胆地打量起她 女人怀孕的时候 就像植物开花的时候 那是女人最美的阶段 我真喜欢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美极了 金贵羞得双手舞起了脸 哎呀 安平哥 她想阻止她说下去 安平却继续发表着她的高论 金贵 我想跟你说 用爱和精血孕育生命的女人 是最美最伟大最可爱的女人 所以书上长成母亲是伟大的母亲 世上若没有母亲 人类早就绝种了 还有我们存在吗 金贵 在宣传队里那会儿 我就喜欢你 可我一直没有勇气对你说 你是我爱的第一个女人 就是我娶了彩萍以后 我仍然一直暗暗地爱着你呢 朱小毛这个大笨蛋 这么好的女人 她都不识 她没有这个福分 啊 我是真羡慕大宝啊 她是一个多么有福气的人啊 朱小毛 金贵 听得一愣一愣的 她很惊异 满面灿烂的笑容 顿时消散殆尽了 她想都没有想到过 她一直在暗暗地喜欢自己 被人爱和被人欣赏 对每一个女人来说都是幸福的 她很感动 又很恐惧 她的脸一阵红一阵白的 金贵是个内心极善良的人 既怕伤了安平 又怕安平对她还存有什么念想 她就说 安平哥 感谢你喜欢过我 真的 我心里好感动 她长叹一声 人生可能就是这样吧 不会让一个人什么都顺心 也不会让一个人什么都得不到 她说 你是个好人 好人就有好报 你娶到了彩萍姐这样的好媳妇 这是上天给好人的恩惠 我和你们两口子不但是最好的朋友 现在我们还是很亲的表亲 我一直感激你们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我的帮助 我心里永远记着你们 她突然转过话题 安平哥 我彩萍姐是这世上最好的女人 她对你那么好 你若对她有二心 我可不答应啊 我知道 你想要个孩子 虽然现实还没怀上 可不一定以后就怀不上 你可不能灰心啊 我娘有个表妹 婚后十五年才怀第一个孩子 后来还生了一大串呢 怀不上孩子也不一定都是女人的问题 我劝你们两个呀 抽空到水城的大医院去查一查 看看问题出在哪儿 我不信就治不好的 你得有信心 哦 金贵 你说得对 彩萍也跟我说过 想到水城的大医院去检查检查 我听你的 抽空就和彩萍去 啊 安平哥 那我走了 行进可能都到了外婆家了 你可不能耽误啊 快去水城 好吗 她走了几步 又回过头来 对她一笑 金贵在临产前 领着琴琴回了趟娘家 琴琴一路小跑着 望到外婆家的屋了 她就边跑边大声的喊了起来 外婆 外婆 我来了 外婆 突然听到了琴琴的呼喊 显然加快了 她放下手里正在剁着的猪菜 就迎了出来 张开双臂蹲下去 哎哟 宝贝啊 你怎么一个人来了 琴琴向外婆跑过去 扑进她的怀里 把小脸紧贴在她的胸前 回答说 我娘在后面 你怎么不跟娘一道啊 她走得太慢了 外婆就抱起她说 走 咱接你娘去 他们没走几步 就看到金贵挺着个大肚子 像只蜗牛似的慢慢地朝他们挪动着脚步 哎哟 贵呀 你肚子都落下来了 这都快要生了 你还跑了呀 这下令上山的 要是在路上生了可怎么办呢 啊 一产期 还有两三天呢 那也不能大意呀 她迎着女儿 放下琴琴 就挽起了女儿的手臂 这生孩子的事啊 能算得那么准吗 真是糊涂 快进家 吃点东西 我就送你回去 这让人提心吊胆的 哎 没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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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有事儿了 那可就糟了 金贵对娘感激的一笑 嗯 还是娘疼我 哦 这是小姑回来了 嫂子抱着儿子也迎了出来 对还不会说话的儿子说 叫姑姑啊 大家欢欢笑笑就进了屋 娘连忙把金贵扶到桌子边的凳子上 歇一会儿 我去给你打两个鸡蛋 吃完了我就送你回去 我可不敢留你 金贵慌忙说 哎呀 打什么鸡蛋啊 留着来人吃吧 你不是人哪 我又不是客 嫁出去的女儿回到了娘家 也是客 娘的这句话是说给儿媳妇听的 他不等金贵再说什么就走进了厨房 嫂子把儿子放到了赞桶里 对金贵说 啊 我去给你倒茶 你也把我当客呀 啊 茶总是要喝的嘛 要喝我自己会倒的 她向大门外的田里望了一眼 一片灿烂的明黄色 扑进了她的视野 她眼睛突然一亮 满眼金黄的油彩花 就像天宫亮晒的黄段子 真是好看 刚才她因为遇到了安平 后来又急急地追赶情绪 眼睛只看脚下 舒服了她们的存在 美色就像兴奋剧那样 启蓄了她身心的疲惫 引领着她站起身来 向她们走了过去 她跨过门槛 下了台阶 静止走到了道长边才停下 真美呀 山村都亮起来了 天宫为我们做美呀 她站在初夏的骄阳中 瞭望着散落在山龙里河谷间茂盛的庄稼 感受着庄稼蓬勃生长的快乐 想象着未来收获的幸福 这时 娘喊她了 她的身子变得越来越笨重 动作也缓慢了许多 转了个身 都有些吃力 她答应了一声 就慢慢地回到屋里 啊 我哥呢 他呀 忙得两脚都不沾灰 忙什么呢 嫂子的语调里带有不快的情绪 她承包了大队的油房 她是个傻瓜 那个油房啊 哪里还能打油啊 过去队里很少种油菜 一年打不了几天 没人管 油炸被人拆了 就剩了个架子 却胳膊少腿的 房子开了天窗 一下雨就漏 外面下大雨 里面下瀑布呢 没人愿意承包 队长劝他说 现在跟过去不一样 叫他们到门口去旺旺 看看有多少人家种油菜 以后种的还会更多 保证吃不了亏 你哥就动心了 跑到油房去一看 心又冷了 队长举他头两年不要承包费 他经不住队长的鼓动 哼 这下哥好了 天天卖在那里了 爸也得帮着他修油炸 啊 这是好事啊 金贵兴奋的说 你不要只看现在 要看到未来 粮食一丰收 种油菜的人就更多了 附近几个大队啊 都没有油房 都要到这里来打油 只要有油打 就不愁赚不到钱 你可不要拉我哥的后腿啊 嗨 我也没有不让你哥干 天天见不着他人影 也就是说说罢了 他要做的事 我还能阻止得了啊 啊 家里开了油房 以后吃菜就不愁油了 我也可以沾沾瓜 别想沾沾瓜 娘拎出了一个旧布包 放到了矮凳上 这是秦庆穿过的旧衣服 还有我给你捡的尿片和戒子 快吃 我送你走 娘 我心里有树 这两天不会生的 我不管你什么时候会生 只要不生在半路上就好 他用左手扶起女儿 就招呼秦庆 秦庆啊 你在前头走 秦庆像只小山雀 在他们面前蹦蹦跳跳 突然 他看到小西对岸坝上 一层开的像火一样鲜红的杜鹃花 他停下来了 他被那层厌美无比的杜鹃花吸引了 就生出要去采摘的念头 河岸虽不算很陡 可对于他这个还不到四岁的小女孩来说 就是非常陡峭的了 他眼珠一转 想出了个主意 爬到地上 背对着西河 把双脚缓缓地向下一伸 金贵的心猛地一惊 他猜出了他要做什么 就像母狮发现了他的幼崽 生命受到了威胁那样 猛地一挣脱了母亲的搀扶 嘴里高声地喊着 秦庆 威胁 就像拖鞋的剑一样向女儿奔去 秦庆的外婆还没有反应过来 他就在离秦庆极不远的地方被一块石头绊倒了 他没有半点迟疑 就爬了起来 以飞一般的速度抓住了就要滑落河底的女儿 一把把她拽了上来 紧紧地抱在了怀里 面色苍白地说 秦庆啊 你吓死娘了 她在她的头上 脸上不停地亲起来 秦庆 你不要命了 下次可不能这样不听话呀 我要花 她侧身指着那层杜鹃花 我要 外婆走上来 给了秦庆一巴掌 大声地呵斥着她 要花 要花 我让你要花 她 又抡起了手 写去要了你娘的命 金贵拦住了娘的手 娘 秦庆天天一个人在家看鸡 她没出过门 她还不知道掉到河里的危险 就像那出笼的鸡 想满山地飞呢 你叫她记着就是了 突然 金贵往路上一歪 哎呦了一声 母亲吓得连忙蹲下身去 看着她脸色在变 急切地问 贵呀 是不是肚子疼了 金贵不敢再瞒母亲了 她点了一下头 肯定是刚才跌倒了动了胎 不然没这么快 她双手合十 望着天空直坐衣 老天保佑啊 保佑我贵贵肚子里的孩子没事 说着又去寻找秦庆 并对她说 快回家去 叫你爸和你爷爷抬张竹床来 你娘肚子疼 怕是要生了 把你娘抬回家去 啊 娘小声地埋怨道 今天你就不该回家 她又怪她对秦庆太浇惯了 孩子不管教课不行 特别是女孩子 不要样样游着她 这些事要她学着做 慢慢的你就有了个帮手了 小时候做惯了 将来嫁人就会少吃些苦 娘 我秦庆多可怜哪 金贵的眼睛湿了 她把上用的苦水吞了回去 没有说下去 就又撑着腰 往起站 我们慢慢走吧 她用力拉起了娘 走了没几步 就听大宝在上面喊她的声音 金贵 你怎么了 我来了 你不要再走了 蛮来可不行啊 她扛着椅子往下急奔 她爸跟在后面 大宝从她背后伸出手 挽住了她 硬是把她按在了椅子上 坐好 坐好 金贵要往起站 就在这突然间又一阵疼痛袭来 她叫唤了一声 你这孩子都疼成这样了 还不快坐好 大宝的父亲伸出手扶椅子 不让椅子歪倒 大宝把金贵按到椅上 父子二人倾下身 要把金贵的手拉到他们肩上 突然有个声音急切地传来 二舅 你放下 我来抬 大宝和他爸本能地直起身子 循着声音望过去 只见安平从东边的梯田地里连蹦带跳地向他们奔来了 他对大宝的爸说 您抬不动 没等他二舅表示可否 就把他轻轻地拨了到旁边 您哪抬得动啊 我来 来 表弟 我喊一二三 你就用力往起抬 他们俩很轻便地就抬起来了 他们大气都没喘 就把金贵抬进了堂屋 金贵娘放下手里的东西 招呼大宝说 来 我们把他扶到房里 啊 安平哥 坐 大宝从饭桌下拖出条凳子 热情地说 我给你倒茶去 安平拦住他说 不坐了 我在果园里修剪果汁呢 还没弄完 啊 那谢谢你了 谢什么呀 金贵下去时我还看见来着 好好的 听你们那么一喊呢 我想怕是要出什么事 跑过来一看才知道 是金贵快要生了 表哥 恭喜你了 你就要做罢了 他在大宝的身上拍了一下 好福气啊 安平 安平侧过头来说 金贵要生了 我叫采平来帮帮你们吧 大宝高兴的像个憨厚的孩子 连忙说 我正想跟你说呢 可又不好意思开口 你看 一样样事你们都来帮忙 真是不好意思 嗨 家里的兄弟姐妹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我马上就回家去 叫采平来 阵痛 一阵紧似一阵 金贵担心家里人着急 尽量忍着不叫出声 只轻轻地呻吟着 大宝和他爸 听着隔壁房里传来的金贵压抑的呻吟 急得在堂屋里转圈子 他们心里都明白 女人生孩子是在过鬼门关 犹如经受一次劫难 特别是大宝爸 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 大宝三十出头才娶上媳妇 他早就盼望抱上孙子 他为媳妇担着忧 更为媳妇肚子里的孙子捏着一把汗 他从堂屋门口走到厨房门口 又从厨房门口走到大门口 不停地折腾 金贵痛苦的叫唤揪揪着他的心 仿佛要把他的心撕裂似的 突然间 他想到了去求助祖宗 他到自己的屋里找出了一把藏了很多年的香 又从灶上拿来火柴 默默地出门了 他家的祖坟山就在屋背后 他的祖父母和他的父母都葬在一起 因为刻不起墓碑 只在坟前安了一块白蜡石作为标记 他点着了香 常跪在地 口中喃喃地祈求着 请求祖宗保佑他的儿媳妇顺利地给他生下一个孙子 他反复地说着同一句话 初夏的太阳还不是很烈 鸟儿在枝头踏歌起舞 除了偶尔有一两声鸡鸣狗肺 山村里非常的禁忌 他提心吊胖 害怕出什么事 他就那样跪着 直到把那把香化作了灰烬 正要起身时 传来了一声婴儿的啼哭 那哭声洪亮有力 他兴奋地一下子就蹦了起来 大声地说 这是男孩子的哭声 是个男孩 他欣喜若狂 又跪到坟前 连连地磕头说 谢谢祖宗保佑 谢谢祖宗保佑 他的心被喜悦鼓掌着 他想象着他带着孙子满山跑的场景 想象着他接孙子到大队小学上学 在来回的路上到林子里采野果 追野兔 找野鸡蛋的快乐 想着想着 他就有了一种被幸福包裹 浮生起来的感觉 双脚像踩在了棉续上那般 一团红云吐涌着他 眼前金光灿烂 一脚踏虚了 他滚下了斗坝 他什么也不知道了 表哥 彩平从金贵屋里探出头来张望 等在门外的大宝连忙迎上去 彩平的声音让惊喜 冲撞的都有些变了调 金贵生下来了 是个男孩 恭喜你啊 你快去告诉二舅妈和二舅 他们不知道会有多高兴呢 彩平还没说完 身子就缩回到金贵的屋里 两眼瞪着金贵娘如何剪断婴儿旗带 如何在旗带上撒上明反粉末 如何把旗带盘成一个小饼贴在旗眼上 如何用旗带布捆上 如何擦去婴儿身上的羊水和血污 又如何打包 他站在金贵娘边上给他打下手 他说要什么 彩平就给他递上来什么 孩子的包打好了 金贵娘把他递给金贵说 看看你儿子 金贵脸色也不好 没有气力 但他看到他用命换来的宝贝 脸上还是浮出了笑容 哎呀 金贵 恭喜你 你现在是儿女双全的人了 彩平站在金贵娘边上 俯视着她的好朋友 见她幸福的笑容 不觉有些神伤 一缕不易觉察的伤感掠过了她的心 她叹了口气说 哎 你是个幸福的女人 我真羡慕你 啊 你陪陪金贵 金贵娘对彩平说 我还有好多事 自从进了徐家门 我们俩还没这样挨着说过话呢 金贵握着彩平的手 你和安平哥都好吧 彩平知道 她所指的是他们之间的关系 哦 她倒没怪我 没怀上孩子 但我看得出 她心里是很想有个孩子 她还是很体贴 很关心我的 哦 那就好 这我也就放心了 她突然想起了朱家的人 哦 二毛现在做什么呢 听说在水城啊 一所中砖读书呢 哟 那要不少钱呢 听安平说 二毛上学的钱有小毛供着 哟 他那样一个铁公鸡能拔得下来毛啊 哼 还不是被逼得没法子 彩平笑了笑说 安平的大伯接到二毛的录取通知书 拿不出钱给二毛交学费 二毛呢 又坚决要去上学 躲在床上不吃不喝 大伯急的就用头去撞墙 还是没法子 二毛娘决定卖那两间房子给二毛上学 有人就给她出了主意 你们养了小毛的小 他就有责任养你们的老 叫他们到水城啊 去找小毛要赡养费 如果小毛愿意拿出钱来 不要我 我憨疲厚脸的拽着人家 有什么味儿吗 好歹我们夫妻一场 他是秦亲的父亲 把他逼到节路上有什么好啊 算了 不说这个了 都过去了 大宝对我好 我很满足了 你为我挑了个好男人 彩萍又放低声音问 哎 你婆婆还骂不骂人 金贵淡然的笑了笑说 嗨 他就那个脾气 像个孩子一哭一笑的 我不计较 你没见过他那身子啊 真是可怜啊 我真担心我坐月子的时候 大宝的爸不会像我那样 给他换戒子 只要两天不换啊 就要生躯了 我是一天给他擦两次 换两次的 哎呀 金贵你真伟大 叫我呀是做不到 哎 什么伟大不伟大 我就这个命 让我碰上了又有什么办法呀 大宝得知金贵 顺利的生了个儿子 高兴得不得了 他一个箭步推开了娘的房门 扑到了娘的床前 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娘 娘泪眼兮兮正在流泪 说他已经听到了 娘 您不是早想有个孙子吗 现在金贵给您生了个孙子 您该高兴啊 为什么要哭啊 儿啊 我这是高兴的 就是今天死了也无憾呢 嗨 大喜的日子 您怎么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呀 大宝用食指替娘擦着泪 啊 我爸可能到坟山去了 我去找他 让他也高兴高兴 说着就带上了房门出去了 大宝一口气跑到了祖坟那儿 见地上有燃尽的香灰 却不见父亲的踪影 他觉得很奇怪 喊了两声爸也不见回答 他又跑到亲亲家去找 也说没见着 他就小跑着回了家 大声地喊着父亲 还是不见应答 就走进了自己的屋里问 我爸去哪儿了 金贵 采平和他岳母 几乎是同时回答 没见着他呀 哎 这就怪了 他又一把推开了娘的房门 娘 我爸呢 我哪儿知道了 娘忽然又说 看看是不是在菜园子里 大宝拔腿就往门外跑 他站在道场上向菜地里张望 没有他父亲的人影 他还是大声地唤了起来 仍不见回答 他家的田地都在附近 一声就能够听得到应答的 他爸拿着香出门时 是那样的焦虑不安 他也绝不会在这种时候去地里 更不会去看朋友或走亲戚 那么他到底上哪儿去了呢 大宝的心低了起来了 突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莫非出了什么事 但这又能出什么事呢 他向祖坟烧过香是肯定的 他烧过香后又去哪儿了呢 他的心猛然一阵锐痛 莫非在回来的路上 优伟焦急过渡 心神恍惚 一脚踏空 从屋后坝上滚下来了 他吓得一身冷汗 他们家的房子和大多山村居民的房屋一样 也是开去半边山 平出一块地基 依山而建的 他家屋后的山不是很高 表层土壤松软 树木茅草柴都很茂盛 可山体是麻石的 很容易风化 为了预防山体滑坡 祖辈在坐屋时 就用坚硬的青石 依山砌了到两丈多高的石霸 他家的祖坟就在坝上不远处 若从高坝上滚下来 不要了命 也要鼓碎腿断的 他慌忙奔进柴屋 那里有扇小门通向后院 他转过屋角 就看到了靠近他娘房子背后的沟里 有一个像人一样的东西 裹不出他所料 是他爸 他撕心裂肺般的惊叫起来 就扑了过去 他爸的头 以血肉模糊 几个开裂的口子 鲜血已经开始凝固 地上流的一大滩血 也变愁了 他抱住父亲的头 呼天喊地的叫喊着 爸 爸 爸 您醒醒啊 爸 您有孙子了 您快醒醒看看您的孙子去啊 可不管他如何的摇汗 如何的呼叫 他爸没有丝毫的反应 他将手放到他口鼻下 试了试 一丝热气都没有了 摸了摸他手腕上的脉 也没有丝毫的动静 他又把耳朵贴到了他的胸上 想听到他心脏的搏击声 他什么也没有听到 大宝绝望地瘫倒了 哭着喊了起来 金贵 金贵 不好了 我爸爹死了 因为金贵的房子是在南边 北边岩墙壁都堆满了柴火 只有厨房有一扇朝北的小窗 为了不让产妇惊了风 金贵娘早就把他关紧了 大宝的哭海声 就显得那么遥远而无力 但还是让金贵捕捉到了 已躺下去了的他 猛地往起一爬说 好像是大宝在哭 你们快出去看看 出了什么事 哎 表哥刚才不还进来问过二舅吗 怎么会哭呢 你的耳朵出毛病了吧 你听 你听 金贵不安起来了 娘 快去看看 真是火箭贵了 彩婷见金贵娘往外走 还是不以为然 却又跟着她走了出去 果然听到了 有哭声从后窗传来 她先把通向金贵屋里的门掩上 然后拉开后窗 果然发现是大宝在哭 彩婷把头从窗口伸出去一望 吓得脸立刻就白了 话也说不清了 二舅 二舅 她出什么事了 金贵娘把彩萍往边上一拉 也探出头去 她最先看到了那滩发紫了的血 她毕竟有些人生经历 又把门窗关紧了 对彩萍摇了摇手说 不要让金贵知道 就悄悄声的拽着彩萍的手 从大门走出去 进了柴房 通向后院的小门正开着 两个人一前一后走到了大宝的身边 把大宝扶了起来 让她坐在沟岸上 二人几乎是异寇同声的问怎么回事 大宝却说不出话 只向坝上指了指 又气不成声了 快抬到卫生院去呀 金贵娘冷静的说 你坐在这儿哭有什么用 彩萍 你去把安平找来 救人要紧 大宝向他坝身上扑过去 抱住遗体 气不成声的说 已经没气了 金贵娘走到女婿身边 劝说她 大宝啊 你不能这样 你父亲去了 你就是一家之主啊 她把女婿往起拉 她和彩萍一人拽着她的一只胳膊 又将她扶到了沟岸上坐下 他们俩坐在她的两边 继续的劝着她 今天情况特殊 你老婆刚生下孩子 你父亲又在这个时候突然离开了你们 这两件事几乎是一同到来的 一喜一悲 可人死不能复生啊 你得先想想你的老婆和孩子 金贵是月子里的人 经不住这样的打击 若是因为这个得上了月子病 可不得了啊 不但没奶为孩子 将来你们就没好日子过了 永远也爬不起来了 为了孩子和这个家 你得想清楚 以后的日子还过不过 要想过下去 你就得节哀 瞒着金贵 彩平也是这样想的 她附和着金贵娘的意思说 表哥 这是天上飞来的狠祸 我们也一下子接受不了这个不幸 可你岳母说的对 生孩子对一个女人来说 是特殊时期 吹点风都会终生的头疼的 这事一定得瞒着金贵 以后这个家 就靠你们夫妻两个了 她要服侍你娘 要养育孩子们 现在田地承包 没有身体可不行啊 你到我们家去 跟安平商量一下 如何发送二舅 又不能让金贵知道这件事 大宝点了点头 是不能让金贵知道 我们家得靠金贵支撑呢 她磨磨泪 强忍住悲痛站起来 你们不要跟金贵说 我现在就去找安平商量 大宝在安平的地里找到了安平 把他家出事的事跟他说了 并说 彩平让你给我出出主意 安平哥 你不知道我这心里多难过呀 我娘躺在床上好几年了 我爸还不到花甲年纪呀 他耕田比我耕得快 挑担我还挑不过他 他盼孙子盼得都断了肠 可孙子出了事 他都没见着就走了 你说冤不冤 难道真是命该如此吗 日子刚有点气色 他怎么就这么命薄啊 安平没有接他的话茬 也没有安慰他 就谈到了实质性的问题 二舅的突然遇难 我心里也很难过 我想了想 你看能不能这样 咱们要瞒着金贵 我去找你家队长叔叔 借队屋用两天 田地都成包了 队里也没有多少会要开 队屋呢也空着 把你爸抬到那儿停两天 按我们这里的规矩 死在外面的人 灵鹫也不能停在家里 就这样跟他说 暂时呢 不要说金贵生孩子坐月子的事 金贵在床上躺着 他娘和彩平看着他 咱们就悄悄地从后院把你爸抬走 他不会知道的 而媳妇坐月子 公公也不方便到他屋里去 他见不着你爸 也不会起疑心的 那就只好这样了 队长叔叔为堂兄的死感到意外 也很难过 二话没说 就答应把会场借给大宝 听他父亲的灵鹫 并要跟他们一道来帮忙 大宝连忙拦住说 您这一去金贵就知道了 他娘和彩平在照看他 怕他受到刺激 没敢把他父亲的死告诉他 哦 你想得很周到 不请人帮忙 那你们俩能行吗 哦 我去叫金贵的父亲和他哥哥来帮忙吧 哎 这人哪 真不经事 队长叔叔感叹地说 我那老哥 命苦啊 生活刚刚好一点 他就走了 哎 几个人的眼睛都潮了 大宝爸爸就这样悄悄声地被人从后院抬到了道场上 金贵的父亲给他擦拭了血污 替他换上了干净的衣服 放到了竹床上 抬到了队屋 在队屋为他入恋 准备在那停一天 接受亲戚和本家弟兄晚辈的调研 第二天就出病 暂错到菜地里 晚西山区的风俗 人死了不能立即入土为安 先要停错一两年方可下葬 大家都坚口不谈这事 可金贵还是绝出了异样 这时秦进突然推门进来 从金贵被抬回来扶到床上躺下 他就一直站在床边 眼泪唏嘘地看着娘痛苦的呻吟 外婆不忍心看他这样 就哄他说 娘肚子痛是要生弟弟 弟弟一生下来就不痛了 不要紧的 你不要着急 你是姐姐 弟弟出事姐姐不能看的 你出去照看鸡生蛋好不好 他很听话 就到道场上来了 突然发生的一切被他看到了 他还不太懂何谓死人 但他还是无识自通的 从爷爷站不起来 不会说话 任他外公擦洗穿衣服 揣测出爷爷是死了 他很害怕 藏到墙角不敢看 他爸爸见他要哭的样子 就过来小声地跟他说 爷爷从后面的高霸上跌下来死了 并一再叮嘱他 不要他跟他娘说 也不要对奶奶说 爷爷被抬走了 到场上就剩下他一个人了 他越发感到害怕 不敢在道场上跟鸡玩了 回到了堂屋 就听到奶奶在房里哭 她更害怕了 就推开娘的房门说 娘 奶奶哭了 哦 我去看看 金贵娘已经猜到了大宝娘知道了突然发生的不幸 连忙拉开门走出去了 然后又把金贵的房门带上 金贵娘悄悄悄地推开了大宝娘的门 又轻轻地把门一眼上 走到她床边 关切地问 亲家 您这是怎么了 金贵娘啊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 大宝他爸 死了 哎呀 亲家母 这话可不能乱说呀 金贵娘装出一副不知情的惊讶 金贵生的时候 他还在堂屋里呢 就别再瞒我了 我都听到了 他冷静地说 金贵叫痛的时候 他是在堂屋 后来我听到 他到他屋里找什么东西 上祖坟那儿去了 他刚走一会儿 金贵就生了 我听到了孩子的哭声 没过一会儿 我就听到有个重东西 从山上滚到鹰沟里 发出了扑通一声响 我猜呀 他是听到了孩子的哭声 那哭声 又响 又哄 又洪亮 他就知道 生的是个男孩 一高兴啊 一高兴啊 就头昏 变化 失足 跌下了霸 是不是这样啊 啊 他是个没福的人啊 早在金贵娘眼里 回旋的泪水流了下来 他没想到 他一个躺在病床上的人 把他们没有弄清的事情 分析得清晰合理 这就是说 大宝的父亲 已经知道金贵 给他生了个孙子 他是因为高兴过度 送了命的 金贵娘听了 心里很不是滋味 不知道如何回答他 只能安慰他 亲家母啊 你可要想开些呀 这 这亲家走了 人子是不能复生的 活着的人 还得活下去 您不要过于伤心啊 啊 大宝娘恩了一声 你以为我是哭他吗 我才不为他哭呢 我是哭上天不公平 想死的人 却不叫他死 不想死的人 却死了 他若不死 还能帮儿子一把 可他不想帮儿子 一甩手就走了 走得那么轻松 没病没痛 没受一天的苦 还知道有了孙子 却让我活在世上受罪 上天对他太好了 我是为我自己 哭我啊 为什么不死 啊 亲家 金贵娘突然感到自己太没用了 不知道说什么才能让对方的心平和下来 只好说 我我去给您高点糖水喝喝 你别费这个心了 我不喝 拿来了我也不喝 他自语一般 我的大宝 这会儿肯定伤心死了 他爸没了 中火都落到他一个人身上了 啊 您就别为大宝操心了 遇到难事儿时啊 金贵他爸和他哥都会来帮忙的 金贵娘又在他床边坐了下来 说是那么说 哪有自己的罢好啊 他这样一说 金贵娘就无话可说了 就问 哦 您想吃点什么 我去给您烧 去把孩子抱来 给我看看 好吗 哦 好好好 金贵娘连忙起身 他回到金贵的房里 不等金贵问他婆婆 为什么啼哭 就说 啊 他奶奶想看看孙子 我给他抱去 就伸手到床上去抱 金贵把孩子抱起来 递给他娘说 啊 您给他看一眼就抱回来 别动着了 我知道 我知道 嗯 你闭一会儿眼吧 啊 彩婷跟着也站起来 招呼金贵说 嗯 我也回家去看看 等会儿再回来 啊 你家里事也很多 有我娘在这儿 你就不用来了 房里就剩下金贵母女俩了 金贵向琴琴招了一下手 来 乖 到娘这儿来 一下午没见你爸了 你爷爷呢 琴琴突然想起了爷爷那血肉模糊的头和脸 不由的感到了一阵恐惧 连忙把头埋在了金贵的身上 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他抱住娘喊着说 我怕 我怕 你怎么了 啊 有娘在这儿 你还怕什么呀 他一边抚摸着他的肩背 一边问 你爷爷怎么了 我死了 金贵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 上午公公还到岭上接他的呢 他双手攥住女儿的双肩 你胡说 真的 琴琴边抹眼泪边说 爷爷头上净是血 不动也不说话 被抬走了 你这孩子静瞎说 是不是病了 我没瞎说 是爸对我说的 说爷爷死了 叫我不要对你和奶奶说 金贵在想 公公是怎么死的 怎么会一头一脸的血呢 前后没有两个小时 一个还不到六十岁的人 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在这中间究竟出了什么事 他想起了公公对他的种种关怀和呵护 心里不由的振振抽痛 泪水经不住的直往外涌 爸 您这是为什么呀 也不让您的孙子见您一面 不等您的孙子能叫您一声爷爷 您就这么悄悄的走了 爸 您是不是因为担心我们母子安危急死的呀 啊 秦进见他娘哭 就抱住他的娘 也哇哇的哭了起来 金贵娘把刚出生的孩子 抱到了大宝娘的房里 大宝娘一见到孙子 泪水就像拨开了闸门的湖水 哗哗的往外涌 他激动的嘴唇发颤 泥泥喃喃的说 我看到孙子了 我有孙子了 我比他爷爷有福气呀 我是儿孙双全的人了 我有孙子 这是我的孙子 我真想抱抱啊 说着他的泪水又倾盆而下 我的手动不了 我的手抱不到我 金贵娘见他这样 心里非常难过 他理解他此刻的心情 十分同情怜悯他 就说 亲家 我让您跟孙子睡一会儿 他掀开他被子的一角 把孩子放到了他的怀里 让孩子的小脸贴近他的脸 您亲近他 又将他的没有感知的手拦住他孙子 您抱住孙子了 大宝娘感动极了 泪流满面 她把颤抖的嘴唇轻轻地凑到孙子的额上亲了一下 又情不自已的把自己的脸贴近孩子的脸沉浸在天伦的幸福和快乐里 突然 金贵娘 亡起一站 女儿母里的哭声像无形的皮鞭抽在他的心上 他不由地恐慌起来 不用猜就知道 是秦庆把他爷爷爹死的恶号告诉了他娘 他后悔没有事先叮嘱他 使他们的良苦用心竹篮打水一场空 他慌忙抱起外孙 亲家 他们在哭 我去看看他们脸里 您歇着 明天我再抱来给您看 他慌慌张张地抱着孩子就走了 金贵娘几乎是扑进女儿房里的 金贵呀 你是月子的人 你可不能哭啊 他把秦庆从他娘怀里往下一拽 就你多嘴多舌 让你娘的眼睛哭瞎了 你就快活了 是不是 娘 金贵擦了把泪 你不要怪秦庆 是我逼他说的 其实我早有感觉 你们有事瞒着我 但是我不敢相信 爸 他仍然不敢说出那个死字 娘 秦庆看到他爷爷的脸 就是血 是爹的 还是遇到了野兽 唉 他是从屋背后的坝上跌到阴沟里摔死的 我也说不清 你婆婆说他是到屋后坟上烧香 求祖宗保佑你母子平安 听到孩子洪亮的哭声 知道你生的是个男孩 高兴昏了 才滚到坝下来的 你婆婆呀 你婆婆呀 说得合情合理 我想差不多是这么回事 我爸对我太好了 他是为了我们母子死的呀 金贵的泪水又流了下来 哎呦 我的小祖宗 我求你了 你可不能哭啊 金贵娘忙用手巾去给女儿擦泪 并劝她说 你晓得你公公疼你 她也不希望你在月子里哭哭啼啼的 像你这个样 她的心要不安的 你现在处在特殊时期 一定要想开些 人都要死的 人的生死是算不到的 你不要辜负了 大家对你的一片好心啊 你要尽力把身子养好 有了好身体才能做事干活 农家人哪 靠的就是身体 没有好身体就没饭吃 别说过好日子了 你上有老下有小 只有把身体养好了 家里的生活好了 才能有能力培养孩子们读书 将来啊 孩子们才能有好前程 你要忍住悲痛 安心躺着 好叫身体早日的复原 我已经跟你爸说过了 我在这里啊 在照顾你十天半蓝月的 金贵知道 他娘在家里的重要地位 虽然嫂嫂进门也有几年 但当家里是 还是娘 里里外外全靠娘 嫂嫂生了孩子后 就天天的抱着孩子 家里的事都在娘身上 娘在她这儿 家里人连饭都吃不上了 娘把家里的事丢下来不管 来照顾她的月子 她感动得喉咙哽咽了 世上的爱 只有一种不计回报 那就是娘的爱 她又为之感到不安 她长这么大 一直让娘替她操心劳力 没有让娘省过心 想想第一次的不幸婚姻 给娘带来了多少麻烦 怀勤勤使是娘把她接回去调养 被朱家赶出门那会儿又是娘不顾嫂子的脸色收留了她 现在又给娘添难了 她深感娘的爱是海样深山样高 她一生一世也报答不了娘的恩情了 现在已不比往日了 娘也一天天的再老 身子骨也不比从前了 她又担心嫂子心里不快活 给娘心里添堵 想到娘把她养大成人 从没有享受过她的孝敬 还不断地给娘添麻烦 要娘来帮助她 心里就很感到内疚 泪水就流了出来 她说 娘 家里很多事 你哪丢得掉啊 您就回去吧 怎么 你打算自己下地干活啊 坐月子可不是儿戏 娘 我是担心要把你累倒的 金贵深感不安地说 这家里老的小的 你让我躺着 我能躺得安心吗 有什么不安的 只要我在这里一天 你就不用操心 我会把一切都安排好的 你把眼睛闭上 娘就牵起她的外孙女秦妾 秦妾 我们烧饭去 让你娘啊睡一会儿 他们走出去 又轻轻地把房门带上了 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 金贵怎么能躺得住呢 他哪能心安理得地合上眼呢 想到公公是为了祈求他母子平安 才去祖坟上的 他若不去烧香呢 就不会到后山去的 当然也就不会滚下高霸 自然就不会死的 想到他是因为他母子而丧的声 他的心就像被炖剪子剪一样的痛 自从进了徐家门 公公宽怀待他 暗中护着他 他听到过好多回 他呵斥婆婆 阻止他刁难他 看到他去挑粪 去浇菜 不忍心他挺着个大肚子上坡 就硬从他肩上夺下来粪桶 挑往地里 如果他从田里回来得早 见他在锅上锅下的忙 总来帮他烧火 他是一个好公公 一个善良的人 有时婆婆不讲理 让他受不了时 一想到公公带他的不薄 也就不觉得委屈了 想到公公的好 泪水又经不住地往外流 他不敢哭出声 怕母亲心痛 只好把头埋在枕头里 他非常想到公公的灵前 去磕个头烧住香 表表他对他的敬意 可香俗不许可 坐月子的人不能走进灵堂 他只能在心里默默地表达 他对公公的哀悼 他无声地抽气着 娘给金贵端来了一碗鸡蛋下挂面 叫他坐起来吃 金贵接过碗问娘 给孩子的奶奶捞了面没有 啊 给她捞了一小碗 我这就去喂她 金贵娘把面放到了床边的小桌上 拿了块旧布围到大宝娘的脖子上说 金贵母啊 吃饭啦 金贵娘进屋时 她的眼睛就是闭着的 金贵娘给她围好了围帛 她仍然没有反应 金贵娘叫她 她的眼睛还是没有睁开 像是睡着了 金贵娘就又叫了她一声 她仍然不应 金贵娘吓得魂都飞了 这家里死了一个 难道又要跟去一个布城 她慌忙把手放到了她的口鼻上 她却偏过了头 哎哟 亲家呀 你吓死我了 你怎么不作声呢 我来给你喂饭 不麻烦你了 我不饿 她的眼睛仍然紧闭着 哟 这一个下午都没吃东西了 哪能不饿呢 金贵娘的声音放得更低了 像哄孩子一样的说 我给金贵呀下了挂面 多嫁了一点 她挑起了一缕面 转到了筷子上 又送到了她的嘴边 您把嘴张开呀 大宝娘把头又偏到了另一边去 多谢你 我不会吃的 您有许多事要做 不要白费力了 你这是为什么呀 金贵娘听说过她的臭脾气 跟她说话都特别小心 客气地称她为您 为了能让她吃东西 她非常耐心 听着呀 我知道您心里难过 但再难过 活着的人也得吃饭呢 您多少呢 吃一点 不然金贵要怪我的 是我不想吃 怪你干什么 你就说我吃了不就行了吗 哎呦 那怎么行啊 那我不是说谎了吗 不行 她把她抱起来 用棉被靠着 她不敢大声说话 担心女儿知道了着急 亲家 求您不要难为我了 您就吃两口 好吗 肚子里有点东西 心里呀会舒服一些 你这人怎么了 我不是说了不想吃吗 不要再逼我 大宝娘拉着脸 不客气地说 把我放下去 我说不吃 就不吃 不要白费口舌 金贵娘被她噎得张口结舌 只好把她放平了 哦 那等会儿 我去喊大宝来喂你 谁来喂我 我也不吃 她长叹了一口气 唉 我手脚不能动 死也死不掉 我只有饿死这一条路了 我不想再做孩子们的累赘 我不死 他们永无出头之日 我希望我的儿孙过好日子 死是我唯一能做的 就算是我对他们最后的疼爱吧 亲家呀 你成全我吧 这话你不要跟孩子们讲 你去做别的事吧 有劳你了 就说我吃过了 泪水就从她的眼里流了出来 好亲家 我求你了 我这声报答不了你 来世我变猪变狗 报答你 泪水从金贵娘的眼里 哗哗地流了下来 她放下碗 一把搂住大宝娘说 好姐姐 你不能这样啊 亲家刚走 您再这样 孩子们怎么受得了啊 为了大宝 我求您听我一句 您虽然有病 不能动 不能帮他们干活 但您还能说话呀 大宝有个娘 总比没娘好啊 没娘的儿 可怜呐 大宝娘的心猛然一通 泪水泉涌一般 滚进她苍白的鬓发间 她那花白的头发 湿了一大片 但她很快冷静下来 儿子够难的了 她不能继续为儿子 背上沉重的负担 对她来说 本来就生不如此 还练生 又有何意思 既然活着自己受罪 孩子们受罪 死对她就是幸福 就是解脱 让我的大宝 也过几天 轻松的日子吧 她在心里对自己说 儿啊 你不要怪娘 娘让你承受了 太多的压力和委屈 娘若不生这种 磨人的苦病 你也不会在三十多岁 才娶上亲 更不会只能娶个二水货 都是娘造的孽 娘要还给你幸福 让你们一家 好好地过日子 这才是真爱你 真疼你呀 她做出一副 不为所动的样子 任金贵娘的泪水 和她的泪水交融 半句话不说 她不作声了 金贵娘以为她接受了 她的劝告 就替她擦去了泪痕 再擦去自己的眼泪说 啊 那面还没冷 吃两口 她又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 紧闭着嘴和眼睛 认随金贵娘说破了嘴皮 就是不硬 金贵娘百般无奈 只好把冷了的面条端走 可她怕女儿为这事操心 不敢对女儿说 她又怕出事 像她这样久病在床的病人 全靠饮食维系着生命 两顿饭不吃不喝 可就完了 她非常着急 心想应该马上告诉大宝 出了事可不得了 就对金贵说 啊 贵啊 我给你爸和你哥 送吃的去 说着就出了门 金贵娘心疼女婿 在路上就想好了 要等女婿吃完饭 再对她讲她娘的事 大宝也没有食欲 没吃几口就不想吃了 在她的一再劝慰下 大宝又硬吞了一点点 她收拾好碗筷 对她说 啊 这里有你哥和你爸 你跟我回去一趟 你娘不吃我喂的饭 你去喂喂她 金贵的爸和哥也说灵堂没事 就一起蹲吞她回去看一看 大宝就跟着岳母回来了 这天是阴历三月十六日 他们走出来的时候 月亮刚起山 还很圆 挂在东边山峰上 挪着缓慢的步子 向壁空上走 月色如水般清凉 初夏的夜真是美得无以伦比 可他们连看一眼的心情都没有 金贵娘的眼睛只管盯着脚下 迈着匆忙急切的步子 大宝紧跟其后 金贵娘惦记的是女儿 她想的都是与女儿有关的事 金贵生了个男孩 本来是皆大欢喜的喜事 没想到 亲家几乎在同时突然死去 给喜事突然蒙上了层哀伤 让人难以接受 她不希望再出什么事 她边走边在心里 向八方的菩萨祈祷 菩萨菩萨 保佑大宝一家吧 但愿大宝能劝动她娘放弃绝食的想法 让她的金贵能过个安稳的月子 大宝仍然沉浸在丧父的悲痛中 但她是男人 现在是一家之主 她不能倒下 得撑起这个家 她疼爱金贵 想要金贵过个好月子 但愿娘平安无事 娘要她喂饭 是不是知道了她爸走的事 她不想让娘知道 虽然他们一声磕磕碰碰 但他们毕竟是夫妻 在一起过了几十年 娘躺倒之后 都是爸给她擦洗照顾的 没有感情 还有恩情呢 娘若知道了 可不得了 他们无言地走着 各自想着心思 没说一句话 快到家时 她才向岳母问 我娘是不是知道了 我爸走的事啊 哦 我们都没对她说 可她却知道的 比我们都早都清楚 就像看到了一样呢 大宝的腿突然软了 她站在门口不敢进屋了 你怎么了 金贵娘见她坐在门槛上 回过身来 小声地问她 她不知道如何回答 好一会儿才说 我怕见我娘 我不忍心看她伤心 哎呀 大宝 你起来 金贵娘伸出双手去拉她 男人嘛 坚强一点好不好 今天你躲得过 还有明天 后天呢 你能永远躲着不见她 跟你说实话吧 我劝她吃饭 劝了个巴钟头了 好话说尽 她死活不吃 要绝食 她疼你们 不愿再成为你们的负担 她想饿死 知道吧 我是要你回来 劝她吃点东西的 我去给她热挂面 金贵娘把她拉到了一条凳子上坐下 你先稍稍地冷静冷静 等会儿 我端给你 不一会儿 面就端来了 金贵娘把筷子和碗都塞到了大把子手里 你一定要想法子 叫你娘吃一点 有娘好啊 我有个六十多岁的老姐们 还有娘疼着 时不时地瞒着媳妇 把她认为好吃的东西 拿给女儿 有时是几个鸡蛋 有时是两把炒米 让我羡慕死了 有娘疼 多幸福啊 大宝端着面 站在娘的床前 大气不敢出地 静静地看着娘 从被子外面看 娘萎缩的四肢 已失去了本来的形状 只有一个肚子还像个样 娘已经不成人形了 她的头发越来越稀疏 像一堆灰白相间 散开来的乱麻 眼眶也凹下去了 娘这副模样让她心酸 她的嗓音哽咽了 低声地叫喊着 娘 您睡着了吗 大宝用手 拢了拢娘额头上的乱发 轻声地喊着 娘 您还没吃晚饭吧 我喂您 娘抬起眼皮 对儿子 微微地一笑说 儿啊 娘不饿 你替娘吃了吧 娘 我吃过了 好儿子 听娘的话 我喂您吃 宝啊 娘不是跟你说了吗 娘真的一点都不饿 中午啊 彩凭给我喂了一大碗 我的肚子到现在还鼓胀着呢 那躺着不动 消化不了 娘不骗你 娘的话 和情和理 不像是在边瞎话 岳母怎么说她要绝食呢 大宝将信将疑 不知听哪个都好 又追问了一句 您中午真的吃多了 不骗我 真的是吃不下 娘几时骗过你呀 去吧 啊 娘想睡了 他和上了眼睛 不再看儿子 大宝没能说服娘 娘不像要绝食的样子 他信了娘的话 他只听彩凭说 他生了个儿子 可还没见着儿子 长得什么样呢 他走进自己的房间 倚着床头站着 望着躺在金贵旁边的儿子问 他睡了 金贵点了一下头说 你还没见着儿子的面吧 就抱起了儿子 你看看 像不像你 大宝连帮伸手接住 抱在怀里 打量起来 不满哀痛的脸上 泛起了一缕微笑 嗯 很重呢 他抬头深情地看着金贵 你受苦了 肚子还疼吗 金贵摇了一下头问他 今晚守灵 你要带件衣服去 夜里很冷呢 啊 多谢你 金贵 给我生了这么个壮儿子 他把孩子 递还给了金贵 我走了 我要去替换爸和哥 叫他们回去睡一会儿 明天早晨还要出病呢 大宝在厨房遇到了金贵娘 他已经看到了圆方未冻的面条 一把拉住了女婿低声地问 一口都没吃 大宝心里想的是 娘就是撒谎 一顿饭不吃也不碍事 但又怕岳母怪他 就撒了个谎说 哦 吃了两小口 他睡了 由他去吧 我去灵堂 让爸和哥回去躺一会儿 明天早晨 他们还要来帮忙呢 你放心去吧 家里有我呢 他把大宝送出门 等他走远了 他才关上大门 回到了金贵的房里 琴琴已在小床上躺下来 金贵关切地对他说 娘 这一天 你也够累了 他向床里边移了移身子 上出了一块地方 上床睡吧 天妈妈亮的时候 金贵娘就轻轻地下了床 她怕惊醒女儿 没有在房里穿衣服 把衣服夹到厨房里才穿 昨天晚上 他就跟金贵说 应该请帮助大宝 料理他爸丧事的人 吃顿饭 这才合情合理 金贵也是这样想的 但他刚生孩子 不能下地 他娘要照顾他 要照看他婆婆 还要帮他试弄孩子 再要烧一桌饭 还不要把他累倒了 就对娘说 我不能动 您服侍我们一大家子 已经让您够累的了 反正都是自家人 叫大宝跟他们说一声 有情后补吧 哟 这个礼可不能补 你爸你哥不要紧 可你舅 你叔他们 可不能失了这个礼呀 这样吧 这顿饭 我来烧 娘 您一个人 娘打断了他说 你怕我坐不下来 你奶奶下葬那会儿啊 请了三大桌 那时候你还小 在上学 还不是我一个人坐的 您那时还年轻吗 你哥的孩子坐满月 不也是我坐的 那两大桌呢 我是怕累倒了你 金贵娘坚持她的意见 你不用管了 只管躺着就是了 我做好做坏 人家不会骂你不懂事 就行了 金贵不作声了 一会儿就睡着了 可母亲还在心里愁化着 想了好一会儿才睡去 金贵娘穿好了衣服 就点火烧水洗锅 然后又给金贵 打了三个糖心蛋端给了她 顺便叫秦晴起床 就到厨房去了 她一转身 金贵就叫秦晴 秦晴来 娘给你留了个蛋 快吃了 秦晴摇了一下头说 外婆不让我吃娘碗里的东西 我不吃 娘吃 听话 快过来 秦晴摇了一下头 不嘛 外婆 要骂我的 外婆在厨房 她不知道 娘吃吗 娘要长奶 喂弟弟 娘 您快吃嘛 说完 说完 金贵的泪水就流了出来 她 她抚摸着女儿的头 她抚摸着女儿的头说 来了清脆的鞭炮声 秦晴就往外跑 不一会儿她又跑回来大声的对外婆说 菜地里呢 好多人呢 在放鞭炮 外婆 他们为什么要放鞭炮呢 他们在安葬你爷爷 什么叫安葬 秦晴仍然似懂非懂 你快给我添块柴到灶里吧 别打破砂锅问到底了 秦晴双手抱起了一小块硬柴往灶里塞 鹅上的头发却被灶火里的火蛇舔了一下 她丢下柴 哎呦一声哭了起来 我的头发烧掉了 金贵娘吓了一大跳 连忙放下手里的火跑了下来 一把把琴琴拉到了怀里 啊 好了 没事 不哭了啊 柴火呀 要这样填 要先蹲下 然后这样往里塞 知道了吗 你要学着做事 会做事就能帮你娘一把 知道吗 饭菜准备好了 金贵娘先给女儿下了碗面条 又拉了一小碗给大宝娘 趁大宝他们还没有来的时间 端过去去喂大宝娘 可她怎么哄她 开导她 她都不理 听到请的客人们进了堂屋 金贵娘只好端回了厨房 暖到了饭锅上 并趁机对大宝说 大宝啊 你娘不吃饭 我喂不了她 你去喂吧 大宝回答说 等一会儿吧 我得先陪叔叔和舅舅们喝一杯 金贵娘突然想到了个好办法 哎 要不让你舅去劝劝你娘 也许他弟弟的话他能听 哦 那等我舅舅吃过饭吧 酒过三巡 大宝起身对金贵的哥哥说 啊 哥 你替我给各位长辈斟酒吧 我娘从左耳开始就不吃不喝 怎么劝都不听 把金贵和我岳母都急坏了 我去给她喂喂看 大宝的舅舅就站起来说 啊 你陪大家吃饭 我去看看 金贵娘一直关心着庆家母 他们的对话 他一句不漏的听到了 见他舅舅离开了饭桌 连忙把暖着的面递给了他舅舅说 啊 又累您了 你一定想办法劝您姐姐吃饭 他那身体经不起饿 大宝的舅舅接过面 就走进了他姐姐的屋里 他眼上门轻轻地叫了声姐 就坐在了床前 姐夫走了 我知道你心里难过 谁不难过呢 可是啊 黄泉路上吴老少啊 夫妻就是相伴百年也有先走后走的 你要想开一点 好在大宝很孝顺 你不会吃苦的 不提大宝则已 一提到他的心肝宝贝儿子大宝 他的心就酸了 泪水就无声地从他的眼里流了出来 他本来不想跟任何人说话 忍了又忍可还是没忍住 我的儿太可怜了 大宝大宝的舅舅又劝了半天 大宝娘就是不吃 他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把饭碗往桌子上一放 大宝最幼的 大宝出来,对他就说,自打罢走后,我娘就要绝食,她就是不吃不喝,哪个劝她都不听,这可怎么是好啊? 大宝哭着叫他,娘,您这是为什么呀?谁嫌弃您了?金贵和我都想让您多陪我们过些年,您为什么要这样折磨自己又折磨我呢? 大宝娘长长的叹了口气,声音很小的说,儿啊,你爸走了,不想帮你了,娘无用,帮不了你,你只能靠自己了,好好和金贵一起把儿子养大吧, 你就成全娘这个心愿吧,娘,我求您了,您吃两口面 儿啊,你怎么就不理解娘的心呢?娘是不想把我儿脱垮啊,娘活着不如死啊,你就不心疼娘? 娘,娘,我知道您疼我,但不能用这种方法疼我呀,您这不是叫人家骂我不笑吗? 我不想扛这样的罪名,娘,您这是为难我? 娘,我和金贵有吃的,就有您吃的,我求您别胡思乱想,您吃饭吧? 娘,你这孩子,我没劲儿跟你说了,你走吧,快去陪客人 他就闭上了眼睛,不再说话了 大宝急得又哭了起来,像个被洪水冲昏了头的落水者,只知哭泣,不知如何是好 饭桌上的人无心吃下去了,听到大宝哀伤的哭声,不约而同地放下了筷子 金贵爸和哥几乎是同时起身,向大宝娘屋里走来 他俩掺起扶在他娘床上,哀痛不已的大宝说 你这样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你一夜走我眼了,再这样下去,你就要倒下了,你再倒了,这个家可怎么办呢? 他们的话还没说完,金贵披着件旧棉衣奔进来了 娘,我来喂你 他从台子上端起饭碗,跪在了大宝刚才跪过的地方 娘,面还是热的,我只求您吃两口,就两口,好吗? 婆婆仍旧十分冷静,紧闭着嘴唇和眼睛,像一个没有听觉和感知的人一样 金贵抱住他的头,泪水婆娑地把脸贴到了婆婆的脸上,哀求道 娘,吃一点吧,看在您孙子的面上,吃一点吧 您孙子还不会叫奶奶呢 您舍得您孙子忍心让人家骂大宝 我们也担不起您饿死的罪名啊 娘,求您了 大宝娘,表面上好像不为所动,可泪水却无法外用 她在心里不断地警示自己 坚持住,我这是在帮儿子 这是我唯一能帮她做的事 无论金贵如何哭,她就是不说半句话 不睁眼,不张嘴 金贵娘见女儿哭成了个泪人 心疼得不得了,她再次抱起女儿说 贵呀,你不能这样 你是月子上的人,弄坏了身体,可怎么是好啊 你婆婆不顾你,不需要你 大宝还需要你,两个孩子没有你不行啊 听我一句话,去躺下 弄出个月子病,可是一生的事儿呢 她硬是把她拽了起来,拖到了她的房里 逼她躺下,替她盖上被子 大宝娘心里很不好受 金贵娘的话,她感到很刺耳 好像她不疼媳妇似的 实则她不吃饭,还真是为了媳妇 媳妇进门后,她很少给她好脸子 那是她害怕儿子有了媳妇不要娘 一年的观察体验 她觉得她是个好媳妇,一个善良的人 她无微不至地伺候她 她是自己觉得不能再给她添难了 并不是她不需要她 她太需要她了 她是受不得冤枉气的人 要是平常啊,她要立即反驳金贵娘 她说她说的不对 可她得坚持住 任何人说什么,她都不能动摇 不然那就是瞎子点灯打 她忍住了,兼默着 任随他们说什么都装着没听到 突然她对大宝说 儿啊,我没事儿,你把我放下来 先把你舅舅和你岳父 还有你哥哥他们送走,再来陪我 大宝把客人送到了道场边 一再说着多谢的话 又走到舅舅面前 大宝双膝往地下一跪 我这个做儿子的无用啊 没钱给老娘治病 不然她也不会像现在这样 一趟这些年 我对不起我娘的养育之恩啊 舅舅把她扶起来 你是个好儿子 你就知道你很孝顺 全大队的人都晓得你和金贵 包括你死去的爸对你娘的好 要不是你们尽心尽力地照顾她 她能活到今天吗 早烂掉了 我们这些山民 哪家看得起病啊 你没钱给你娘看病 怪不得你 只怪太穷了 你尽了一个晚辈的责任了 大宝无声地走到娘床边 无声地坐在床檐上 钻起娘那没有感知的右手 轻轻地抚摸着 无言地拖了着脑袋 大宝娘已经感觉到了儿子的气息 她慢慢地睁开了眼睛 深情地注视着儿子 娘想知道你对日后日子的想法 你给我讲讲 我们家承包的田地都种了些什么 今后的收成会怎么样 够不够你们一家人的吃用 大宝硬着 就把哪块田 哪块地 哪排山 种了些什么 和收成的估计都说了 她对儿子微笑着问 政策不会变吧 啊 签了三十年的合同呢 不会变的 那就好 她脸上泛起了幸福的涟漪 她的眼帘慢慢地垂了下来 她想象着儿子孙子吃着大碗的白米饭 穿着崭新的衣裳的样子 无声地笑了 这时金贵披着棉袄抱着刚出生的小儿子 牵着琴信来了 金贵站在婆婆的床前轻轻地叫了一声 娘 我把孙子给您抱来了 您给孩子起个名字吧 好啊 这孩子虎头虎脑的 按我们徐家的辈分序列 他数林子本 叫林虎好不好啊 好啊 金贵第一个表示赞成 奶奶这个名字起得好 林中的老虎厉害 金贵娘和大宝也说着名字好 大宝娘开心极了 她说 金贵呀 你是月子里的人 回床上去躺着吧 你把林虎交给大宝抱一会儿 请家母 你照顾好你女儿回房吧 我想和儿子孙子玩一会儿 室内历史安静了下来 不用语言 母子能交流 能看着儿子和孙子 内心就荡漾着幸福 他只向儿子 歪了一下嘴角 大宝就理解了他的意思 忙将孩子抱到他面前 让他的脸 能清到孩子 他在孙子的嫩脸上 轻轻地作了两口 又向他的枕头 歪了歪嘴角 大宝就知道 他想要孙子贴近他睡一会儿 就把儿子贴着娘 放到了他的枕头上 用被子 把他们盖到一起 娘轻轻地把脸 紧贴着孙子的头和耳朵 瞇缝起眼睛 评想着亲近孙子的快乐 脸上一躺出人生最大的满足和幸福的涟漪 好久好久 他都沉浸在天伦的幸福之中 三代人无声地相对了很久 孩子不知是饿了 还是那种躺着的姿势不舒服 他的脖颈扭动起来 嘴里发出了乌乌恩恩的声音 娘感觉到了 便对儿子说 哟 虎牙饿了 快抱去喂点吃的 他的眼皮突然感到 有种抬不起来的沉重 他的眉梢眼角 还是样着快乐的波纹 你去睡吧 我想睡了 今天你们都不用来管我了 你昨天一夜都没合眼 到你爸床上去睡一觉吧 他向大宝挪挪嘴 听话 娘要睡了 说着 他就合起了眼睛 大宝娘走了 大宝发送完娘 情绪慢慢地好转 心情也逐渐地好起来 特别是抱起儿子的时候 就完全能从丧父师母的悲痛里走出来 金贵的身体也在渐渐地恢复 奶也发出来了 这得感谢采平 他给金贵送来了四条鲫鱼 说是安平下河摸的 喝了鲫鱼汤 金贵的奶水就像山泉一样 咕咚咕咚地往外涌 孩子有奶吃了 像浇了肥的庄稼似的 一天一个鸭 岳母回家后 大宝就承担起了服饰金贵的责任 她比金贵娘的照应更细心 更周全 早晨她天没亮就悄悄地起床 悄悄地出屋 到河里去洗头天换下来的脏衣服 和儿子的尿布 再去菜园子里摘菜 顺便洗干净一同拎回家 晒好衣服和尿布 就到厨房里去忙活 水烧开后 又咬去给金贵洗脸 喊勤勤起床 伺候完金贵梳头洗脸 她就去给金贵做吃的 样样事做得有条有理 金贵看得都惊呆了 情不自禁地问 哎呀大宝啊 你真行啊 你什么时候学会的 嗨 跟你娘学的呗 很多生过孩子的女人啊 还都不会给孩子洗澡啊 打包啊什么的 你真聪明 嗨 你认真琢磨就会了呗 说不上聪明 还挺谦虚的啊 两个人都笑了起来 大宝看着娇妻爱子 心里洋溢着快乐 他用深情的目光看着他们 啊 你好好躺着 家里的事你不用操心 我都会做 月子做好了 以后身体就好 我们农家人啊 靠的是身体 对不对 金贵对儿子说 对 爸爸说的 金贵的心里 洋溢溢着幸福的涟漪 他又想起 生情进那会儿的伤痛 对丈夫充满了爱意的说 我听你的还不成吗 大宝没钱买营养品给金贵吃 可他想方设法让金贵吃好 家里养的那窝鸡 办丧事杀掉了一半 剩下了五只 金贵舍不得吃 想留着生蛋 不准他杀 每杀一只 金贵就和他吵一回 大宝却不管金贵如何发脾气 他说他的 他杀他的 他一心要让金贵做好月子 这是他们未来幸福生活的根基 他心里很清楚 还剩下最后两只 金贵警告他 一定要留着生蛋 就是杀了他也不会吃的 你不让杀鸡 我就把猪杀了 你敢 猪是我养的 你要杀了我跟你没完 好好好 猪不杀 鸡也不杀 都留着 大宝敷衍着他 可他还是瞒着他 把鸡杀了 直到微罐里飘出鸡香 金贵才大喊受骗 这回金贵真的生气了 就是不吃 大宝端着鸡汤 坐在床檐上求着他 金贵 这个鸡 这个鸡不是杀给你吃的 是请你替虎牙吃的 它要喝奶啊 我又拿不出别的营养品和好的东西给你吃 这窝鸡啊 本来就是为了你坐月子养的 可你没吃到几只 哎 鸡吃掉了 还可以再养 等你满了月 我就去镇上买一些小鸡回来 要不了一年就可以生蛋了 听我的话 吃了吧 啊 哎呀 我求你了 不吃 就是不吃 你看你看 求你了行不行 不行 如果你保证 把剩下的那只留着 还可以商量 好好 我保证 你要说话算数啊 当然 一定算数 好 那就拉勾 金贵伸出小指头 两个人像孩子似的紧紧的勾住了对方的小指头 惹得秦庆 拍手傻笑 虽说 有人背地里说虎牙八字硬 一出生就咳死了祖父母 可金贵的这个月子过得比秦庆那个时候好多了 大宝的疼爱让他感受到了从未感受过的快乐 他越来越觉得大宝可爱 心好 对大宝也更好了 满月那天 他娘和嫂子还有彩萍都来了 金贵娘 没见到大宝 就问 哎 大宝呢 他就让你一个人在家呀 哎呀 娘 他整整在家呀 伺候了我半个多月 田里地里都没去照个面 今天啊 是我硬把他逼走的 庄家不好好侍候 他能长吗 哎 你要把我当皇后公主攻着呀 你女儿可没那个命 彩萍 你看看你看看 就这样 顶老娘 我还没说大宝什么呢 他就这么护着他 彩萍嫖侃侃地笑着 哼 不是有人说了吗 有了媳妇不要娘 就不能有了丈夫不要娘啊 哎呀 你真坏 金贵从灶门口 往起一跳 扑到彩萍跟前 好啊 你拿我开心 看我怎么治你 哎 好了 好了 我不说了 还不成吗 金贵 这才放开他 小声 关切地问 哎 水城医院检查的结果 怎么样啊 彩萍的脸 立时暗了下来 像凸起的云雨 金贵预感到 检查的结果不妙 他不愿意说 金贵也就不好多问了 金贵想安慰安慰彩萍 就把娘支走了 娘 您去陪给嫂子吧 虎牙就交给您了 中午的饭也不用您管 我和彩萍来烧 开始两个人都没说话 沉默了好一会儿 彩萍先开口了 哎 金贵 我本来不想让人知道 可你不一样 你是我的好朋友 一直关心我 如果也瞒着你 我心里受不住 我命苦啊 水城医院妇产科一位老医生 给我做了全面的检查 他说我怀不上孩子 是我的疏软管不同 哎 听到这样的宣派 当时我真是接受不了 要不是安慰一再劝慰我 我真想跳进长江呢 我对不起安平啊 金贵愣住了 他自幼生在山村 知道一个女人不能生育的痛苦 即使这个女人完美无缺 只要不能生孩子 就要遭白眼和鄙视的 没有孩子的人 如果与人发生矛盾 人家骂他的第一句话 就是你这个孤老 彩平这么出众 命运怎么对他这样的不公平呢 他很难过 为他感到不平 可他却不知道 如何来开导和安慰他 心里像压着一座山一样 憋得难受 只能用肢体语言 来表达他的同情 他紧紧地攥住彩平的手 默默地看着彩平 一句安慰的话都说不出来 任泪水清流 彩平呜声地哭了 两个人就这样相对着垂泪 好半天 金贵才想起一句话 诶 那安平哥怎么说呀 他说 只要两个人身体健康 没有孩子就没孩子 还省得费神费力的 我知道他喜欢孩子 他这样说是为了宽我的心 可我的心里就是过意不去 面对他就有了种负罪感和自卑感 总觉得对不住他 这样的日子 让我感到非常的难过呢 哎 彩平姐 你是个读过书的人 不要把生不生孩子看得那么严重 安平哥的思想啊比你开通 你不要为这种事背上思想包袱好不好 你要相信他说的是心里话 哎 你有两个孩子 你不能体会一个想孩子人的内心呢 啊 是啊 是啊 金贵害怕伤害了他就不再说下去了 哎 我只是希望你想开些 彩平摇了一下头说 哎 都怪我命不好啊 哎呀 姐 你不能这样说 你有安平哥这样的好男人 应该比哪个女人都幸福 你想想 我们那些女伴 有哪一个男人比你家安平哥出众啊 你再看看我们周围这些人家 有哪家是十全十美亮亮如意的 当我得知小毛跟别的女人结了婚 知道自己受了他的骗 当时我真想跳进通天河一死了事啊 可在那些漫长的无眠之夜 我想通了 人生不可能事事如意 我想了很多很多 一个女人被他所爱的男人抛弃 是很不幸 但我有一个可爱的女儿 有你这样的好朋友 有深爱我的娘和爸 我还拥有许多的亲情和友情 你看 我不是又获得幸福了吗 人生在世啊 不可能样样顺心 好事不可能都落到你一个人的头上 嫁给你表哥后一开始啊 我婆婆是不乐意接受我的 骂琴琴是野种 说我是人家吃剩下不要的烂梨 这多伤人啊 但不管多难听的话 我都忍受了 从没跟人讲过 连我娘我都没说过 财琴琴姐 比任何人都灵活 现在政策又鼓励发家致富 岭下又有店 不像我们这儿 山高地极田冷 树都长得慢 电灯啊还要用油 你们家种了那一大片果树 要不了两年啊就挂果了 那要卖多少钱啊 我说万元户啊 只怕到了那时 还不止这个树呢 彩萍不由的笑了起来 听你这一说呀 好像还真会有希望呢啊 她的脸上突然晴空万里了 如果我家真成了万元户 我就送秦秦到镇上上学 两人相视而笑 城里女人生孩子 有五十六天的产假 乡村的女人可没这个福气 备受公婆丈夫疼爱的媳妇 生了男孩才有幸休息一个月 如果是没有婆婆 母亲又不能来照顾的女人 那就可怜了 生孩子的当天就得下地洗衣服做饭 金贵算是幸运的 娘疼她 丈夫更疼她 尽管因公婆去世 开始几天没过好 可后来在母亲和大宝的细心照料下 她恢复得很快 人长胖了 气色也好了 脸颊像红透了的水蜜桃 百里泛红 仿佛用手指一弹都会破得流蜜似的 比她做姑娘的时候啊 还要鲜艳漂亮 身体里好像急需了过剩的能量 生机勃勃的 吃过满月饭 送走了彩萍娘和嫂子 她就按她的盘算来治家了 她安置好儿子 将她放进了摇篮 把琴琴拉到怀里对她说 琴琴啊 娘满月了 要帮你爸到田里做事了 你是大姐姐 弟弟就交给你带了 你呢 个子还小 抱不动弟弟 娘也不要你抱他 可你得看着弟弟 他哭了 你就摇他 你就摇他 就这样摇 看见了吗 他做着示范 不要太用力 用力过大呀 摇篮就会翻的 要轻轻的摇 你试试 对 就这样 弟弟睡着了就不用摇了 他醒了的时候啊 你就和他说说话 唱歌也行 好不好啊 琴琴很高兴 过去他没伴很孤单 现在有弟弟了 有伴了 他连连点头说好 金贵就和大宝一同下地了 他想好了 要靠双手来改变生活 让他的儿女能上学读书 让他们有吃有穿 不受动不受饿 他走漏一阵风 一旦粪飘在肩上 像飘一袋花篮那样轻巧 一旦水飘回家 不用换肩 他心里憧憬着梦想和希望 浑身洋溢着青春的活力 大宝和金贵 仿佛回到了新婚蜜月 白天不管多么辛苦 晚上还是急待着儿女早点安睡 然后两个人相依相微 一起谈谈心 说说话 亲热亲热 一觉睡到黎明 又恢复了青春活力 他们就这样 欢度着每一天 每一日 生活虽然艰苦 但苦中有乐 有甜 他们觉得这很幸福 几年下来 他们的生活有了改善 口粮不缺 还略有富裕 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林虎三岁的时候 秦庆六周岁了 金贵和大宝商量 送他到岭下小学上学 大宝立即表示赞成 只是担心下坡上岭 秦庆没人接送 怕路上跌着碰着的 金贵也担心路上的安全 就说了 要不我去跟娘说说 让秦庆住在他那里 星期天回来 不不不 大宝直摇头 娘这两年的身体啊 大不如从前了 你嫂子又生了个儿子 家里的事就够他忙的了 我们的事啊 我们自己解决 不能再给老人添负担了 那你说怎么办啊 嗯 这样吧 我们起早一些 早些吃早饭 我把他送到岭下 再回来呢 做事 不 我自己会走 秦庆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立即表态 我不用大人送 真的 我秦庆真是长大了 金贵高兴地走到他跟前 拉住他的手 真懂事 真勇敢 我跟你外婆说 下一天 你中午就上他那里去吃饭 不回来了 秦庆连连点头应着 开闲那天 秦庆激动得 天没亮就起来了 秦庆为他炒了碗 新菜油饭 黄矮矮香喷喷的 闻着就流口水 秦庆很快就吃好了 秦庆把从镇上 买回来的新书包 跨到了女儿的背上说 今天啊 第一天到学校 娘就带着弟弟 一起去送你 走 我们走 刚走到灵脚下 就听到有人喊秦庆 他听出是彩萍的声音 他高兴地说 彩萍姨 我要去上学了 好啊 金贵已经看到了 从菜园向他们走来的彩萍 就跟他打招呼 你真早啊 哪有你早啊 彩萍说着 就走到了他们跟前 秦庆上学 也不跟我打一声招呼 我也没给你们买东西 嗨 你给他买东西还少啊 每回到镇里 你都给他买 哟 几天不见 虎牙长得更虎实了 彩萍伸手牵起了秦庆的手 我跟你们一道去送秦庆 哎呀 你的菜篮子还在地里呢 金贵 见他看着两个孩子 就像黏住了一样 走不动路 拦住他说 你不用送了 第一天 我送他一回 以后啊 就让他自己去了 现在的孩子啊 都浇惯了 我们上学那会儿 岭下没有学校 要走十几里路呢 有哪个送过呀 天音下雨 一滑一跌的 全身都是你 安平哥还等你回去烧早饭呢 你快回去吧 啊 彩萍只好停住脚步说 啊 那好 你们走吧 他松开秦庆的手 放学到我家吃中饭吧 我给你做好吃的 免得上山爬领的 累着了 不累 琴琴蹦蹦跳跳的 跑到他娘前头去了 娘说 走路 能长高个子 我回家吃饭 姐 你家事那么忙 不要管他了 小孩子 多走点路 累不死的 就不要不舍得他了 金贵回过头来 向彩萍 扬扬手 回去吧 彩萍的心里很失落 转过身 回到自家的菜园子里 心里不油的一酸 眼睛就湿了 勤气上学没多久 金贵发觉 自己爱吃酸的了 有些东西闻到气味 胃就感觉不舒服 腿脚跟着也有些发软 平时挑淡水 像牛背上搭根草一样轻巧 那天挑第二淡水的时候 突然感觉小腿没有力气 迈不动步子了 他算了算日子 不由得一惊 莫不是又怀上了 妇女主任在虎牙周岁前 来过他家一趟 再次跟他宣传计划生意的好处 还送了他两大盒安全套 他认为他说得很对 可他又听说过 哺乳期间是不容易怀孕的 也就没有当回事 三年都没避孕 也没断虎牙的奶 不会吧 哎 真是的 生活刚有点起色 家里的事像山一样等待着他们去做 怎么能再生呢 他就跟大宝说 不好了 我肯定是又怀上了 大宝 我不想要这个孩子 明天你送我到镇上去刮掉 什么 大宝吃惊的瞪大眼睛 刮掉 金贵点了一下头说 不行吗 大宝连连摇头 不行 我又不是孩子多了 你才给我生了一个 虎牙都三周岁了 早该再生一个了 你就别印象天开了啊 我不会同意的 政府早就提出少生忧生的口号 你为什么不同意啊 而只是提倡 又不是不准 他把手 从金贵的后背伸过去 搂住他的腰 贵贵 我们家这一房 已经两代单传了 我娘一直为只有我这颗毒苗 提心吊胆呢 你就再给我生一个吧 再生个儿子 就一个 他把脸 紧贴到金贵的脸上 我知道 怀孩子是很苦很累的 我一定发狠干活 让庄稼又好收成 叫果树和茶叶 长得比别人都好 让你和孩子 有势又穿 陪儿女读书 只要他们能念书 我就要让他们一直念下去 上中学 上大学 答应我 金贵 只要这个生下来 以后我就计划 金贵的心软了 丈夫把话说到这份上 他没再坚持 金贵的认身反应仍旧很厉害 一天踩平来看他 并对他说 听说 勤勤放学回家 常常吃不上饭啊 拿根红薯习气 边走边吃就上学去了 真是这样吗 他不等金贵解释 就继续说下去 你知道我听到这话 心里是什么感受吗 我难过死了 这不行 孩子不吃饱 怎么能上学呢 午饭就让孩子 到我们家去吃去 我不会把你女儿抢走的 我也抢不走的 你放心 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 踩平的话 击中了金贵的心思 他的脸不由一红 分辨说 我是怕给你们添麻烦 嗨 你娘都说 我们比亲姐妹还亲呢 谁跟谁啊 我们不互相帮助 谁能相互帮助啊 就别这样说了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 凯平就对安平说 金贵害喜害得起不来床 和上回一样 人都脱了行了 琴琴放学回家呀 吃不到饭 有时就饿着肚子 又回学校上喝去了 太可怜了 我叫他到我们家 吃一顿猪饭 嗨 这点小事 还用这么郑重其事的 跟我说呀 你吃怎么了 你过去可不是这样 畏手畏脚的呀 总该跟你说一声吧 好 没事就好 安平早就发觉彩平变了 自从水城回来 他常常独自发呆 变得谨小慎微了 一点小事都要先跟他商量 征求他的意见 生怕他不高兴 什么事都不敢自己拿主意 老看着他的脸色行事 从前家里可都是他说了算的 他明白 这都是因为他不能生育 他老觉得自己对不住他 在他面前就有了种负罪的心理 安平就嘱咐他说 那你就多搞点好菜 彩平怀着母亲期待女儿回家吃饭的心情 把家里留着待客的干鱼腊肉都拿得出来 他早早的做好了菜 放到饭桌上 温着 就到秦庆回家的必经路口去等他 不知是他出来的太早 还是秦庆被什么事耽误了 他在路边等了很长时间 也没有看见他的人影 他急了 就往学校的方向迎去 远远见秦庆坐在田梗上哭 便快步如飞地向他奔去 一把抱住他问 怎么了 我的脚怕是断了 站不起来了 秦庆见着彩平哭得更厉害了 别哭别哭 我来看看 彩平抚摸着他的脚脖子问 是不是这里痛啊 嗯 彩平轻轻地替他按摩了一会儿 就蹲到他的面前说 来 你趴到我背上 我背你回家 秦庆听话地趴到他的背上 背着秦庆 彩平就有了种做母亲的感觉 到家后 彩平端来两大碗白米饭 一碗放到秦庆的面前 一碗端给丈夫 再回厨房撑自己的 虽然他们的生活 在村里是数一数二的 但他自己还是舍不得顿顿吃白米饭 不是在锅底下点些菜和杂粮 就是在边上蒸些红薯 他捡了几根红薯放到碗里 回到桌上坐下 安平向他往里瞟了一眼说 怎么又吃红薯啊 啊 我喜欢吃 安平摇了摇头 心想 山里人吃红薯都吃伤了 有人闻到红薯的气味就恶心 谁信呢 彩平加起一筷子蒸咸肉放到了秦庆的晚上 我秦庆啊 是客人 又加了两条黄菇子鱼给他 这鱼啊 是你安平薄薄摸的呢 吃吃看 这时广播箱里响起了音乐 秦庆对那只挂在门头上的小木箱发生了兴趣 这东西还能唱歌 你家没有吧 安平微笑的看着他 想不想与安一个 秦庆翘起嘴连连的点头 回去啊 跟你爸说 县里发了文件 用扶平贷款给梅通店和广播的山村 解决广播和店的事 这里啊 让你安平薄薄负责这事 我先给你们徐家里安装 第一个给你们家安 以后你一起床就能听到歌了 夜里写作业也不用点灯熬游了 安平伸手拉亮了他家的灯 就像这样一样 满屋子都亮了 好不好啊 秦庆望着突然让屋里一亮的电灯 想象着他家安上电灯后的情景 高兴的望了行 又望了他的脚刚扭伤过 放下网筷 拍起手跳着欢呼起来 太好了 山村的生活在不经意间起着变化 因为有了电就有了粘米机和电磨 父女们不用用对去充米 不用用墨去墨粉 对和墨闲置不用了 对屋墨房被改作了储藏室或柴房 因为有了电 身在山村的人们通过有线广播也能知道外面世界正在发生的事儿 还能听到音乐和黄梅戏呢 因为有了电 安平的聪明派上了更大的用场了 只要在与电有关的事情都离不开他 全乡通电后 就只派他做电管员 负责收费和维修 没有人家少得了他 他成了人人不敢怠慢的人物 他的果园也伺候得特别好 成为远近闻名的风产果园 镇里特别看重他 把他数为致富榜样 发展他入了党 他也更忙了 金贵这胎生下的是个姑娘 尽管有了勤劲 但毕竟不是自己的血脉 大宝也非常高兴 他给这个女孩起名叫林青 他们夫妇不分昼夜的苦作苦干 日子也在慢慢变活变好 金贵又会动脑子 还会挖冬笋 天寒地冻的时候 竹海呼啸 竹林里只有风声 金贵拨开鸡叶就能认出 底下哪里长了冬笋 他只要扛把锄头 到竹林里转一圈就有收获 城里人爱吃这个新鲜 冬天冬笋是抢手货 总能卖到好价钱 早春的时候 他就上山挖葛根 他能曾落光了叶子的腾腾漫漫中 找到他要找的葛根的根茎 挖回来洗干净 垂碎洗成葛粉 这葛根啊 可是好东西 炎炎夏日冲上一杯 鼠热聚销 是最好的销鼠食品 他们起五更睡半夜的苦作 他们已定下计划 过两年盖座新房 在原来三开间的基础上 扩大到明四暗七的四大开间 只是孩子们的生活还很苦 他们常常为之不安 特别是大宝 他心疼儿子林虎 因为勤勤每天一大早 就要到山下去上学 带不了弟弟妹妹 也做不了多少事 林虎就得带妹妹 两个大人出去做事 家里就丢给他一个人了 还要看鸡看鸭 大宝想来想去 就想到让勤勤停学 但他几次想跟金贵说 又不敢开口 怕金贵多心 一天 大宝鼓足了影器 对金贵说 能不能让勤勤停两年学 在家带两年妹妹 虎牙太小了 带不了 金贵没回答 他也想过 虎牙带妹妹也真难为了孩子 他自己还是个小孩子 还要人带呢 他又是个男孩 不像勤勤 懂事早 可若要勤勤停学回来带弟妹 他这个做娘的 是万万不能的 勤勤没出事 就遭遇到了父亲的遗弃 他要生下她 就是要争一口气 那时他就下了决心 给她读书 将来让她去外面工作 叫朱小毛看看 没有她 她照样把女儿培养成一个有出息 有作为的人 她在家也是为了让女儿有个父亲 能享受到父爱 她绝不能让女儿重复自己的命运 她要让她读书 读很多书 只要她能读书 她就要让她读下去 小学毕业靠中学 中学毕业靠大学 对她来说 儿女的幸福 胜过她自己的幸福 儿子女儿 都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 她们都是她的希望 她的一切 她活着 她吃苦受累 都是为了他们 她斩钉截铁地对丈夫说 琴琴不能歇学 我把青鸭带到地里 虎鸭愿意在家看鸡就在家 不想一个人玩 就也跟我们到地里 那不行吧 怎么不行 琴琴从小就跟我到队里出宫 那会儿还要看别人的脸色 现在田里都是我们自己做 想什么时候喂奶 就什么时候喂 比那时候好多了 她对丈夫微微一笑 委屈不了你的宝贝女儿的 大宝的嘴咧了一下 她很后悔 不该提出这样的建议 金贵会不会想 琴琴不是她亲生的 她才说让她停学呢 孩子们就这样 在田边地头 慢慢长大 到了林虎上学那年 小妹妹林青 也可以做些事了 琴琴 娘换她 把菜刀给我拿来 琴琴 把椅子上的衣服 递给你爸爸 可就在他们 准备了砖瓦木材 打算秋天粮食归仓后 盖新屋的那年初夏 大宝突然病了 那天她家开秧门插秧 开秧门是 晚西山村农家 一件非常隆重的大事 象征着播种的真正开始 所谓孩子望过年 大人望插田 这大人望插田 就是望开秧门 有了播种就有收获 选哪天开秧门 得要看节气 还要看秧苗的掌势 再选个好日子 日子选定了 就要做各种准备 一是要把田做好 二是要准备好 待客的酒宴 最有特色的食品 就是瓷巴 糯米经过洗尽 上笼蒸熟 用木锤锤 锤得又稠又糯 拉不断扯不开 只能用沾了香油的菜刀 才能切得开 切成小块后 沾着糖拌的芝麻粉吃 像吃大肥肉一样的过瘾 几块下肚 一上午都不会饿的 开秧门 家家都是要打瓷巴的 还得杀鸡 买鱼 撑肉 像过大年一样 请的都是村里的庄稼把市 酒足饭堡来到秧田 放一挂鞭炮 脱去鞋袜 下田拔秧 大宝家请来开秧门的人 是大宝和金贵 共同商量定下的 有金贵的父兄 大宝的舅舅 还有安平 金贵还请了彩平 来帮他一起准备饭菜 大家一字排开 绿油油的嫩到秧 在初夏 绿的生机盎然 庄稼人粗粒的手 拽着他们的时候 显出特别的灵巧 他们的双手同时动作 左一下右一下 秧苗齐刷刷的被拔起 从腰间再撕一条损弱 捆扎成靶 他们拔得很快 那动作像舞蹈一样好看 没多久 一填秧就拔完了 装进粪机 挑到平好的田里 均匀的甩出去 接着就是插秧 大家站成一排 各捏着一把秧苗 弓下腰身 低头往后退着 暗暗的比赛着插秧的速度 大宝的舅舅和金贵的爸爸 叫上了劲儿 你追我赶 金贵的哥哥和安平 也在暗暗的比试着快迈 大宝是主人 除了给他们送秧苗 也不敢落后 他就在安平的边上 他不想被安平落下 安平是插秧快手 大宝哪是他的对手啊 但大宝暗自下着决心 不能落在他的后面 他没命地追赶着 一块田插完了 转到了另一块田 继续地比拼 第四块田插到一半的时候 大宝突然感觉肚子疼痛 但他没有好意思说出来 硬撑着继续地插秧 可那疼痛越来越厉害 他头上一是冷汗淋淋 他想直起腰来歇一下 就在他向伸腰的大 眼冒金花天旋地转起来 扑通一声 他倒在了水田里 见得水花四散 大家惊诧地叫起来 大宝你怎么了 义骑向他走了过来 安平拦腰抱起他 他舅舅帮着安平把他架到了紫树下 让他靠着树干 他完全失去了知觉 不管大家怎样换他 他也没有应声 最急的是金贵的父亲 他从茶筒里倒了半碗茶 放到他的嘴边 你把嘴张张啊 喝口水 他的手因心里着急 哆嗦着 见大宝毫无反应 他提高了声音 大宝 大宝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今天是你家插秧田呢 你快醒醒 大宝的眼睛眨了一下 呃呦了一声 那声音像是从地层深处发出来的 遥远而沉重 大宝 大宝 金贵的父亲紧跟着又喊他 你哪里不舒服 你快说呀 肚子痛 痛死人了 大宝 大宝用手按住肚子 哎呦哎呦地叫唤着 喝口热茶 看可好一点 金贵的父亲再次把茶凑到他的嘴边 大宝抿了一口 咬了一下头 我的肚子像通了一样 我怕是要死了 安平 趁怪的他 既说怪话 你的身子骨啊 一向弱 早上 又吃了瓷巴 站在冷水田里 不会有多大事的 快把金贵喊来 把他扶回去 用热水误误 就没事了 金贵的哥哥 也搞不清是怎么回事 就蹲下身 啊 安平 你把他扶到我的背上 我把他背回去 金贵像一阵风一样 向田里跑来 半路上 碰到了他哥哥 背着大宝往回走 脸一下子白了 哎呀 这是怎么搞的呀 他拦住了哥哥 我来背 你快去插田 要不今天就插不完了 哎呀 你背不动 我行 他拱腰背起了丈夫 小跑着往家走 金贵把他背到了房里 帮他脱去了湿衣服 用用热毛巾擦去他身上的水 问他 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也不知道 先是肚子疼 后来就倒下去了 很有一会儿 我什么都不知道 可能是累的 我是主人 不想落在他们后面 金贵的心里很难过 丈夫的体质一向很弱 为了这个家 为了让他和孩子们 尽快地过上好生活 丈夫尽了最大的努力 他心很痛 伸开了丈夫的衣袖 把他的手伸进去 帮他扣好衣扣 系好裤带 细声地爱衬着他 那也得根据自己的身体 量力而行啊 他不由分说 把丈夫拉到床边 按他坐下去 以命令地口气说 你先躺一会儿 等会儿再说 哎呀金贵 这不是躺的时候 那么多人在帮我插田 我怎么躺得住呢 他坚持要站起来 不行 我得回到田里去 他拨开金贵 就往门外跑 日子过得很快 早到饭黄的时候 大宝又喊肚子痛了 有时饭吃了一半 就放下碗筷 用手顶着右腹 疼得满头直冒冷汗 这时金贵也就没有了胃口 停住筷子看着他 或是炒一个热盐包 叫他悟悟 有时在田里做活 干部突然疼起来 他就蹲在地上 用拳头顶着疼的部位 疼痛缓解下来 他又继续干活 最初十天半个月发一次 后来发作的次数 渐渐地密起来 金贵几次提出 要陪他去医院看看 他总说没事 是老毛病 疼疼就好了 没关系的 就这样拖着 直到秋收结束 种下油菜和小麦的时候 大宝的干部疼痛加剧了 疼得没有见些 日夜呼天喊地地喊了 金贵下令去找他哥哥和安平 请他们帮着把大宝抬到了镇医院 并带上了家里省吃俭用给予的几十块钱 金贵跟在用竹梁床扎的担架后面去了镇里 镇医院的医院医院的医生掀开大宝的上衣只伸手按了一下就说这病治不了叫他们赶快抬到县医院去 县医院的医生也只简单地摸了摸大宝的肝区就拉着脸子说你们早到哪去了让病人病成这个样才来 说着医生就把金贵叫到办公室 金贵的哥哥也跟着来了 你们坐下吧 跟你们讲老实话 他是肝癌 已经是晚期了 都有腹水了 善利人不容易 我不能骗你们 这病已经没法治了 还是抬回去吧 我给你们开点止痛药 疼得不行的时候就给他吃一粒 金贵的脸一下子就变得灰白 他双膝往医生面前一跪祈求道 医生他才三十八岁呀 我们有三个儿女 他不能死 求求您救救他吧 我是不想骗你们 才把实话告诉你们 你们挣两个钱不容易 我不想让你们白扔了 不是我不想给他治 是他的病已经没法治了 你就是有钱抬到上海北京的大医院去 他们也治不好 啊 凭我的经验呢 病人的日子不多了 至少个把月 我给他开些止痛药带回去 疼得厉害时 你们就给他吃一点 医生冷静地看着他们兄妹俩 他想吃什么呢 就尽量满足他吧 金贵的哥哥赶忙问 啊 能不能给他掉点葡萄糖水 那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医生嘴里这么说 心里还是受不住他兄妹起怜的目光 点了一下头说 我给他掉 加点止痛药在里面 乡里人很少吃药 小病小痛 嗷嗷就过去了 大宝从没有服用过止痛剂 一瓶五百毫升的葡萄糖盐水还没输完 止痛药就发挥了作用 他就说哎呀这药神了 我肚子不疼了 输完夜 大宝就自己坐起来 说他感觉有点饿 想吃东西 金贵和他哥就来扶他下床 他挡住他们的手说 我好了 不用扶 就自己滑下了输液床 啊 金贵 我们走吧 金贵的心在流血 在哭泣 可他却不能哭出来 还得装作高兴的样子 安平早就从金贵和他哥哥的眼神深处 觉察到了异样 看得出他兄妹心里藏了难言之隐 他玩起大宝 啊 德尔哥 你刚打过针 还是躺到担架上去 我们抬你回去吧 我能走 啊 安平哥说的对 金贵挽起了他的另一只手臂 快躺下吧 大宝不愿意伪诱金贵 就坐到用竹梁床坐的土担架上 金贵跟在担架的后面 路上大宝几次要下来自己走 他们被他烦不过 只好让他下来 可没走几步 他就累得蹲在了地上 只好又坐到担架上 天快黑时 他们才到家 彩平领的三个孩子一起迎上去围着担架 秦晋十岁了 已经很懂事 一放邪就焦急不安的进进出出 一会儿到后山坡上去望 一会儿跑到小河边上去望 当他望到 他们栽将领上来时 就往回跑 高盛的喊着 彩平颐 他们回来了 他就牵着弟妹迎了出来 彩平跟在孩子们的后面 担架一停下 他们就围了上去 彩平急不可耐地问 医生怎么说 啊 没什么大病 医生说是受了点癌 金贵抢在大家面前 回答了他 又让你累了一天 大宝 大宝以自己从担架上坐了起来 金贵扶起他 他拨开金贵的手说 我自己行 你快去烧饭吧 晚饭 大宝只喝了半碗米汤 金贵把他扶进房里 让他躺下 金贵端起碗 泪水就经不住地往外流 他不想让孩子看到 便偷偷地用衣袖擦了 把头埋在碗上 金贵一直默默地注视着母亲 他预感到父亲的病很重 绝不是像母亲轻聊淡写说的那样 他看得出 母亲把苦深埋在心里 不敢哭出来 也不敢说 他把吃完的空碗 送到厨房的锅台上 就从妹妹的手里 接过烛饭桶 把他从母亲身边牵过去 叫他坐在矮凳上 一声不响地 一口一口地喂他 不敢弄出一点声响 害怕弄出的响声 会吐吐母亲 埋藏心底的泪水 妹妹好像也明白些事理了 姐姐喂一口就接一口 不吵也不闹 只有林虎 还像平常一样 吃了一碗又一碗 筷子不停地往菜碗里夹 夹他认为好吃的菜 吃完了饭 琴琴悄悄地走到母亲身边 小鸟依人般地贴近母亲的肩背 金贵看到围着自己转的三个年幼的儿女 想到他们就要成了孤儿寡母 就怎么也控制不了内心的悲哀 肩背色色地陡颤起来 娘你怎么了 琴琴摟住他哆嗦的肩背 吓得声音也有些发抖了 娘到我床上去躺一会儿吧 金贵立刻意识到自己不能这样 让大宝听到了可不得了 这个家历时就要坠入深渊了 他慌忙坐起身子 以最大的毅力控制住自己 对琴琴说 啊 没事 娘没病 有点累 你带弟弟妹妹去洗脚 你爸要安静 你就把他们带到你床上睡去吧 琴琴懂事儿地连声应着 他一手牵着妹妹 一手拉着弟弟 走 跟我去洗脚 堂屋里只剩下金贵兄妹两个人了 两个人的心里 都像压着一盘沉重的石墨一样 喘不过气来 金贵很想在哥哥面前大哭一场 把他心里甜得满满的苦枝清泄出来 可他哪里敢呢 他得小心翼翼和哥哥一起守住这个秘密 他只能无声地坐着 哥哥很想安慰苦命的妹妹 又怕被隔壁的大宝和孩子们听见 他只好闷头吸烟 一支接一支 堂屋里烟雾腾腾 本来就不太亮的十五瓦的灯泡 就像笼罩在浓雾中的淡黄色的月亮 空气也沉甸甸地挤压着他们的心 兄妹两个人都没说话 金贵害怕自己又要挺不住 便说 哥 你也累了一天 家去吧 他抬起身 啊 今晚没有月亮 我去把手电筒给你找出来 说着就往自己的屋里走 他轻轻地推开门 脚步轻地像一只猫 他没敢开灯 从橱柜里摸到电筒 又像猫一样从房里退了出来 他把手电递到哥哥的手里 把他送出大门 兄妹俩不约而同地在道场上站住了 他小声地说 哥 你不要跟娘和爸讲啊 他们会急死的 对嫂嫂最好也不要讲 就你我知道吧 让大宝怀着一线希望走吧 这怪不得任何人 只怪我的命 不好 金贵没有马上回屋 他站在寒气逼人的夜幕里 目光随着那萤火虫似的手电筒的光亮 目送着哥哥慢慢远去 哥哥手里的灯光越来越小 越来越昏黄 忽隐忽现 就像萤火虫出没瓜丛 瓜叶间 他的目光已很难捕捉到了 直到他完全消失在深沉的夜色中 他哥哥快到家了 他还不想进屋 便拉了把干稻草 放到石脸子上坐着 山里的秋夜寂静如水 秋虫的叫声格外的清脆凡人 滚过珠海的夜风 打着尖利的呼哨 惊人魂魄 风的脚步声中 还加着有一两声野兽凄凉的哀鸣 这天籁之声 他却怎么也感觉不到 什么也没有听到 他心里只想着大宝的病 想着大宝很快就要离开他和儿女 今后的日子如何过 如何才能把孩子们养育成人 他心乱得像一团无头的乱麻丝 他不想相信医生的话 但又不能不相信 癌症 这个让人闻声色变的恶魔 哪个碰上都是死 山里人听到这两个字 就浑身打颤 谁不怕呢 怎么这个恶魔 偏偏要找上大宝呢 他是一个好人 上天太不公平了 秦庆过来了 他拽着娘的手说 娘 快回去吧 我爸喊您呢 啊 你爸喊我 走 啊 大宝啊 什么事啊 你到哪儿去了 他慌忙解释说 我在厕所呢 我肚子 我肚子又疼了 又疼了 又疼了 他向秦庆挥了一下手 示意他去房间里睡觉 又小声的叮咛他 啊 弟弟妹妹 喜欢灯被子 你睡觉 要惊喜一点 不要让他们冻病了 啊 他把大门关好 随手又拉灭了堂屋里的灯 匆忙推开自己的房门 拉亮灯 坐在床边 握起丈夫的一只手 轻声细语的问 疼得厉害不厉害呀 还不太狠 大宝见他焦急的样子 不敢说实话 那我去把盐备备热 误看 大宝点了一下头 他小跑的进了厨房 把炒过多少回的细盐 倒在锅里 下去点着火 塞进几根松枝 就到锅上 用铲子炒着 吸在盐里的潮气 鸟鸟的生气 像淡淡的雾气 丝丝捋捋 灶里的柴火熄灭了 盐里的潮气蒸发完了 盐也热了 他用一块旧布 把热盐包包好 捧在手里 小跑着回到了大宝的床前 把它塞进丈夫的甘区 这是缺医少药的山里人 常常用来缓解疼痛的一种方法 肚子疼 腰疼 关节疼 肌肉疼 肿痛 胃气痛 肠子痛 凡是疼症 无法缓解的时候 用热盐包一敷 就会感觉疼痛 在减缓 其实这种方法 除了对风湿 寒症 有些疗效外 对别的疼痛 是没有多少效用的 只是一种感觉罢了 对大宝 这种肝癌晚期的疼痛 就更不会有什么效用了 刚一敷上 盐包的热浪 通过肌肉渗散的时候 他那因疼痛而紧张的肌肉 会有一种放松的感觉 疼痛好像减轻了一点 大宝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可这种感觉不会持久 他还没睡半个时辰 就又被剧烈的疼痛疼醒了 他在床上疼得直打滚 满头大汗 呼天喊地的叫起来 要金贵拿药给他吃 金贵在医院取药的时候 问过医生 医生对他说 这是止痛药 只能在疼得受不了的时候 给他一片 不能多吃 次数吃多了就不管用了 他一边给他擦汗 一边说 咬咬牙 忍忍吧 医生叫明天给你吃呢 我都要死了 还等明天 快给我吃 我受不住了 他本来不想给他吃 所以去给他炒了盐 做热敷 可他的痛苦的呼叫 就像一把把的小刀 一次次地在戳他的心 他不忍心 看他疼得死去活来 只好流着眼泪 去给他拿药 用温开水 为他吞下去 大宝 大宝逐渐安静下来 他握住金贵的一只手说 我已经好多了 你累了一天 快去洗脚上床吧 金贵也真的累了 他点了一下头 就从他的手里抽出手 大宝却紧攥着不放 含着眼泪对他说 金贵你跟我说真话 医生跟你说了些什么 是不是我这病 已经没治了 才叫抬回来 金贵猛然地抽出手 做出生气的样子 你静下说 是疼糊涂了吧 怎么连我都不相信 我怎么会骗你呢 他走下床榻板 头也不敢回 赶快闭上眼睛睡觉 我一会儿就来 金贵随手拉灭了灯 用手背抹去泪水 悄悄地来到了孩子们的门外 克尔听了听 没有声息 他轻轻地推开门 伸手到床上摸了摸 儿子的手放在被子的外面 他把他的手放进被子里面去 勤勤把妹妹抱在怀里 三个孩子睡得正香 他悄悄地退了出来 关上门 到厨房洗好脸和脚 抬上床 大宝因为止痛片的作用 睡得很熟 金贵虽然感觉到很累 可在床上躺下来 却又迟迟不能入睡 他伸手摸了摸躺在身边的丈夫 他的身体已明显地消瘦 肩背上的骨头一块一块的 只剩下一张皮了 胸脯上的肋骨一根一根的 像搓衣板似的 瘦得已经没有了人形 他的心不由得一酸 猴头就哽咽了 他慌忙用拳托堵住嘴 才把上游的泪水堵回去 想到这个家 想到丈夫疼起来的样子 他就没法再入睡了 医生的话仿佛又在耳边响起 病人的日子不多了 至少个半月 他情不自禁地钻住了丈夫的手 好像他就要飞走了似的 泪水又沿着他的眼角和鼻沟 默默地往下流 金贵还不到三十三岁 想到这么年轻就要做寡妇 他的儿女就要成为孤儿 他就心如刀绞 可他却不能把痛苦告诉任何人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没有任何人能来分担他的内心痛苦 他只能独自一个人默默地承担着 他感觉心上像是压了一座山 他的腿发颤了 他的腰要断了 他承受不了了 他真不想活了 想跟大宝一道去了 可一想到三个孩子 把他们丢给谁呢 他的心又猛然地一阵颤抖 他的眼前浮起了儿女们可爱的面容 心情是那么懂事儿 儿子还什么都不懂 小女儿还蒙里蒙懂 他不敢想下去了 怎么办呢 他觉得自己就像坠入了万丈深坑里的人 怎么爬也爬不上来了 他绝望了 无声地哭泣着 我的命为什么这样苦啊 我的命怎么就这样不好呢 泪水就像鼓鼓的溪流 顺着他的面颊往下躺 他的鬓发让泪水尽湿了 那衣领也潮湿湿的 远处传来了公鸡的啼叫 他家的鸡听到了 跟着也窝窝地响应起来 窗口有了微弱的亮光 他突然意识到 日子还要过 这个家任何人也指望不了了 只能靠自己 他不能扔下孩子们不管 从现在起 他得挺直腰杆 向一个真正的一家之主 挑起这个家的全部重担 既做男人又做女人 让大宝在最后这段日子 过得好一点 放心地走 他这样一想 泪水马上止住了 他想到 还有几块甜的油菜没除草 还有些麦子没浇肥 他想趁大宝 还没喊疼的时候 挑几袋水分去浇浇麦子 他悄悄地起身下床 抱着衣服 悄悄地来到堂屋 穿好衣服 就轻轻地抽开门栓 怕门轴的响声惊醒丈夫 双手把门抬起来 缓缓地拉开 用同样的方法 关上大门 天并没有亮 窗口上的微光 既不是黎明的曙光 也不是晨曦 而是迟起的月亮的光亮 月色冰凉如水 寒气袭人 他打了个寒阵 把披着的外衣扭扣扣好 就挑起了桶 上山了 月色如霜 还没发磕的麦苗上 仿佛浮上了一层 薄薄的银粉末 借着月光 他的眼睛盯着手里的粪条 从这一刻移到另一刻 他动作迅速 手脚麻利 没有太多时间 一旦粪肥浇完了 他担着空桶 小跑着往回走 走到道场上 就放轻了脚步 轻耳听一听 没有听到声音声 他的一颗心 暂时放了下来 又摇起了一旦粪 挑到田里 他已不再感到冷了 而是感到浑身热气 往外冒 内衣的前胸后背 都让汗水浸湿了 当他回来 挑第四弹粪肥时 还没走到道场 就听到大宝 在大声的声音 他连忙放下粪桶 丢下扁担 就往屋里跑 他双手推开 虚眼的大门王问 怎么了 怎么了 憋憋撞撞撞 扑到大宝的床前 你哭什么呢 你到哪儿去了 我交卖去了 他倾下身 你又疼了 我是被疼 疼醒的呀 大宝拉住他的手 金贵 你摸摸我这肚子 仗得像面骨 我难受得不得了 金贵瑟缩着手说 我的手 冰人 让我误一下再摸 他抽回手 无声地叹了口气 还用再摸吗 他在心里说 他夜里已经摸过了 除了一个 肿得黄亮的肚子 就只剩下一副骨头架了 他把手放进自己的胸前 误了一会儿 就伸到被子里 去探摸大宝的腹部 怎么止痛药 反而让他的肚子 更骨胀了呢 这药不但没吃好 反而吃坏了 这怎么回事呢 他心如刀割的难受 我疼死了 疼死了 这怎么会是受凉了呢 这医生分明是在骗人 金贵 你得跟我讲真话呀 医生把你叫走 跟你说了些什么呀 啊 他说你身体太虚弱 要我多给你吃些好的 大宝 你是累的 苦的 今儿个 我把那只生蛋的老鸭杀了 娘常说老鸭宰鸡百病能医 你忍忍我去杀鸭啊 大宝拉住他的手不放 金贵呀 我这到底生的什么病啊 肚子怎么鼓得这么高 又这么疼啊 金贵能说什么呢 只能安慰他 唉 哪有人不三病两痛的呀 你娘在床上躺了好几年 他都能忍 你得忍忍 他在他额上亲了一下 天都大亮了 金贵要上学 我得去烧饭了 大宝只好放开了他的手 金贵在他娘推开大门 往房里跑时就醒了 他立即披衣下床 快手快脚的穿好衣服 就去推弟弟 起来 快起来 他把弟弟的衣服递给他 你明年就要上学了 是大孩子了 现在爸爸有病 一家就和娘一双手 你要自己学会穿衣服了啊 林虎扭着懒腰不想起来 秦庆就掀掉他身上的被子 推道 快点啊 不要懒了 娘没空来给你穿衣服 从今往后 你就要像男子汉那样 帮家里做事 林虎还想来 秦庆一把拽起他说 你还像个男孩子吗 还不如妹妹呢 你看他都起来了 在自己学穿衣服呢 秦庆把穿好的衣服的弟妹 带到厨房 又到灶下准备帮娘添柴火 军贵连忙阻止他说 啊 灶里有给你爸喂的饭 你的饭已经炒好了 照在水瓢底下了 快去 吃了好上学 秦庆端起饭 坐在灶门前的烧火凳上 埋头吃了起来 虎牙早就闻到了饭香 见姐姐在吃炒饭 嘴里就涌起了口水 她向姐姐靠过去 亲热的依她而坐 仰起头 看着琴琴说 姐 给我一口 她把嘴向姐姐的碗边 蹭了过去 琴琴就咬了一口 喂到她的嘴里 嗯 真好吃 她舔嘴扎舌的又把嘴伸过去 再给我一口 琴琴就又喂了她一口 虎牙 让姐姐吃 娘在灶上对她说 姐姐吃完要上学 我也饿了 虎牙因为是家里唯一的男孩 一家人都宠着她 她仗着这一点 敢对娘降嘴 我就是要吃 哎呀 行了 饭已经好了 别老馋着姐姐了 不嘛 炒饭好吃吗 你看 还不如妹妹 娘把她牵走了 招呼女儿 还不快些吃 要迟到了 又对儿子说 给你爸 喂了辣油粥 等一会儿啊 给你吃 琴琴把碗里的饭 使劲地吃进嘴里 抹了一下 背起书包 就往外跑 金贵咬了一盆热水 去给大宝洗脸 见大宝咬着牙 在床上滚 浑身使汗 他不忍看她疼成那样 又让她吞下了一粒 止痛掉 他慢慢地安静下来 金贵给她洗脸擦汗 又给她把湿透了的内衣换下 把脏衣服进到盆里 就盛了一小碗烂粥来喂她 他只吃了两勺 就摇了一下头 合上眼睛说 我累了 没有办法 金贵只好把碗递给虎牙说 你爸不吃 你吃吧 他带上房门 让大宝休息 他把辣油粥也盛了半碗 给小女儿 自己盛了一碗红薯坐到烧火灯上 低头吃着 他只吃了三根红薯 就去捉老鸭 他哪里舍得杀这只鸭呀 他一年能给它生一百多只蛋 孩子们上了火 煮两个吃下就好了 大宝一向爱孩子们 平时有点好吃的 他总是留给孩子们 自己从来舍不得吃 现在人都快要死了 再不能让他吃点好的走 金贵这心里如何过得去呀 他把鸭毛摘得干干净净 把鸭切成小块 用个大微罐放到灶上 用柴碳围上 慢慢地微 他想 一定得等大宝不疼的时候给它吃 他会多吃一点的 这只鸭 一定要让他一个人吃下 他就趁大宝睡着了时 又去挑了两碳份 趁便砍了一篮老白菜 袭袭拿回来 他刚放下菜篮 就听到大宝在叫他 大宝有气无力地说 金贵 我想坐一会儿 金贵连忙硬着 就到了床前 我抱床被子给你靠着 他把棉被放到了床头 两手从他的腋下伸过去 把他抱起来 让他靠着棉絮斜躺着 细声细语地对他说 你闻到香了没有啊 大宝摇了一下头 哎呀 你鼻子怎么不灵了 再喂老鸭 已经喂了一个上午了 就能喝汤了 你靠着啊 我去盛点来 大宝没表示可否 他就一阵风式地到了厨房 不一会儿他笑容可惧地端来了一栏边碗鸭汤 他坐在床边上咬了一勺 放在嘴边吹了吹 送到大宝的嘴边 大宝吞了下去 他就再咬 一会儿喂汤 一会儿喂块鸭肝 鸭肝吃完了 再喂鸭心 他交替着一口汤 一口鸭都喂着 他没有想到 大宝胃口大开 这碗吃完了 还添了半碗 军贵很敢安慰 他吃了 没让他的心意白费呀 难道这老鸭汤是灵丹妙药 还真能治病 大宝在喝这支老鸭汤的两天中 精神突然好了许多 也没喊痛了 还能自己起床解消手 金贵的心上出现了一线希望之光 就像茫茫黑夜的草原上 突然看到了闪烁的灯光 大宝也许患的不是那个怪病 也许能好 这一线阳光激励着他 他小跑着去到岭下他娘家 把娘留着做肿的一只老鸭 也捉来杀了 第二只老鸭汤才喝了一碗 他骨胀的肚子开始往下扁 金贵真是喜出望外 欣喜若狂的又跑到了娘家 说老鸭汤把大宝喝好了 采平听说后把他家养的老鸭也捉来了 他哥听说了 见到人到油房来换油 就打听谁家有老鸭 他用菜油换了两只 也给金贵送来了 他哥见大宝果然好了许多 也为妹妹高兴 可他心里又有些疑惑 他听说过 人要死之前有回光返照的现象 他在心里为他祈祷 愿大宝真的能好 可他不敢把心里的困惑告诉妹妹 他回去时 金贵一直把他送到小河边 好像也有话想跟他说 他想 他心里是不是也是这样想的呢 就站住说 不用送了 回去吧 哥 金贵开口了 你说 是不是医生弄错了 他哥哥点了一下头 哦 医生也有误诊的时候 只要不是癌 我就不怕 唉 哪有那么多癌呀 要是大宝 能像这几天一样 慢慢好起来就好了 只要他能吃得下 就给他吃 能吃就会好 哥 让你花钱了 嗨 跟我还说这种话 你是我妹妹 多谢哥哥 金贵小心翼翼的服侍着大宝 稀饭面条和鸭汤搭配着给他吃 一天午餐 一餐只给他吃一小碗 菜瓶送来的那只鸭子还没吃完 大宝的病情突然急转直下 大概是从医院回来的第十天吧 中午金贵从地里除草回来 大宝又喊疼了 他像孩子一样呜呜的哭着 说他周身疼痛 他拉着金贵的手就昏迷过去了 金贵喊他 他不应 他赶快叫琴琴去喊他舅舅和安平 叫他们快来 他又把两个女儿喊到床前 叫他们喊爸 不论他们如何的呼唤他 大宝就是不应 金贵心里的希望 历史破灭了 回光返照的假象让他空欢喜异常 医生宣判的死刑没人能够逆转 这一天还是来了 想逃是逃不掉的 他虽然从医院回来就有了思想准备 可当这一天到来时他还是受不了 他哥和安平赶来时他娘几个已经哭成了一团 安平一来就把手放到了大宝鼻前试了试说 还有劲儿送医院抢救吧 金贵哥摇了一下头恐怕到不了医院在路上 他不忍把那个死字说出来 你知道他得的是什么病吗 安平点了一下头 我们瞒着大家是不想传到大宝的耳中 可还是 这时大宝抬起了眼皮 金贵大声地哭喊着他 大宝 大宝你不能走 你要回来呀 你的孩子还这么小 你不能丢下我的呢 他紧紧攥住他的手哭喊着 大宝张了张嘴 看了儿子一眼 想说什么 却没能说出来 眼一闭头一歪 就再没有醒来 大宝从县医院回来 尽管金贵兄妹守口如瓶 可哪经得住好事者的猜测 不但领上领下早就传遍了 前村人也都知道了 既然县医院都治不了 还能是好病吗 大宝活不长了的话 传到了徐家族人耳中 便在个别人的心壶里 搅起了浪浪涟漪 有人打起了大宝家房子 承包的竹园和山林的主意 打这个主意的是 是大宝的堂兄徐大宇 徐大宇虽然与大宝共曾祖父 可两家并没有多少来往 只因两家承包的竹园和山林紧挨着 金贵懂竹懂笋 夫妇二人又勤劳发愤 把那块竹园和一片杂木林子 试弄得貌貌盛盛盛 人见人爱 他家却相形见处 便心生度议 又没有办法 听说大宝得了绝症 他暗自高兴 便想 大宝一走 刘金贵还那么年轻 不能让他招个外星人来 要想办法让他没法过下去 把他逼走 按族里的规矩和习惯 领养遗孤要论亲疏的 他们两家最近 林虎只能由他来领养 他就可以堂而皇之的 把他们的竹园和林子 要到自家名下 他还看上了大宝家的房子 比他家的位置好 他家住得太高 出门很不方便 孩子上学 下岭爬坡 花在路上的时间太多 到乡镇上就更不方便了 如果能把刘金贵赶走 他就搬下来 把他们家的老房子拆掉 重建一幢像模像样的服务 他在心里打着如意算盘 就等大宝告别人事 往日他们两家几乎不走动 他惧怕大宝娘 大宝娘快人快语 数了几人赖不论场合 毫不留情 自大宝病了以后 他一反常态 隔三差五的就来一趟 说是来看看堂弟 有时还拎点东西 几个鸡蛋 两块米豆腐什么的 金贵对他很客气 见大宝的病情突然好转 他意识到他的美好希望 突然渺茫了 就不来了 那天他一早就扛着一截柳木段子到镇里木柴市场去卖 回来的时候在岭下就听说大宝死了 他没回家 而是弯到了大宝家这里来了 大宝还在床上 凯萍和金贵娘一人攥住金贵一只手坐在踏板上 劝慰着他 三个孩子就像三只受惊的小鸟 可怜巴巴的依偎在他们的边上 琴琴满脸是泪的露着妹妹 他一来就大声干好起来说 我可怜的宝兄弟呀 几天前我来看你 你还好好的 怎么突然就走了呢 安平放下手里的事 迎住他说 大宝哥 你就别伤心了 他得了那种病 迟早是要走的 你就别难过了 他挽住他 把他往堂屋里扶 金贵听到有人来了 想起身去迎接 凯婷一把按住他 你站都站不住了 就免得那些俗套吧 他就带他迎了出来 哟 是大表哥来了 你也这么快就知道了 坐吧 你把我弟媳妇叫出来 我们商量一下如何处理大宝的后事 凯婷感觉很惊诧 他愣住了 突然联想到遗留下来的腐朽的宗族习俗 莫非他想借机欺负孤儿寡母 彩婷把脸往下一拉 不客气的说 大表哥 我表嫂悲痛过度 他不能出来见你 你有什么想法就跟我说吧 至于表哥的后事 我们已做了安排 从他家的实际条件出发 从活着的人着想 一切从简 不行 他呼的站了起来 这是我徐家的事 得由我徐家人说了算数 不能就这么随便发送我大宝兄弟 大表哥 你这话说的不好啊 什么叫这事 要由你徐家人说了算数 你又要如何发送我表哥 你说说 我兄弟死了 后事当然要我徐家人来过位 这是天经地义的 怎么能由你一个外星人做主啊 刘金贵 你出来 把桌子一拍 对徐大宝吼了起来 你想干什么 是不是想成人之威啊 想欺负人家孤儿寡母啊 没门 你平时坐到哪去了 人家需要帮助的时候 你们徐家人都死光了 你不看看 这个家里除了三个要吃要喝 要读书的孩子 还有什么 金贵听到外面吵起来了 他就跟他娘说 娘你不要动 我去 秦妻善解人意地扶起了他娘 掺着面色苍白的他走进了堂屋 大哥 你坐下 彩平姐 你也坐下 有话 我们好好说 不要这样 大宝还在隔壁躺着呢 他听到了 心里会很难过的 彩平 彩平指着徐大宇要理论 金贵把他按下了 大哥 你请坐 金贵平静地坐在他的对面 你讲的话 我都听到了 你说说 我该如何发送大包 徐大宇 徐大宇没想到金贵会如此心平气和 心里没有这个思想准备 一时愣住了 片刻之后他坐了下来 我没别的意思 只是我心疼我这兄弟 他 他想挤出挤滴眼泪 却未能挤出 就双手捧住脸 做出难受要流泪的样子 颤声地说 我兄弟命苦啊 这些年像牛马一样的做 他是累病的 他这都是为了你 为了你和你带来的那个女儿累死的 你心里还不清楚 你就忍心让他无声无息的 被抬出门 徐大宇还要继续说下去 却被彩萍打断了 你说的就是人话吗 写 金贵阻止着彩萍 让他把话说完 大哥 你怎么想就怎么说 灌嘴扎得住 人嘴是扎不住的 你尽管说 只要是为了我家大宝 我什么都愿意去做 我只是不想太冷落了我兄弟 他瞪了一眼彩萍 那我就说了 这第一 他是有儿有女的人 不能用白胚子棺材装链 起码得七两变起 第二嘛 要请道士或者是和尚来做法事 超度他的亡魂 他是得绝症走的 等同死于非命 不请和尚道士来做法事 他永远难超生 第三 我们徐姓人都要来送他 金贵看出彩萍 又要站起来与他理论 他连忙伸手拽住他 示意他不要超 他对堂兄说 大宇哥 你说的这些 我都想到了 可是这都要钱呢 大宝上半年就病了 你也知道 我拿什么去请和尚道士呢 家里唯一能变卖点钱的 就是篮里的那头猪 可就是这猪 也还没到出篮的时候 正长着 他是我们娘四个 唯一的指望 你就看着办吧 徐大宇站起身 这只是 我这本家哥哥的 一个人的想法 我还得去听听 长根鼠和其他兄弟们的意见 说完就往外走 彩萍生气的 甩掉了金贵的手 追到门外道场边上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大宝哥 我劝你不要做这种 让人家指背心骨的事 也不要在人家 孤儿寡母身上打主意 金贵死了丈夫 家里的顶梁柱子倒了 全家人都伤心得要死 你们徐家人 本来应该伸出手来 帮人家一把 这才是本家人应该做的 你没听广播啊 现在不是过去 是百阁开放的新时期了 你就别想来挑什么刺 捞什么油水了 哎 你嚼些什么呢 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 他甩袖而去 安平撑了妻子一眼 哎呀 你这叫自找没趣 你还不知道他是什么人 他是能拼得进别人劝的人吗 他一来我就知道他想干什么 他想借口发送表哥 把金贵弄得一贫如洗 逼走金贵 哼他就想 什么时代了 还要做斋 现在玩这玩意儿又兴起来了 一个木匠接上来说 现在啊 请和尚道士的都有 还有 扎汽车 电视机的呢 没听说过吧 我在长板做事时啊 有一家开窑厂的老板娘死了 嗯 请道士来做了三天三夜的斋 又请和尚来念了三天三夜的经 出币那天啊 引来好多人看热闹 灵屋扎的呀 像真房子那样大 点名箱 洗衣机 电视机扎的 跟真的一样 活着用的东西一应俱全 摆了半里长呢 采平随口骂了一句 哼 有两个破钱烧的 见金贵扶在方桌边 勤勤搂着娘在哭 就小跑着进了屋 他向金贵伸过手去 我扶你到床上躺一会儿吧 我去烧饭 金贵的眼睛红红的站了起来 他仔细考虑了徐大鱼提出的三件事 除了请不起和尚道士做斋外 他说的另外两件事 他还是能做到的 他也不想敲目声息的 把大宝抬出门 况且按照乡村的习俗 哪家死了老人 都要请亲朋族人喝酒的 大宝虽然走得太早了 可堂哥说的没错 他有儿有女 就不能让他草草出门 即使办完丧事 家里揭不开锅 带着儿女去沿街乞讨 他也要请亲戚和本族人来吃一餐 让大宝走得热热闹闹的 这倒不是害怕徐大鱼来找事 他是不想以后想起来 心里就难过 他估算了一下请酒的事 最少得开八桌 这就有许多事情要做 金贵就把他的打算跟大家说了 见大家都没有作声 金贵就叫他哥哥明天请杀猪老来杀猪 他娘就抹起眼泪说 把猪杀了 过年的时候你拿什么给孩子吃啊 养头猪容易吗 山里人难弄到活前 指望都在猪身上 你这不是打肿脸冲胖子吗 我是为了大宝 让他冷冷清清的走 我心里过不去 以后要想起来是要毁断肠子的 再说 我一个人带着三个儿女 还要在这徐家岭过日子 低头不见抬头见 孩子们也少不了要大伙关照 我请大家来句一句 是带大宝 感谢大家 我前前后后都想过了 过年没猪杀 至多是吃不上肉 一次过年不吃肉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不是没过过拮据的日子 再苦 我也不会委屈我的孩子们的 金贵说得有理 安平替金贵说话了 人家犯丧事 我们都到人家吃过席 倘若人家吃不到我们家的 会怎么想 心里能不难过吗 这也是人之常情啊 大家又商量了一番 并分了工 就离开了 彩平留下来陪金贵 他们走后 金贵就去给大宝找衣服 这几年 虽然生活比过去好了不少 可因为家里孩子多 大宝又心疼儿女和金贵 每每金贵提议给他做衣服 他都不让 金贵心里清楚 找不出一件新衣服 让他穿走上路 他拿起那些 不是打了补丁 就是看不出本来颜色的旧衣服 心里就如刀脚一样难过 他抽携的对彩平说 我对不起大宝啊 好吃的好穿的 他都先让给我和孩子们 我要给他买布做衣服 他就是不让 他老说 男人只要穿暖了就行 天天到田里干活 穿好了糟蹋了 女人可不能穿得太差 不然人家要骂他男人 说他男人没用 他边哭边诉说着 太平洁 我是个没福气的女人呢 嗨 你不要再折磨自己了 过去你没嫁过来那会儿啊 表哥也没穿过一件出色的衣服 他疼你 你不也一样疼他吗 生死由命 富贵在天 他只有那么长的命 你有什么法子啊 他走到金贵跟前 我来帮你挑 你可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这个家还得你来撑起来呢 采平把金贵扶到虎牙睡的铺上 你先躺一会儿 金贵没有躺下去 他只靠墙坐着 采平很快就挑出了两套衣服 在金贵面前亮了一下 就让他穿这两件走吧 没等金贵表示可否 他就把衣服放到床头柜上 回过头来说 你还是躺下睡一会儿吧 我在这儿陪着你 给表哥守灵 好 我躺下 金贵半卧下去 你去陪我娘睡吧 大宝明天就要走了 我要陪他最后一夜 自从送走了大宝 金贵就回到他屋里来睡了 他带着两个小的睡床上 勤勤仍睡他过去的铺 娘四个相依为命 度着艰难的日月 他依着乡俗 冯七就带着儿女们到大宝的坟头 给他做七 点香烧纸 供上米饭和吃食 七七这天 他带着孩子们 给他做最后一个七 孩子们一起跪在了他的坟前 给他磕头烧香 算是最后的阴阳告别 七七一过 他的灵魂就真正的离开了他们 依照相俗 他和儿女们四十九天没上过任何人家 连娘家和彩平家都没敢进 他怕给他们带去晦气 娘心疼他 来过多次 还让哥给孩子们送过一次肉 彩平来的次数更多 他恋爱他的孤独 大宝七七一过 没人就上门来了 最先来的是嫁到板上的一个徐家姑娘 他介绍的南方是乡里的小学教师 刚死了妻子 有个十二岁的男孩 只长金贵三岁 他开的条件很宽松 说只要金贵愿意嫁给他 他同意他带着两个女儿嫁过去 但不同意他带虎牙 自从县医院的医生 把他叫去实话实说 他知道大宝患的是绝症 活不了多少日子那会儿开始 他就在想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他反反复复的想了许多 他才三十三岁 太年轻了 如果要改嫁 去寻找新的幸福 不会有任何人指责他的 可他是个三个孩子的母亲 他怎么能为了自己的幸福 扔下三个孩子不管呢 又有谁愿意娶他这个 带着三个孩子的女人进门呢 退一万步说 就是有这么个好人 乐意接受他 也乐意接受他的三个孩子 他和孩子们就能获得幸福吗 他改嫁过一回 脱过一回油瓶 他怎么能忘掉 勤气心灵受到的深深伤害呢 他还能再让他的孩子 受这样的屈辱和伤害吗 他宁可孤独一生 也不愿意他的三个孩子 被人说是脱油瓶 他早就想好了 再好的人家 他也不去 他要把他的三个儿女养大 培养他们成为有出息的人 他一口回绝了许家姑娘 可没人还是不断 他回掉了一个 又来了第二个 第三个 尽管他水泼不进 俯砍不入 没人还是不断线 让他苦恼至极 人家也是出于好心 他又不能骂人家 有一回 他嫂子带来个人 娘和爸都看上了 叫哥来叫他回家 当他知道是那么回事 就对他哥哥说 你回去跟嫂子说 请他不要管我的事 我不会再嫁人的 娘又叫彩萍来劝他 他哭了 抱住彩萍说 姐 我是三个孩子的娘 我没有权利为我自己活着 我只能为我的孩子们活着 你下去跟我娘说 我知道她疼我 是为我着想 但我也是娘啊 我不能让我的儿女们受委屈 苦点累点算不了什么 孩子们有人疼 有人爱 心里就不会太苦 特别是安平 见着孩子就迈不动脚 每回来都要给孩子们带点吃的 他多次对他说 不要这样惯他们 你和彩萍姐 对我们够好了 帮了我们很多的忙 如果还要让孩子们 我这心里会过去的 我这心里会过意不去的 安平笑着说 这也花不了几个钱 让孩子们快活呀 我心里也高兴 他说这话时 看金贵的眼神 有些不对了 放射出别样的光 金贵的心 不由得一颤 便趁彩萍单独来时 私下对他说 姐 你还是少让安平哥来帮我干活吧 我一个年轻的寡妇 人家会在背后说闲话的 会伤着你们的 孩子们也一天天的在长大 金贵早晚也能帮把手了 你就不用过多的牵挂着我 你的心意我知道 彩萍就笑了起来 哼 真是笑话 哪个敢嚼舌头跟着 我撕到她的嘴 寡妇怎么了 不是人啊 就不能有个亲戚朋友啊 人家就不能帮我忙啊 哼 真是其有此理 不要管那么多 有事叫孩子过来喊一声 困倦向她袭来 她迷糊过去了 这时远处传来了一声 雄击的提名 她猛地往起一座 睁开眼睛 麻利地下了床 拿起衣服就往身上穿 她还没有马上叫醒亲戚 轻轻地开房门 走到堂屋拉亮灯 抽开大门的木栓 来到了道场上 深秋的寒露 一下子包围了她 她猛然间打了个寒颤 赶紧把胸前的扣子扣上 抬头看天上的星星 娘教过她 如何从星星的位置 判别时间 她没有看到起明星 她的一颗心 落了下来 上县城还来得及 又有几声远方的鸡传过来 她估算大约到了三更天 转身进屋去叫女儿 秦庆睡得正沉 但她很精灵 金贵只轻轻地推了她两下 并没有大声地唤她 她怕吵醒小的们 可秦庆特别懂事 大宝一走 她突然间像个大人了 她立即坐了起来 借着堂屋折射的光穿衣服 穿好衣服后 她就把电池安装进电筒里 没要母亲招呼 先上厨房洗脸梳头 料理好了自己的事 就去帮母亲 把竹枝扫帚扎成捆 用香油铁毛的秤杆穿上 靠墙支住 母亲反身进屋 把堂屋的灯熄了 用把老式的大锁 把大门锁上 就挑起担子对女儿说 你前面走 门口露熟 电筒不用打 看不到的地方 再开亮 啊 秦庆恩了一声 表示知道了 母女俩借着微弱的星光 一前一后走在了山路上 家门口的路 一天要走很多趟 上学放学都是这条路 哪里有个坑 哪里有个坎 哪里有条沟 哪里有个坑 他俩都清楚 不用盯着脚下 也不会摔跤的 娘儿两个默默地走着 很快就到了岭下 去县城的路 要从金贵娘家 刘家扁屋的道场下面经过 金贵家的老黄狗 早就闻到了他熟悉的气味 滋溜一下就窜了过来 亲热地迎着他们 跑前跑后地哼哼 舔手绣脚 含着琴琴的裤脚 想把他们拉进屋里 琴琴摸摸他的背 亲密地拍开他的脑袋 轻声地对他说 我们到县城去卖东西 你回去吧 大黄狗像孩子一样不进不一 不想离开他们 跟在后面送了很远 要不是金贵 要不是金贵几次柱脚吼他回去 他还是跟着他们走下去 从刘家扁屋到县城 还有二十多里的山路 要上三道岭 下三道坡 过两条河沟 穿越很多条田梗 岭上的路 大多沿山溅开枣而成 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滚进深渊 他们也特别小心 琴琴不敢有一点怠慢 一直开着电筒 还不断地问母亲 可看得见 金贵硬着 啊你走你的 看得见 不用管我 管好你自己就可以了 山路漫长而寂寞 金贵飘着沉重的担子 和琴琴一步一步地 往阳屋山岭上走 细喘吁吁 妹衣湿透 他突然记起小时候 跟娘到姨妈家去的事 好像也走这里 那时岭上有个木粮瓶 有人卖茶水 娘和他还在粮瓶上歇过一会儿 现在粮瓶早就没有了 听说是大炼钢铁的时候 拆去炼了钢铁 只剩下几块鸵梁亭的基石 想着想着 他们就到了岭上 他招呼女儿 琴琴 来 歇一会儿 便把担子靠山坡边放下 坐到了一块基石上 来 坐过来 他把琴琴招到身边 拿取你儿的一只手 用另一只手爱抚着 琴啊 娘委屈你了 琴琴把头靠在娘的肩上 娘 别说了 他抱住娘的另一只手臂 我长大了 到城里去工作 挣钱养你 再也不让您受苦 金贵的心头 仿佛吹过了一阵温暖的春风 觉得很受用 他伸出右臂 搂住了女儿 什么也没说 一阵山风吹来 琴琴往娘的怀里一躲 金贵拉起女儿说 呀 琴 别受凉了 我们趁早走吧 琴琴打开了电筒 照着母亲挑起担子 就走在了前头 下了阳屋山 下面就是夫子岭 金贵不知道这些地名的故事 从阳屋山到夫子岭 中间要穿过周家冲 路是比较平缓 但都是千墨小径 路的两边都是水田 都是那种一层比一层高的梯田 田罢少说也有半丈高 正值深秋时节 稻子早已收割归仓 田里都浸了水 有的土地已经翻耕 有的只剩下半尺深的盒庄 因为是平路 走起路来 步子便跑得快 肩上的担子一闪一闪 惯性的作用 仿佛有人在推着他往前冲 琴琴就小跑起来 突然间 琴琴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 他惊呼了一声 一个跟头翻下了田梗 手里的电筒光柱 像一道闪电 在天空画了道湖 飞了出去 走在后面的金柜 一时没能杀住脚 也连人带担子 栽到了高高的田坝底下 黎明前的山村 好黑 好净啊 没有狗肺鸡鸣都在沉睡中 连小溪好像也睡过去了 听不到他潺潺的喘息声 金柜和琴琴仿佛也走进了深沉的睡梦中 什么也听不到 也感觉不到 不知过了多久 金柜被一阵禁骨的冰凉击人过来 他打了个寒颤 完全清醒了 他最先想到的是女儿 琴琴 琴琴 他边换边在田里摸起来 他发现琴琴被压在随他滚下来的一捆臊鼠下 他也不知道哪来的那么大的力气 扫鼠在他的手里突然变得像灯草一样轻飘 一拎就从琴琴的身上掀开了 他一把抱去女儿连声地唤着 琴琴 琴琴 你是娘的命啊 你快醒醒 快醒醒 他下意识地把她的嘴紧紧地含住女儿的嘴猛力地向琴琴的嘴里吹气 两手在她背后轻轻地拍着 娘 琴琴突然醒过来了 就像从梦里醒来那般 紧紧张张地向周围看了问 这是怎么了 啊 我们从田坝上滚下来了 他从女儿的脖子摸起 从上摸到下 直到小腿不停地问 这里疼不疼啊 啊 这儿疼不疼 还有 这儿呢 这儿疼吗 啊 啊 我不疼 琴琴伸手搂紧娘 娘 你没跌伤吧 哦 娘没事 娘没事 金贵的心头一热 女儿首先想到的是她 千般痛苦 万般不幸 瞬间化作了卫星的蜜糖 泪水经不住像泉水似的涌出了眼眶 她不想让女儿知道她在流泪 从泥水里摸起还亮着的手电筒 朝田梗上照了照 见这里是块很窄的还没有方耿的田就对女儿说 啊 快到田岸上去 她把女儿扶到了田岸上 琴琴快 快把湿衣服脱下来 边说边帮女儿脱去外衣 又把自己的外衣脱下 放到了田梗上 把自己还没有进水的线衫脱下 套到了女儿的身上 娘 你不冷 啊 娘不冷 娘 你的手都打颤了 你穿 琴琴就要往下脱 她吼叫了起来 琴琴 听话 快套回身上 你给我照一下 她把手电筒塞进了女儿的手里 说着就去挑扫帚 她踩着泥水深一脚浅一脚 把竹枝扫帚子飘到了田岸上 站住对女儿说 把湿衣服晾到扫帚上 女儿把湿衣夹到前后两捆扫帚中 她招呼女儿沿着田岸向路的方向走 不停地嘱咐着 眼睛看着脚下 这田梗啊太窄了 小心点 不能再跌倒了 他俩终于又回到了通向县城的路上 尽管她们不停歇地赶路 可还是感到阵阵寒气的袭击 湿透了的衣裤穿在赞发出微汗的热体上 那滋味特别的不好受 就像刚从冰水里爬上岸遭风一吹那种感觉 她们不敢歇脚 不敢放慢步子 小跑着前进 好让运动产生出的热能 曲曲湿衣散发出的寒气 东边天际露出了一抹鱼肚样的白色 琴气立即熄灭了手电 母女的情绪也渐渐地好起来 尘风虽然仍然凛冽 但她们的衣服上的水也立得差不多了 身上的裤子也不那么难受了 檀树凹过了就剩五里沙滩了 县城不远了 她们心里充溢着希望和遐想 娘俩心里都在想 若能卖个好价钱 她们跌进泥巴水里也不冤枉 金贵不停地打着算盘 四十把倒数 一把若能卖到一块五就有六十元 过新年时 三个孩子就都能穿上新衣服了 这些少数是她几个月的辛劳啊 不说剪竹枝就说扎少数 也不知熬了多少个夜 过了年琴气个虎牙就又开学了 还得准备他们下学期的学费 但愿竹园能多长点冬孙 还能卖几个钱 家里的猪还太小 积不了多少肥 村里的人家都用化肥 施了化肥的庄稼确实长得好 小麦油菜绿的发污可爱极了 采平家的水蜜桃比他家的产量高出一倍 他想开春要买点化肥来用用 他没法养牛 开春就要请人来翻田撒秧 哟还有种子呢 用自家田里产的稻谷下秧 一亩田打不到两百斤稻 采平家从农季站买的稻种 一亩田收到千斤 明年也要去买新品种的稻种 他想着 要用钱的事儿太多了 想着想着 他就有种不胜负荷的感觉 两条腿也不由得有些发软了 秦进突然说 娘 以后上城里卖柴卖草双树 你就分成两担 我也能挑担小的 你就不会这样累了 他的一举一动 都没有逃过女儿的眼睛 他的心又是一热 好像喝下了一碗排骨汤那样可心 两条发软的腿也有了力气 女儿知道心疼他了 他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快味 步子也在不知不觉间加快了 他笑着回答说 我请进啊 真懂事儿 娘还不太老 有力气挑得动 你才十一岁 肩膀还嫩呢 娘啊 不用你帮着挑 娘只要你把书念好 有了知识 将来能到城里工作 娘吃再多的苦 心里都是甜的 你知道吗 秦庆 秦庆低头硬着 他默默地跟在娘的后面 过了一会儿 他还是把他心里想了很久 不敢说出的话 说了出来 娘 你太苦了 你就找一个人来家帮帮你吧 金贵做了个苦笑 他明白女儿这话的意思 长叹一声在心里说 你懂什么呢 谁愿意上我们家 来背这么重的包袱啊 可他不能这样说 女儿太聪明 会伤她的心的 他故作轻松地说 你看娘多有劲 他小跑起来 把担子挑的 刷刷的闪了起来 你不用操心 娘能养活你们 不需要别人帮我们养你们 相信娘好吧 秦庆的眼睛潮了 她不敢抬头向前看 叫眼睛盯着地上 她害怕娘回头 看见她流泪 要难过的 天大亮了 街上的行人多起来 饮食店飘出了阵阵的热气 像山上的蓝气 散发出点心的香味 不断有人开门出来 拎着菜篮或塑料袋 往菜市场去 金贵的布子更欢快了 自从大宝走后 他来卖过很多回东西 熟门熟路 他来得早 站住了一个好适口 他先放下草属担子 再解开草属捆 抖掉一些草属上沾的泥水 一把把整齐地放在地上 不一会儿就有人来问多少钱一把呢 秦庆就对那个人说 叔叔 你看我家的草属 蛮结实呢 竹筋是我娘一根一根捡的 不知熬了个多少夜呢 您再看看好吗 那人站住了 回头打量着秦庆说 你这小姑娘还真懂事 小得帮娘了呢 城里的孩子 哪个知道父母的艰苦啊 小姑娘 你上学了吗 金贵连忙替女儿回答 哦 她读四年级 学习可好呢 每学期都是三好生 女儿是她的骄傲 说起女儿 她心里就荡漾起幸福 哎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 那个人的画闸就拉开了 你家的孩子这么小 就小得帮大人做事了 我家那个懒虫啊 星期天要睡到中饭上桌才起来呢 啊 我们山里的牙子 哪有城里的孩子金贵啊 金贵也打开了画侠 她长叹了一声 哎 我们命苦啊 这蛋扫鼠 还不知道多会儿才能卖完呢 两个小的还锁在床上呢 一个低头 看扫鼠的女人好奇地问 你男人呢 她不管啊 金贵突然哑了口 眼睛煞食地红了 低下了头 阿姨 你别问我爸 琴琴细声地说 我爸死了 哦 对不起 对不起 哎呦 连忙说 我给你一块五一把 全买了 行不行 金贵原本也没有想卖两块 人家全要 他就可以早些回家 心里不由的一阵高兴 连忙说 行 那好 你捆好 挑起来跟我走 金贵母女跟在那个人的后面 没走多远 就进了一个大门 金贵认得 是大宝看病的县医院 那人 让他把造数 放到一间平房的门口 问一共多少把 金贵说了个数 他也没数 就叫他把他们搬进屋里 他拿出纸笔 对他说 卖造数的很多 哪里都能买得到 今天呢 算你走时碰到了我 你写两块钱一把 以后 我再买你的 金贵早就听说 买东西 要给回扣 大概 这就叫回扣吧 他二话没说 就按两元一把的价码 写好收条给他 欢欢喜喜地拿着钱 出了医院的大门 他牵起女儿的手 秦秦啊 我们今天 竟遇着好人了 走 娘去 买两个包子给你尝尝 你还没吃过包子呢 那里有家小吃店 娘 我不吃包子 秦秦甩掉娘的手 静止往回家的方向走 妹妹醒了 找不到我们要哭死呢 哦 娘是怕你饿了 好好好 我秦秦真是好孩子 真懂事 他小跑地跟上女儿 他们小跑着往家走 走上了阳屋山 秦秦就迈不动脚了 娘 吸一会儿吧 他就坐到了石凳子上 直喘粗气 心里有了一种要吐的感觉 金贵一见女儿面色不好 就知道是饿的 他自己也饿了 但他能够忍着 就说 还有一道领要爬呢 嗨 谁要你那么酱呢 饿坏了吧 秦秦无力地咬了一下头 还硬争气 还能瞒得住娘啊 金贵突然想起女儿小时候 他采丁香室熬粥喂她的事 突然就来了精神 阳屋山山高陵密 能没有野果子吗 但他没说他要去找野果 就招呼秦秦 啊 今天起早来 你稍稍歇一会儿 我去去就来 秦秦以为娘是找地方方便 就点了一下头 靠着一棵树干 合起了眼睛 金贵钻林子的本事 不逊于松鼠 他双手左右开弓 分开柴柯 就到了向阳的山牌子上 他一眼就搜索到了山楂树 金霜的叶子像火一样红 非常抢眼 兴奋的他一下子就忘了饥饿引起的不舒服 他伸手突然变得比松鼠皎洁 一下子蹦到了那棚山楂的面前 满枝的山楂果像无数的小红灯笼 坠满了枝头 磕磕饱满 射大 他一手撩起钱筋 一手像彩茶那般摘起了楂果 不一会儿就摘了满满的一衣兜 他抬眼一看 发现附近还有好多颗呢 可他心里牵面着女儿 在这种深山孤岭上让一个女孩子独自一个人 想到这儿他拔腿就往回跑 边跑边高声的喊着 亲亲亲亲别睡了 娘回来了 娘带好吃的来了 他连蹦带跑的一口气就回到了昔日良平的旧址 亲亲看娘给你带回来什么好吃的来了 金贵站在女儿面前将衣军长给他看 快吃 可甜呢 亲亲的眼睛忽然一亮 他拿起一颗山楂果送进嘴里 咬了一口 那带点酸甜的果汁 让他感觉到像喝下了一口葡萄糖那样来了精神 哎呀 真好吃 他眉飞色舞 伸手抓了一把 娘 你怎么知道这山上也有山楂 金贵见女儿吃得那么开心 他笑了 嗨 到了山上还会饿死啊 没有山楂也会有别的野果呀 他这才拿起一颗塞进自己的嘴里 娘 亲亲突然想到了弟弟妹妹们 就站了起来 我们边走边吃吧 亲家 亲家还不知道要哭成什么样呢 琴琴时刻记挂着不是一个父亲生的弟妹 金贵的心就有一种特别的安慰 走 我们快走 他们回到徐家岭的时候 也就是平时他们吃早饭的时候 可金贵还是急确的想知道他的孩子们怎么样了 还未到道场上 他就掏出了钥匙 没有听到孩子们的哭闹声 他心里反而更不安了 他几乎是扑进了大门上 边开锁边换着他们 虎牙 你起来了吗 青牙没哭吧 娘回来了 娘 娘 虎牙和青牙同时回应着他 虎牙说 我现在给妹妹穿衣服呢 青牙真宠的也抢的说 我没哭 我很乖 虎牙跑到娘面前说 娘 我已经长大了 以后你再上县城 我跟你一块去 自从冬孙开始发簪的时候起 金贵每天都要往竹园转几回 一是担心有人挖他的笋 二来有位查看他笋的掌势 够不够挖一次上县城去卖 还有很多的事要用钱 他都寄望于笋的收获上呢 东笋隐藏在泥土里 但他能够感觉得到 这是他很小就学得的绝招 离过春节还只有十天 冬笋耐放 放一个月也不容易坏 喜欢早饭年货的人家 就要开始买了 他挑了小年前几天 这个时间挖笋 估计要好卖一些 琴琴和虎牙也放了寒假 他们带着妹妹跟金贵一起来到竹园 琴琴捡竹枝 虎牙和青牙跟在他前后捡笋 他们的眼睛紧盯着金贵的锄头 他挖到一根笋 虎牙和青牙就蒸香来捡 按照他的要求 把上面的泥土清理干净 放到竹篮里 孩子们太小 还不知道他肩上的担子的沉重 不识愁滋味的 他们玩得很开心 他每挖到一颗 他俩就要欢呼一回 相互争抢 抢不到的青牙 就打赖 扑到哥哥身上 又垂又咬 他又得停下来出面调解 哥哥只好让步 青牙抱着冬笋 笑得比花还灿烂 这一场景 让在果园烧火粪的安平 看呆了 他的目光就磁了 挪不动眼睛了 他喜欢孩子 上天却不让他如愿 看到人家的孩子 他心里就不由地 泛起了羡慕的细荡 看着看着 他的大脑就管不住自己的脚了 孩子们闹腾的画面 把他吸引过去了 啊 表叔 最先看到他的是虎牙 他激动地高喊着 娘 表叔来了 表叔 青牙也跟着叫唤起来 娘 表叔来了 安平也就大声地回应着 啊 你们挖笋啊 金贵直起腰 回过头来跟他打招呼 啊 安平哥 你怎么来了 我在果园烧火粪呢 看你们在挖笋啊 就过来了 他三步并坐两步地 来到他们面前 打量着金贵 看你的头发 都被汗弄湿了 我来帮你挖一会儿吧 啊 不用 我不累 娘 秦妾听见母亲拒绝 安平帮助 就说 你就让表叔帮你挖一会儿吧 哎 你表叔 他知道哪里有损啊 你告诉表叔 他不就知道了吗 秦妾真是个好孩子 小的心疼你了 安平 从金贵的手里 夺过挖厨 对金贵一笑 你怎么了 见着我就想躲 我什么地方得罪你了 金贵的脸 微微 泛上了红韵 他没有回答 指着地上的一个地方说 啊 这里有两根笋 一大一小 他倾下身 用手指着 你从这里挖吧 别碰到边上的那颗小的 让它再长几天 留到大年前两天再去挖 安平就遵照 他的话 果然挖到了笋 他感叹地说 哎呀 金贵 我真是服你了 你又不是X光镜 怎么就能晓得这里有一大一小两颗笋啊 金贵 微微一笑 什么也没说 他们继续挖笋 毕竟安平是个男的 力气大 一锄头下去 就能挖起一大块土 不像他 要挖好几下 才能挖起那块土 太阳还没当顶 他们就挖满了两大竹篮 金贵说 啊 够了 留点年前再卖吧 安平 颠了颠死后说 哟 这么重啊 我给你送回去吧 啊 安平哥 你和彩平姐 对我真是没说的了 我不好意思 老要你这样来帮我们 金贵 我发现你变了 我们又不是外人 彩平是大宝的亲表妹 她和你是同学 又是好朋友 我们还在宣传队同过室 一起唱过歌 跳过舞 比亲子妹还亲 比亲兄弟还亲 你的孩子 不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吗 你一个女人家 带着三个未成年的孩子 多不容易啊 我们帮把手 还不应该啊 你就别这样生分了 好不好 她一手拎起一蓝笋 喊了声 秦庆 虎牙 兴牙 我们回家 林虎欢呼起来了 哦 回家喽 跟在了她的身后 像山雀那样 往山下飞着 哎呀 慢点 慢点 安平回过头来招呼他们 别摔倒了 金贵扛起锄头 召唤着秦庆 我们也走啊 啊 娘 你们先回去吧 那边还有一些散枝子 我去把它们捡到一块 有空我就可以捆了一同搬回家的 金贵没有多想 就说 啊 那好吧 小心一点 别被刺伤了啊 这些故事 逗得两个孩子 哈哈大笑 虎牙坐在她的右腿上 头紧紧的靠着她的右肩 心牙坐在她的左腿上 抱着她的脖子 在亲她的脸 哎呦 快下来 快下来 别缠着表叔了 金贵见状责备着孩子 表叔给我们挖了一上午的笋 不累啊 真是不懂事 娘这一骂 两个孩子就有些失落 不得不从安平的腿上往下滑 哎 我一点都不累 没事 她又把孩子往腿上抱 你去做你的事 我跟孩子玩一会儿就回去 哪有这样的道理啊 帮我做事不给你饭吃啊 金贵想想 自己一进门就呵斥孩子 感觉到很歉意 你若不嫌我们家没菜啊 你就走 不嫌弃无油无盐的饭菜 就留下 我还有事啊 要请你帮忙呢 哎 好啊 有饭吃还有不吃的 她心里 慢起肿说不出的高兴 有什么事要我做 啊 孩子爷爷住过的房里啊 灯不亮了 请你替我看看 是哪里坏了 安平从腿上放下孩子们 对他们说 你们去玩吧 就来到了东边的屋里 站到床上拽过灯 迎着光线看了看 灯泡的乌丝还是好的 她断定是线路出了故障 就喊金贵 有起子吗 啊 什么是起子啊 金贵从厨房里跑过来问 啊 就是宁罗斯用的一种工具 一头有一个木坝 另一头是圆缸 前面扁的那种东西 我没见过 那老虎钳子有没有啊 没有 安平从床上跳下来 对金贵说 没有工具 卸不开灯头 看不出哪里出了毛病 这样吧 明天我把工具带来 给你家的电路 统统检查一遍 秦军说 这上面的灯不亮 写作业看不清 是灯泡太小了吧 你看买多大的盒室啊 我明天从线上带回来 安平仰头一望说 这么间大屋子 只有15瓦的泡子 又掉那么高 还不要把孩子们的眼睛看坏了 省钱也不能在这上面省啊 孩子们哪能在这里写作业啊 你不用管了 我来想办法 啊 那就谢谢你了 你看你看 又说生分话了 好 不说 金贵朝他一笑 就退到厨房里去了 虎牙没见着秦婧 带着青牙找姐姐去了 安平本想找他们再玩一会儿 他走到门口张望了一下 见他们正在对面的山上竹园里 便回转身来走进厨房 故意问金贵 哎 孩子们呢 啊 肯定去玩去了呗 安平 安平不经意间向金贵的身边靠过去 金贵的心不由的哆嗦起来 他也说不清此时此刻的心情 似乎有一种期待 又似乎有某种金贵 似乎有些兴奋 又有些惶恐 他的脸不由的燥热起来 为了掩饰内心的慌乱 他一手掀起锅盖 一手拿起锅铲 热气砰的生腾起来 营绕着他的脸 他的面容像烟雨笼罩下的玫瑰花那般生动迷人 安平的心不禁狂跳起来 他移伸到金贵的身后 抬起双臂 从他身后伸过去 紧紧地抱住了他 金贵好像突然被电击中了那般 浑身酥软无力 有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仿佛心脏也突然停止了跳动似的 当他把嘴唇凑上来 想吻金贵的时候 金贵猛然间像从睡梦中惊醒过来一般 别别别 他把头扭向了一边 想躲过他那热气喷发的身体 和他颤动的风唇 又放下手里的锅铲锅盖 想用双手去拨开他的手 安平哥 你别这样 给孩子们看到了可不好 他们都在竹园里呢 不不不 你不能这样 如果采平姐知道了 要难过死的 金贵使劲挣脱他那像铁姑一样的双臂 可他越想挣脱 他抱得就越紧 他的双肩紧紧地控制着他的上身 他的嘴唇控制不住地在他的颈上耳后疯狂地吻了起来 安平哥 你放了我吧 我求你了 彩平姐对我恩重如山 你不能这样 你这样是让我没脸见人啊 无言面对我姐呀 说着他竟然抽气了起来 安平松开了手臂 锤臂立在了他的身后 金贵没有料到 他会这样轻易地放了他 他后退了一步 低声地向他道着歉 安平哥 对不起 我不能做对不起彩平姐的事 你能体谅我吗 安平深深地叹了口气 轻声地说 啊 金贵 你不要误会我 以为我是趁你成了寡妇 就想来占你的便宜 我不是这种人 你应该清楚 你是我第一个爱过的女人 在宣传队那会儿 我非常想和你好 只因为我家成分不好 我怕你嫌弃我 看不起我 不敢接近你 更没有勇气向你求爱 后来 你成了现役军人朱小毛的未婚妻 我痛苦至极 在对你彻底绝望后 娶了彩平 她也是个好女人 可我就是忘不了你 你一直在我的心里 请原谅我 我不是想占你的便宜 我是情不由己 啊 我知道你喜欢我 我知道 可我不能喜欢你 安平哥 请你原谅我 哦 我知道 我不会怪你 安平深情地看着她 金贵啊 你太苦了 你不能这样苦自己啊 哎 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金贵捶着头 用手背擦着眼泪 只愿我的命苦 怨不得别人 好金贵 我以后再不这样了 我只在心里暗暗喜欢你 帮帮你 还不行吗 安平的目光 低垂地继续说 我是真不忍心 看着你和孩子受罪 听彩平说 你和秦庆 挑造势上县城 在周家冲 滚到泥水田里去了 半天才醒过来 我和彩平啊 心里都不好受 以后 你要上县城买东西 你若放心的话 我就替你去买 我有摩托车 走大路 虽然远一点 也就三十来里 要不了一个小时 秦庆太可怜了 这么小的孩子 就要替大人分担生活的重担 再说 这回啊 算你们走运 没伤着拿 若跌断了骨头 可不是好玩的 你就答应我 别让秦庆起半夜 跟你走夜路了 如果你不放心 怕我把你的东西卖贱了 你就随我一起去 我用车载着你 行不行 安平哥 你怎么就不理解我的难处呢 你这样帮我 人家会骂我的 你没听说过 挂妇门前是非多这句话吗 你怕这怕那 那你还要不要活呀 人家想怎么说 就让他们说去 不 金贵坚定地表示 我受不了 我的父母儿女也不能忍受 安平哥 谢谢你 累不死人 也苦不死人 我们吃饭吧 你给我喊一下孩子们 安平离开时 又对金贵说 这两篮笋啊 我给你拎回去 明天我替你送到县城里去卖 他伸手就要去提笋拦 金贵慌忙地上前拦住 不用 卖笋早点晚点没关系的 晚去也能卖个好价钱 不用你费心了 我自己完全能行 谢谢 他再也没有让他来提修电灯泡的事 安平走后 他就下地了 这几块地就在他家左边山龙的山牌子上 站在那里刚好看到大宝舅舅家的房子 他家屋头上的吹烟刚熄灭 大概中午饭刚做好吧 他弯腰除几草来 这几块地夏天插红薯 秋天种油菜 土地大概也像女人 一个女人生养多了 汁水也就让子女吸干了 这里油菜长不壮长不高 稀疏的像五穀须 红薯也长不大 太贫瘠了 每年这样种又没有多少肥食 哪能长得好呢 他是连洗连水 洗脚水都舍不得倒掉一滴的 可肥料还是不够 见着有男人的人家 一代代的化肥往家里扛 他心里真为自家的庄稼委屈 他也想给他们吃一点化肥 可样样都出自他一双手 他哪有那个能的呀 他除着除着又想起中午那事 心里便泛起了别样的滋味 他的乳房有了一种冲胀感 与往常好像有些不一样 似乎坚硬了许多 女人是不是也和庄稼需要肥水滋养一样 需要男人的爱抚来滋润呢 他的脸红了 他在心里骂着自己 怎么这么贱 真是不要脸 好像旁边有人看透了他的心那般 他羞愧难当地垂下了头 使劲地除着 差点将油菜壳除掉 三块油菜地除完了 就去除附近的几块小麦地 冬天的白日短 太阳好像一滑就落到西山下面去了 阴冷的黄昏气息开始弥漫 他加快了除的速度 想趁夕阳最后一抹光影 把余下的地除完 晚上还有晚上的事等着他 想儿女把书读好 就不能指望他们做事 他们都还是孩子 虽然勤气已经很懂事 但他毕竟只有十一岁 如果是别人家的孩子 正是撒娇的时候呢 他扛起锄头往家走 刚转过山嘴 就望到了三个黑影 站在他家的道场边上 是他的三个孩子 在等他回家 他心里先是一阵热 后又是一阵酸 啊 琴琴 外面很冷 快带弟弟妹妹进屋去 腿脚就不管不顾的 蹚着荆棘和茅草 向他的儿女们跌跌撞撞的奔来了 他牵着儿女们往家走 进屋后 拉亮了屋里的灯 哎 这灯好像比先前亮了些啊 军贵的话刚出口 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肯定是安平来换了灯泡 却没说出来 啊 是表叔来换的 嗯 爷爷房里的灯也修好了 琴琴解释道 嗯 表叔还说 他要给我和弟弟 要装一盏台灯 专门写作业 换个大炮子 只是暂时用一下 叫你不要心铜电肺 等台灯做好了 他再来换上原来的小炮子 啊 他倒想得很周到 可他没说出口 只恩了一声 表示知道了 金贵放下锄头 就往厨房走 琴琴抢在娘的前头 进了厨房 金贵洗完手 就把女儿下午洗好的 一篮红薯 拎到了锅台上 将中午剩下的饭菜 放在了红薯的上面蒸 琴琴没带娘叫 就点着了灶火 金贵就去喂猪 这是大宝走后 他养的第二头猪 才捉回来四个月 只六十来斤 孩子们早就哼哼唧唧地 吵着要吃了 小猪 小猪听到他端猪石 咚咚的脚步声 就昂起头在等他了 他刚把猪石盆放到了猪栏下 小猪的两只脚就搭到了石头气的猪垫上来 伸着长嘴又拱又咬又叫的 他用猪石瓢扣了他的头叫道 嗯就这么饿呀 快让开 也真怪 小猪连忙把脚收回去 乖乖地让到了门边 等他把猪石拌上些糠 再开门放进去给他吃 听到他多多地吃得欢畅 他那颗疲惫的心 好像也得到了安慰和养息似的 喂完猪后他往回走 看见堂屋里的灯还亮着 他就来气了 怎么还没把灯关掉啊 他就喊了虎牙一声 啊青牙还要玩 他不让关 虎牙怕挨骂 连忙推卸责任 这个灯只能写作业的时候开着 他啪的一声把灯拉灭了 快吃饭吧 都到厨房来 琴琴就像大人一样 踮起脚掀开锅盖 把蒸热了的剩菜剩饭 端到了锅台上 盛上了一碗给弟弟 再盛上了一竹筒给妹妹 把余下的饭回到锅里温着 捡出一碗红薯 招控着母亲 娘快来吃吧 金贵放下手里的活 见大女儿端着一碗红薯再吃 她掀开锅盖 从她的手里夺下红薯倒进锅里 把锅里的饭要往琴琴的碗里倒 娘 我喜欢吃红薯 这饭是我留给你吃的 她抢过碗 用一只手掩着不让娘把饭往里倒 金贵生气了 她紧锁的双眉说 琴琴 你怎么也不听话了 你要上学读书 不吃点真东西填到肚子里 能记住书吗 听话 娘做的是粗事 只要不饿就行 快把手拿开 娘 琴琴扭过身子 把碗藏到了一边 娘 你一天做到碗 晚上我们睡了你还在做 你若倒下了 我们几个靠谁呀 你吃我喜欢吃红薯 琴琴从锅里抓起了两根红薯 就逃到堂屋里去吃了 金贵的泪水猛的涌了出来 她放声的哭了起来 琴琴呢 你若这样不听娘的话 你叫娘如何过呀 见娘哭了 琴琴只好回到厨房 惺惺的说 娘 那我们俩分着吃 一人一半 行吧 好吧 金贵让步了 琴琴夺过装饭的瓦箔 把所剩不多的饭 剥一半到娘的碗里 余下的剥到了自己的碗里 吃过晚饭 金贵往锅里咬了半锅水 往灶里添净两把碎竹枝 她已经几天没洗澡换衣服了 明天要上城里去卖笋 她得洗干净 换上干净的衣服 不能让城里人看不起 明天不用起三更出门了 也不用担心再掉进泥巴田里 她找出了进大宝家时穿过的那件紫红色的外套 平时她舍不得穿 只是外出或有事时才穿穿 虽然已经开始褪色 可这是她唯一能见人的衣服 她又找出了替换的内衣内裤 回到厨房 锅里的水已丝丝的作响了 她拿出大澡盆 关上通向卧房和堂屋的门 就开始往澡盆里摇水 热气弥漫起来 她脱光了身体坐到盆里 山里冬日的夜晚是非常冷的 她打了个寒颤 连忙抓起毛巾往身上浇热水 热气凉绕 她裹霞在雾癌里 她的身体时隐时现 如果画下或拍摄下来 那是幅非常美的画呢 热水洗在身上 她感到很舒畅 洗着洗着 几天的疲劳 好像都被温暖的热水洗跑了 她在身上抹了点香皂 手下就滑溜起来 尽管她整天像被抽打的陀螺那样撞个不停 未过日子和未来又操不完的心 可身体却没有被泪垮 身子仍然不失丰满 她的肩膀浑圆 她的腰支仍然柔软 她的手臂光滑细腻 她的两条腿均匀白皙 她的双颅还像铜钱那样富有弹力和丰硕 还真应了那句俗话 天养人肥胖胖 人养人皮包骨 命该累不倒她吧 她轻柔地搓起身子 从脖子到肩膀 到前胸到乳房 虽然她的脸 常年累月让太阳晒得有些黑红 但她的皮肤却润滑白净 她无声地叹了口气 小毛说过 女人身上的东西 都是特地为男人长的 可惜她们长错了地方 长在她身上算是白长了 她替她们感到惋惜和委屈 她们不该长到她这个命苦的女人身上啊 她的心呼得一阵酸涩 泪就流了下来 她慌忙擦去 发现水已经凉了 她也从不切实际的遐想中 回到现实里来了 真该死 怎么能去想这些无聊的事呢 真不害臊 她在心里骂着自己 赶忙背上开水 洗净身上的肥皂墨擦干起来 她穿好衣服 把换下来的脏衣服浸泡到棗盆里 又用手将它们进进尸 然后就回到房里 三个孩子都已经睡着了 她轻轻地拉亮灯 把青牙往床里边剥了剥 她依着她鞋靠到床头 就着微弱的灯光 纳起鞋底来 山里的路费鞋 夏天还可以打着赤脚 冬天不得不穿鞋 四双脚 一年要穿多少双鞋呀 她哪有那么多钱去买鞋 只能自己做 她不能让两个上学的孩子 打赤脚穿破鞋 就得自己苦点 累点 她给自己定了个指标 如果是扎竹枝扫把 一叶最少扎四把 如果是纳鞋底儿 最少一支 江西补纳 都只能利用早晚时间 白天 她得到田里去四弄庄稼 一家人的粮食 就靠从土里长啊 里外都靠她一双手 只要她的孩子不受委屈 她就不感觉苦 那鞋底儿的麻快用完了 又得搓了 一件接一件的 永远做不完 远处传来了一声鸡叫 她打了个哈气 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呀 她浑身也吸软了 好在一只鞋底儿已经纳完 她脱去外衣 灭了灯 躺下了 新客就睡着了 她睡得很实 不知从什么时候 她又走进了那个醒来就深感羞涩的梦 不知那个男人是谁 也记不得她长的什么模样 也搞不清她是如何进入她的身体 但她就是能感觉到她给她带来的快乐 她几次都是被自己的欢叫声惊醒的 醒来后心还在狂奔呢 今儿个她又坠入了那个朦胧的梦境 没想到的是 梦中的喊叫竟然惊醒了琴琴 她呼着一坐 大声地唤着 娘 你哪里不舒服啊 娘 你怎么了 金贵 这才从美梦中惊慌失措地坐了起来 睁大眼睛看着女儿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娘 娘 你怎么了 她摇了一下头 娘做了个怪梦 没事 你快睡去吧 别动着了 琴琴回到了她的铺上 又睡着了 她的心还在狂跳不已 这是怎么回事 她的脸在黑暗中羞得像红布一样 感到火啦啦的烧人 她再也睡不着了 更不可能再回到刚才的梦里去了 她想过好多次 她怎么会做这样的梦 是不是别的男人女人也做这样的梦 如果别人都没做过这样的梦 那就是上天怜悯她这个没有男人的女人 给予她特别的恩赐 尽管是 她也获得了一种快乐和满足 她不由的偷偷的笑了 突然间 她家从没开口叫过的宰公鸡叫了起来 也许是第一次发声开口 那声音怪怪的 尖尖窄窄的 像被人饿着脖子叫不出来似的 她抬起身子 向窗口看着 好像有了朦胧的微光 她一咕噜翻身下床 麻利地穿好衣服 扶到琴琴的耳边 小声地唤醒她 对她说 我去县城卖笋 你在家照顾好弟弟妹妹 锅里有红薯 饿了你就热一热 有那么多笋 也不知道要卖到什么时候才能卖完 别让它们跌了烫了 娘 我陪你去吧 天都快亮了 娘不怕 家里没人不行 说着 她就挑起了竹笋 出去了 安平 一夜都没有睡闻 她一合上眼 心里头就浮现起金贵的面影 老觉得她在抱着她 她的手臂 好像还贴着她丰满的身体 她身上散发出的特有的体香 好像还在她的鼻前回旋 她的胸服还能够感觉得到 她身体里释放出的 诱人的热力 她迷醉在金贵的氛围中 不能自拔了 从她还是少女那会儿 她就在心底里想过几百回 她要娶她 可那时 只不过是一种妄想 环境逼迫她 放弃了她 理智逼着她 不得不承认 她是属于别人的 尽管时代不同了 她再也不是往昔任人采压的安平了 但她也没有权利去想她 可有时她还是忍不住要去想 大宝走了 丢下孤零零的她 她成了孤雁 在叹息她命运不济的同时 她对金贵那份等同于死了的爱恋 就像深埋在泥里的种子 遇到了春风的吹拂 春雨的滋润 阳光的爱福 又蒙动了 发芽了 她联系她 总想伸手去帮她 向她发送出她爱恋的讯号 可金贵很敏感 不愿接收 发回的信息 总是被拒收 昨天 她鼓足勇气抱住她 她却哭了 还明白地告诉她 她不能做对不起彩萍的事 求她别这样 她也知道 她和彩萍比亲姐妹还亲 她说的 也是发自那些深处的真话 安平非常矛盾 彩萍除了不能生孩子 没有别的过错 彩萍又那么爱她 如果她娶了金贵 就不得不伤害彩萍 她也知道 这对彩萍不公平 可她又管不住自己的心 仍然要想她 见她那样的辛苦 心里就非常难过 就想去帮帮她 只要她不拒绝她的帮助 让她天天看到她 让她摸摸她 亲近她 那该多好啊 可她就是不愿意 每每安平要去帮她 她就逃避 给她拒人鱼千里之外的感觉 安平也知道 她到她家去多了 会引来流言蜚语 一个年轻挂居的女人 声明非常重要 流言蜚语比杀人的刀子还厉害 她不是不理解 她内心的痛苦 她也不愿意 给她增添苦恼 可她就是 想天天地跟她接近 她想着想着 就在心里说 我爱金贵 是我自个儿的事 又妨碍谁啊 她突然来了勇气 就有了种 不管不顾的冲动 她决心要得到她 要她 为自己生个孩子 她就这样 辗转到半夜 只睡了一小会儿 就悄悄地 从彩平身边起了身 拉亮了灯 一看手表 已经三点多了 金贵今天 一定要上县城 去卖损 平常 她都是三更出门 她得抓住这个机会 让她知道 她的真心实意 不管她今天 何时出门 她一定要让她坐上 她的摩托车 把她带到县城 她浑身充满了热力 有了那种 去赴情人约会的感觉 不管金贵 今天何时出门 天如何冷 她都要等到她 她把车 推出道场 就跨了上去 打着了火 从小溪桥上穿过去 很快就出了村 在通向县城 大道和小道 分岔的路口 停了下来 只要是上县城 不管走大路 还是小路 这里是必经之路 她把车 推到路边的 大柳树下 支撑稳当 从意大利 摸出了打火机 点着火 照着手表 看了看 正好是四点 冬日山里的黎明 来得特别的晚 不到七点半 天都不会亮的 采平常在饭桌上 说金贵的事 她知道 她起早上县城 卖东西 都是计较三遍 就出门的 她估算过 大约四点钟的光景 正值黎明前的黑暗时段 万籁巨静 没有虫鸣 没有蛙声 也没有刮风 天上只有几颗 像凝冻了的寒星 没有光芒 一动不动 路边的枯草上 好像涂了层薄薄的白粉 霜还下得不薄呢 可它却没有觉得冷 安平抬头 想通向村庄的土路望去 没有人影 又想通向县城的两条路看了看 小路是祖辈走了 不知多少年多少代的路 他第一次跟人进城 走的也是爬山的小路 如今仍是徒步进城人的首选 他比走大路要近十里 大路是前些年才修的 虽然比不上博有水泥的国道 但对他们这些山民来说 就很可以了 不但可以走拖拉机 摩托车 自行车 也可以走汽车了 如今外出打工的人多 山民的生活改善了不少 除了建楼房 买了摩托车的人也不少 嫁女儿娶媳妇 摩托车成了陪嫁和彩礼必备的礼物 可像金贵这样没有男人 缺少劳动力的人家 能吃饱穿暖 就算他能干了 可怜的金贵 附近村子里又想起了此起彼伏的机体 他仰头看看天 又像通向村里的土路望了望 仍不见金贵的身影 他不觉躲起步来 不停地向来路张望 还不见有人影过来 夜路袭人 他感觉有些冷了 不自觉地跺了跺脚 烟头烧着了手 他扔到了地上 抬脚踩灭了 又掏出打火机 照看着手表 时间好像是有意要跟他作对似的 怎么走得这样慢 烟都抽了两只 才过去半个多钟点 莫非 他猜着了他要在路上堵他 就故意今天不上县城耐损了 有这个可能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躲避自己呢 难道苦难已经把他变成了男人 不再稀罕男人 不想男人给他爱福和慰藉 任何一个女人都希望得到男人的追求 巴望男人给他献殷勤 感受男人热啦啦的爱慕眼光 他的男人都走了两年多了 难道他就不想这些吗 金贵不是木头 当然也想在安平的怀里歇息一下疲惫的翅膀 撒撒娇 他的本意并不是想推开他 安平能感觉到那天他浑身在颤抖 他使劲推开自己 使他心里的障碍太大了 安平后来反复揣摩了许久 金贵躲避他有多种原因 最大的障碍就是彩平 他明白地对他说了 他绝不能做对不起彩平的事 再就是舆论 寡妇跟有妇之夫恋爱相好 会成为乡人们茶余饭后的取乐 消遣的最好的谈资和佐料 有些人还会用最浅薄 最肮脏 最恶毒的话语来谈论他 哪个女人不怕这个屎盆子啊 还有白眼 侮辱和不齿 安平怎么能不理解 金贵的忧虑 恐惧和痛苦呢 他也不忍心要他遭受那样的灾难 他愿意跟彩平离了再去娶他 他们就可以合理合法地结婚 他可以做他的上门女婿 帮他把孩子们抚养成人 只要他能接纳他 安平什么都愿意为他去做 乐意为他不要名声 遭人唾骂 可金贵却让他不敢接近 他低头想东想西 突然他听到了有脚步声传来 由远而近 由轻而重 他突然有了种窒息的感觉 仿佛心都不跳了 是他 是金贵 他终于来了 扁丹在金贵的肩上颤颤悠悠 脚步传出刷刷的响声 他的眼睛盯着地面 则那些比较平整的地方下脚 他心里只想着 这些损要能多卖点钱就好了 如果能卖到三元一斤 他就给秦庆买只小闹钟 突然 一双男人穿的脾袭脚挡住了他的前路 他吓了一跳 本能地想往后退 可由于他一直低头再往前走 惯性的作用 他没能站住 更没能退城 前面的粉蓝和扁丹 反倒撞在了安平的身上 安平呃呦了一声 就抓住了他的扁丹头 金贵 我在这里等了你两个钟头了 来 你歇着来 我帮你一块去卖 金贵放下担子 一手拿着扁丹 一手撩起披在额上的并发 后退了一步说 安平哥 你这是何必呢 让人家知道了 可不得了啊 深更半夜的 我跳进通天河 也洗不清啊 你回去吧 趁人家还都在睡觉 他拎起扁丹 就躬下身 要挑起担子 安平 眼急手快 他的两只手伸出去 就像一对钢钱 一手拎起一只篮子 往摩托车两边 踏板上一放 跨上去 一踩油门 窝的一声 就飙上了大路 飞奔而去 金贵 金贵在后面喊着 追着 你停下 停下 安平 却头都不回一下 金贵 不屈不挠地追赶他 虽然他跑得 也像飞一样 可人哪赶得上摩托车呢 他大汗淋淋 气虚传传 一口气追出了二里多地 早已忘不到他的影子了 他气馁地蹲到了地上 隐隐地哭了起来 没见过这样欺负人的 我要跟彩婷姐讲 安平害怕被他追上拉住 一直不敢回头 狂奔了好一会儿才回过头望去 看见他并没有跟在后面 连他的影儿也没有看到 就有些慌了神 他停下来 瞭望着来路 他是回去呢 还是怎么着了呢 他没有争得他的同意 就这样把他的东西 强拎到他的车上 这是来瞒的 他若误会了 不就是要把好事弄糟了吗 他犹豫了一下 就调转车头往回飞驰 数分钟后 他隐约地看见 有个黑影蹲在路边 他的心猛得一颤 坏了 他慌忙泛慢速度 跳下车 把车停到路边支撑稳 向他走了过去 他蹲到金贵的面前 轻声地说 对不起 我不该把我的想法 强加给你 金贵 请你原谅我 他很想伸手 去给他擦拭泪痕 但抬了抬手 又放下了 我 我只是想帮帮你 没有要抢货你的意思 安平哥 我知道你对我好 可我不能接受啊 难道 你不知道我的难处吗 安平 点了一下头 叹了口气 鼓足勇气 抓住他的手 把他拉了起来 哎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我也不愿意让人家说我们的闲话呀 可是 我 我管不住自己的心呢 就是想你 就是想你 日里 夜里 都想 做任何事的时候 还是要想你 我就是时刻都想见到你 我也没法子 我想减轻一点你的劳累 替你去卖损 可你 我想 我想 那样你就不用起五更 歇半夜了 你就是不让 你昨天 若是同意 我把子栏带走了 今天就不会三更起来 在这里等你了 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的心意呢 金贵被他说得泪花滚滚 安平抬手给他擦了擦说 天还早 现在路上还没有人 不会碰到熟人的 我带你走好吗 他没点头 也没摇头 安平就想 没有反对 就是表示同意他带他了 他挽起他 把他往他的摩托车边上扶 他抬腿上车 叫金贵坐到他后面 金贵就上去了 他说 摩托车开起来飞快 你会摔下来的 你要抱紧我的腰 金贵说 我不能抱你的腰 哎 不抱可不行 我可不能保证 你就摔不下来啊 那 那我就下去走 还有二十里路呢 说好了我带你 怎么又反悔了 金贵就要往下滑 好好好 你不抱就不抱 他从车上跳下来 那你坐前面好不好 你只管抓住这里就行了 他叫他抓住扶手 金贵把身子挪到前边去了 安平见他已经坐好 就以迅雷不羁掩耳的速度 抬腿从他的身后往车上移迈 双手越过他的双臂 握住把手 迅猛地踩起油门 向着县城的方向猛飙起来 哎呀 这样不好 这样不好 让人看见了 话就多了 你让我下去 我要下去 摩托车的吼叫声 盖住了金贵的声音 车跑得像飞一样 他不敢挣扎 更不敢往下跳 怕摔伤了自己 也怕摔伤了安平 金贵又喊起来 你停下 你停下 安平装着没有听见 反而把他夹得更紧了 让自己的胸口 紧紧地贴着他的肩背 仿佛就要把他整个人 吸进他的身体那般 安平把嘴凑到他的耳边说 金贵 今天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只要能这样搂着你 就是死也无憾了 金贵的心不由地打了个惊了 心说 他怎么能说这样不吉利的话呢 观音菩萨 保佑他骑车平安 安平听到他喃喃的声音 知道他在为他担心 心里立刻就让起幸福的涟漪 他心里有自己 很在乎自己 怕他出事 安平感动得热血沸腾 他的双唇不由自己的 向着他的脖子厚厚压了过去 疯了似的吻了起来 你不能这样 金贵的嘴里这样说 却没有反抗的力量 他仿佛触了电一般 顿感全身酥软 没有丝毫的反抗力气 安平一只手紧握车巴 另一只手抽出来 伸进了他的怀里 在金贵那双风间来回的徘徊 金贵也能感觉到他的热力和他的坚硬 突然间金贵看到前面有人从小横路向大路走来 他仿佛突然从梦境中惊醒过来似的 大声的提醒他 前面有人 小心 安平也吓了一跳 他小声的叫劲着他说 你看你 你开车得小心 这可不是玩的 你还是让我坐到后面去吧 金贵在安平的怀里 安平也怕又要控制不住自己 万一出了什么事 他的三个孩子可怎么办呢 哦 哦对对对 你说的对 好的 他把车停下来 你坐到后面吗 天都快亮了 就快要到了 还是让我自己走吧 他就要往下挪腿 哎 还有四五里路呢 你怎么又变卦了 他用一只手拦腰夹住他 以命令的语气说 坐完 抱住我的腰 就迈上了车 抱紧一点 我又不是老虎 说着就采取了油门 嗡的一声飙了起来 金贵的内心充满了矛盾 就像现今那些发福的女人 想减肥又舍不得美食的心情 他的男人死了 死了两年了 他当然向往男人的爱抚和只有男人才能给予的那种快乐幸福 可他又不敢大胆地去接受 他害怕被唾骂 可又本能地渴望 安平的体温透过衣衫传到他的身上 他就有种说不出的愉悦 安平身上放射出的磁场深深地吸引着他 他抱着这个男人 就是抱住了快乐和幸福 抱住了这个男人 就没有了那种形单影之的孤独寂寞 他想就这样抱着这个男人 把头脸紧紧地埋在他的背心上 就像累了的时候 倚着棵树干嬉戏那样 可他的内心 却被那种做贼的感觉困扰着 如果他能带他跑到天涯海角 没有人认识他们的地方 那该多好啊 可他走了 他的孩子们靠谁抚养呢 安平走了 蔡平怎么办 他暗自叹了口气 唉 真是胡思乱想 李智告诉他 这是不可能的事 他再也不能这样糊涂下去了 他是蔡平的好朋友 蔡平带他比带亲姊妹还要亲 他不能偷他的丈夫 不能夺他的男人 他得再次明确地告诉安平 这样的事情不能再发生 今日的事就当没发生 就在金贵东想西想之间 车子进城了 安平看了一下手表 七点刚出头 他就说 啊 我们先吃点点心 我再陪你去卖笋 他就把车子停在了一家小吃店前 金贵连忙从车上跳下来说 啊 多谢安平哥 他手脚麻利地一手拎起一篮笋放到地上 又从脚踏板上拿起挑水用的扁担勾住了篮笋 你吃 谢谢你送我 挑着就走 安平被他拒之于千里之外的样子搞懵了 他愣了一下 就推起了摩托车追上去 哎呀 你不吃就不吃嘛 干嘛这样 他上去拽住他的扁担 我这又没费什么力气 你干嘛呀 金贵挺住了 但没有放下担子 他一手紧紧地抓住肩上的扁担 不让他被拉滑下来 一手去推安平的手 用非常震惊的语气对他说 安平哥 我能行 你去办你的事吧 我要趁早去集市上去卖 你总要吃点东西吧 现在我没功夫吃 饿了我自己会买的 菜市场上有卖吃的的 那你不要我帮你卖损了 不用 安平仍然拽着他的扁担不放 哎呀 你放开好不好 他见金贵拉下了脸 就松开了手 他飘起就走 安平脸上去说 哎 等一会儿 我到菜市场来找你 带你回去 我不用再搭你的车了 你办你的事 办完事 你就回家 你就是来找我 我也不会坐你的车回去的 说完 挑起担子就走 安平愣在了那里 目送着他挑着重担 一扭一扭 渐远的背影 茫然了 金贵一卸下担子 就有人围了上来 有很多人来买他的笋 不多一会儿 他的笋就卖到了剩下几个了 尽管好看的都给捡走了 如果金贵再坚守一会儿 剩下的这几个碰破了点皮 卖原价还是可以的 但他担心安平来找他 他决心一下 不能跟他的车回去 如果安平犯完事 来菜市场找他 拉拉扯扯 刺激掰拉的 不让他走 他哪好当着许多人的面 跟他来应的呢 人家就会猜测他们的关系 他下次还怎么有脸来卖东西呢 他在心里算过了 他说他要上电管所 还要上钟表店修表 那些地方至少要八点钟 才能开门 等他办完事 起码要到十点钟 他若能在十点钟之前卖完 他就是来了 也找不到他了 他问了一下别人几点了 那人说九点五十 他就赶忙把剩下的笋 低价卖了出去 挑起了空篮 就急急的出了城 走完了五里平地 就到了大小路的分岔处 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安平早等在那里了 他拦住他说 上车吧 安平哥 你别难为我了好不好 可他的心里又非常感动 小毛 小毛没有这样等过他 大宝也不会来这一套 哪个女人不希望男人这样的对待他呀 他心里不由的让起了热浪 但很快冷静下来了 他不能啊 你既然能坐我的车来 为什么就不能坐我的车回去啊 坐我的车 我就能吃了你啊 你是不会吃了我 我不是怕你吃了我 我是怕众人的嘴要吃了我 安平哥 你对我的好 我心领了 你就随我的意吧 他起怜地看着他 那好吧 安平点了一下头 我不会强迫你做你不愿意做的事 他揭开摩托车的工具箱 拿出了一只小方纸盒 递到了他的面前 啊 这是我给秦妾买的闹钟 他愣了一下 这才想起忘了对女儿的许诺 哎呀 我这个做娘的还不如一个表叔 一缕愧疚 裹挟着 感动着 撞击着他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他真好 对他的孩子真是没说的了 可他却不能对安平 表示他内心的感激 他没有伸手去接 连看都没敢看一眼 他沉默着垂下了头 这份礼物 他能不能收呢 他的心经过短暂的较量就自责起来 怎么就把买闹钟的事 忘得干干净净呢 我不是个好母亲 他既不能拒绝他对孩子的一片心意 又不能让他想入非非 以为他接受了他的礼物 就是默许了他的情 啊 我替孩子们谢谢表叔 他淡然一笑 你看这样好不好 你把他交给彩萍姐 让他来送给孩子们 你现在拿回去 不够便当些吗 何必要绕这么几大弯子呢 安平不解地看着他 我真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些什么 我拿回去就应该是我买的 你们拿给他们 就是你们送的 这是两码事 这钟不是我做娘的买的 就不能骗孩子们 不然 那会让我想起来就有亏的 我没有什么绕弯子的 他又想了一下说 我今天的死 卖了个好价钱 要不 我把这个钟钱给你 算是你给我再买的 好不好 你收了钱 我就带回去 安平叹了口气说 我给孩子买支钟 也没几个钱 你为什么要这样跟我较劲呢 金贵长叹了一声 什么都没说 你真不坐我的车子 安平见他不予再次地问他 金贵就点了点头 钟你也不愿意带回去 金贵又点了点头 就向安平仰了一下手说 我先走了 安平 安平又被他晾在了那儿 眼巴巴地望着他 像山鸡那样 倾着上身爬坡 不一会儿就消失在树林眼映的 夫子岭的山路上了 想得到的得不到 就越想得到 想爱却不能爱 就越想去爱 金贵的态度 让安平心底的火苗 越烧越烈 越烧越旺 烧得他痛苦不安 彻夜无眠 性情变得像头刚从山间捕来的野狼 在铁笼子里狂躁不安 他食不甘味 寝不安宁 动不动就对彩平吼叫叫他滚 晚上不睡 半夜就起来跑到果园 对着金贵家的房子站着 彩平为之非常担心 害怕他精神出了毛病 急得不知道如何是好 又不敢说话 那天天还不亮就起来了 彩平就跟着他到后面 一同到了果园 见安平像个疯子那样 望着金贵家的房子发痴 心里不由得一惊 莫非他真的疯了 就走到他的身边 小心翼翼地说 安平啊 外面太冷了 回家去吧 你少管我的事 冻死了才好呢 彩平本来想罢他疯了 可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 他的行为反常 莫不是遇到了不顺心的难事 他这个人内向 窝在心里是要闷出病来的 他是安平唯一的亲人 他不找他发泄 又能去找谁呢 对他的吼叫 彩平没有计较 可他心里慌乱极了 担心他的脑子出了毛病 他过去从来没有这样过呀 他一定是受了某种刺激 他不爱听自己说话 他就不说 只远远地倚着一棵苹果树 陪着安平 安平见彩平不肯离开 心里更加懊恼 好 你不走 我走 他像一阵风 大步走出了果园 又一阵风势地回了家 外衣也不脱 笔直地躺在了床上 彩平悄不声响地跟着他也回来了 他到厨房冲了一杯奶粉 端进卧室 坐在床边 细声细语地对他说 啊 牛奶安神 喝点好睡觉 你起来喝点好吗 安平不应声 他又说了一遍 催他坐起来喝 说再不喝就凉了 安平长叹一声坐了起来 接过牛奶 咕咚咕咚地吞了下去 彩平又及时地把毛巾递给他抹嘴 他擦过嘴把毛巾还给彩平 就长须短叹起来 唉 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呢 彩平见他情绪稍微安定了些 就趁机说 安平 你最近情绪反常 是不是碰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啊 不要闷在心里 跟我说说 也许心里啊 会好过些 安平没回应 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彩平更不安了 这就是说 他心里的确是有事 到底是遇到了什么事呢 他抱来棉被 放到了他的背后 让他靠着 他也倚着床坐下 你怎么不说呀 也许我能帮你出出主意呢 安平沉默了一会儿 突然说 我想要个孩子 彩平早就知道 他这个心愿 为了这 他们还专程到市里的大医院 做过检查 也知道 问题就出在自己的身上 当时 安平 并没有嫌弃他 但彩平知道 安平心里 难免还会想 可他却从来没有在他的面前 提过孩子的事 丈夫一向小心翼翼 不想触到他的痛处 一想到自己 不能给自己 心爱的男人 生个孩子 他的心 就像有利剑 穿四那么难过 总觉得 对不住丈夫 他没有兄弟姐妹 父母早丧 彩平却不能为他生孩子 想想 心里就不是滋味 随着年龄的增长 这事 愈加成了他们的一块心病 他也曾想抱养一个孩子 可安平却坚决反对 说别人身上的肉贴不紧 他倒愿意让秦境过继给他们 彩平试探过金贵 金贵把话岔开了 没想到 丈夫是为想孩子的事 留神不安 这无疑是最叫他无言面对的事 他低下了头 泪水就往下一滚 伤心地抽泣起来 你看你看 是你要我说的 我说出来 你有哭 安平的话 就像铁钉 钉在了蔡平的心上 他痛得哑口无言 连哭都不敢哭了 他是不是想离掉我 再娶一个呢 自己都快往四十上笨的人了 几乎没人不知道 他是只不生蛋的鸡 安平若不要他 谁还会要他呀 他就只有去死了 他绝不能让丈夫把他离了 他双手攥住他的手 惊恐地望着他 安平 你是不是想和我离婚呢 安平眼皮脱了着 他没有肯定 也没有否定 安平没有出声 不也是给了他答案吗 蔡平仿佛觉得 自己已从悬崖峭壁 坠到了万丈深渊 他浑身沉沉 心已麻木 脑子也一片空白 好半天都说不出一句话 安平轻轻地挣脱了他的手 蔡平突然清醒了 他为他不生孩子 与他离婚 安平不会受到任何指责的 相反 有些人还认为 他没离婚反而不正常 女人不能生孩子 就不能算是女人 他也觉得自己对不起丈夫 他只要想离 没有离不掉的 他就是死活不松口 安平也能够和他离婚 他们共同生活了十五年 相亲相爱 安平对他好 从没有打过他 也没骂过他 他想要个孩子 是天经地义 合情合理的 才凭能够理解他的心情 他没有勇气跟他吵 更没有理由骂他 他只能向他倾诉他的心去 安平 你不能和我离婚 我离不开你 你想孩子 我不也想有个孩子吗 是我对不起你 我们去福利院报一个不行吗 我要我自己的 安平打断了他 彩平又抓住他的胳膊说 好安平 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怎么不可能 你不能生 难道别的女人也不能生 你真的不想再要我了 安平又没回答 他心里极其矛盾 要想爱金贵 要想有个自己生的孩子 他只能走离婚这条路 他离了婚再去追求金贵 不会有人说他们的不是 金贵也不会因害怕伤害彩平而拒绝他 可他又禁不住要去思索彩平的将来 一日夫妻百日恩 离了婚 他嫁与不嫁 未来的前景都不会是阳光灿烂 他能逃脱奇事和白眼吗 安平不忍心正面地回答他 他心中最柔软的部位被触痛了 可他的眼前又浮现出金贵的身影 他心里又泛起了他把他紧搂在怀里的感觉 他就渴望有一天能名正言顺地把金贵搂在怀里 可他又没有把握 他和彩平离了婚 金贵就愿意嫁给他吗 他说过几次了 他绝不能做对不起彩平的事 如果他要离掉彩平 明摆着是为了娶他 心地善良的金贵还能接受他吗 说不定他从此再也不想见他了呢 安平又叹了口气 突然心里冒出一个奇怪的想法 如果金贵为了彩平 彩平见他不语 心里慌乱不已 安平 我求求你 别离开我 我不能没有你 你要有个自己生的孩子 我们共同来想个办法 从前有借父生子的事 我们还有些积蓄 花些钱找人跟你生一个 就是有人愿意把老婆借给我生孩子 我也不干这种事 你就放我吧 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找个我喜欢的女人 再结一次婚 生个孩子 你也可以嫁个比我好的男人 安平 你这不是要我死吗 说着他就把头朝床上去撞 我死给你看 安平慌忙拉住他 哎 你这是干什么呀 要死要活的 只要你不跟我离婚 我什么都会答应你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我都会去做的 你的孩子 不就是我的孩子吗 你老有所靠 我不也就老有所靠了吗 你有什么想法 就快说吧 我看上了一个人 只要你能说动 他带你生个孩子 这个人是你的好朋友 亲姐妹 你说的是金贵 啊 你看上的是金贵 彩平不相信这会是真的 惊诧地看着他 你怎么能打金贵的主意呢 安平的脸红了 红得像早晨的朝霞 气色也突然变得生动起来 仿佛一下年轻了很多 彩平都看呆了 安平说 她是个好女人 年纪轻轻的就死了丈夫 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 家里家外 就她这么一双手 太可怜了 你又不同意我们离婚 有什么办法 这怎么算是打她的主意呢 我们帮助她抚养儿女 她帮我们生个孩子 我们俩老的都不能动的时候 也就不愁无人端茶倒水了 你很喜欢她 安平毫不隐晦地说 当然喜欢她 她也爱你吗 安平本来想说 这还用问吗 可她不想自伤彩平 摇了一下头说 不知道 连她对你有没有意思 你都不知道 我怎么敢去跟她开这个口啊 你又不是不知道 那么多没人上门 她都回绝了 她是决心要守着那几个孩子的 她人都不愿意嫁 还会做这种没名没分 被人指着几两股骂的事吗 那会什么丑话都吐到她身上的 我们还是花钱 找个会生的女人 再生一个不好吗 你可别难为金贵了 金贵好可怜啊 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 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我再去跟她说这样的话 一心不忍啊 我 我也开不了这个口 彩平的内心 充满了困惑和矛盾 她想 安平若真是爱上金贵了 生孩子只是一个借口 也许她已向金贵有过表示 遭遇到了金贵的拒绝 安平便铁了心要得到她 很有可能就是这样 我怎么就没有看出来呢 怎么就没往镇上面去想呢 男人的心真是不可折磨呀 也许金贵对她也有益 一个寡居的年轻女人 两年多没有男人 不就像枯干的花渴望雨露吗 有人想失于她雨露 找说是求之不得的呀 金贵不理睬她 很可能是碍于她和自己的友情 那么安平是什么时候 对金贵起意的呢 自己常叫安平去帮她干活 有时是彩平叫安平去的 有时是安平自己主动去的 她从来没有怀疑 安平会对金贵有什么别的企图 以为她只是看待她们姐妹间的情意呢 也许正是这些频繁的接触 让安平对金贵心生爱慕 产生了男女之情 她相信金贵不会有意勾引自己的丈夫 这点把握她还是有的 彩平心里很不好受 安平这样对她太不公平了 要是自己有工作就是不生孩子 她也不怕离婚了 难怪金贵一定要给秦勤念书 不让她将来揍她的老路啊 前些天 安平从县城回来 交给她一只小闹钟 她说家里有钟怎么又买 还埋怨丈夫乱花钱 安平说是买给秦勤的 他们家没有钟 秦勤常常起冒了早 当天下午 彩平就把钟送去了 金贵叹了口气说 姐 以后你要多多关心你自己 我身体现在还没有什么病痛 国家政策又好 累了 一觉睡过去就没事了 孩子们饿不到的 你别老想着我们 现在再回味回味 说这些话金贵脸上的表情 就觉得金贵心里好像有事 好像藏着某种难言的东西 不想过多的接受他人的关心似的 再回过头去一想 可以断定 金贵不是想回避自己 是想躲开安平 这肯定与安平打他的主意有关 采平一夜未睡 他来到了自家的菜园 地上下了厚厚的一层霜 踩出一路的响声 冬天是浓闲的日子 一般男人都喜欢睡个懒觉 他因为有心思起得太早了 路上没有碰到一个人 连狗都没有看到一只 任何一个女人 哪怕他再贤惠 哪怕他不爱自己的丈夫 当德西丈夫喜欢上别的女人 哪怕丈夫喜欢的是自己的亲妹妹 他也会痛苦的 何况采平是个心直口快 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人呢 而丈夫爱上的 竟是自己亲如姐妹的好朋友 能不刺痛他的心吗 这且不说 他却还要他去给他说和 他就有了种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的苦啊 他最害怕的还是金贵 他若打他三个嘴巴 他都不敢叫一声 安平啊安平 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呢 大不了不就是个离婚吗 难道没有男人就不能活了 金贵的男人死了 他不也活过来了吗 也没饿死吗 我有双手 我还养活不了自己吗 要离就离吧 他心事重重 目光迷离 也没去看脚下 只进步地走着 突然脚背什么 扮了一下 他的身体猛地向前一倾 就摔倒在了田梗上 这一摔 让他突然清醒过来了 他敏捷地爬了起来 原来是被缠在一起的几根枯干的扁豆腾绊倒了 他看了周围一眼 静悄悄的 没有人 他把豆腾拔起 绕在一起 垫到屁股下面 坐到了田梗上 没有鸟叫 没有人声 真是黎明 静悄悄啊 他想独自待一会儿 冷静地想一想怎么办 如果真与安平离了婚 他住到哪儿去呢 娘死了 爹也没了 他最亲的人就是金贵 难道他只有住到金贵家去 离了婚 安平就自由了 要找哪个女人 就找哪个女人 而他辛辛苦苦经营的家 就要让给别的女人 他和安平睡的床 就要让给别的女人 想到这儿 他的心就仿佛刀割一样的锐痛 他的家不能让给别的人 他不能让人笑话 他是个人家不要的女人 他要维护这个家 他不能离开安平 不能离婚 坚决不能离婚 他为自己突然冒出的这个念头 吓了一跳 我怎么突然糊涂了呢 他长叹了一声 宽慰着自己 村里那些有些名堂的男人 哪个在外面没有相好的 把安平与那些男人比一比 他从不打他 骂他 也没有出去打过野神 他只是想要一个自己生的孩子 比起那些鸟男人 不知道要好到哪儿去了 这事儿我得帮他 帮了他 也就是帮了我自己 他老有所靠 我也有靠了 想到这儿 他站了起来 现在的问题是金贵 如何能让他 答应自己 他走进了太原 天渐渐亮了 他拔了一栏萝卜 抬头向徐家岭望了望 金贵起得真早啊 岭上岭下 就他家的屋头上冒烟了 孩子们都放假了 不用起早 给孩子们烧饭了 他也不多睡一会儿 他好像看到了 他锅上锅下忙碌的身影 心想 我会同你一道 来抚养你的儿女们的 有我和安平帮助 孩子们绝不会受委屈的 可他就是想不出 如何向金贵开这个口 他既希望金贵 满足他的要求 又不乐意丈夫跟别的女人睡觉 可又没有别的办法 为了维护他的婚姻 他不得不失掉理智 不得不求他帮助他 可是 如果他真的为他们生了孩子 那么他们将如何处理 他们以后的关系呢 他又慌惑了 他们若因之难舍难分 把他晾到一边 他岂不是双手 把丈夫捧给了他们 他的心又不由得一阵酸痛 真难啊 这是临近过年的前一天 采平带了些过年的东西 到金贵家 他要把他的想法告诉金贵 他要让金贵救救他 能不能借他的肚子生一个孩子 这样安平就不会再和他离婚了 金贵若不答应 他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金贵心肠软 他不会见死不救的 可一想到丈夫 要搂着他的好朋友睡觉 他心里又特别的不好受 采平仪 他的思绪 被一声清脆的叫唤打断了 他慌忙收回目光 寻声望去 他已在 不知不觉间 到了金贵家的道场上 勤劲迎着他跑来 采平仪 虎鸦 虎鸦怕是要死了 我娘抱着他 哭了一夜呢 啊 犹如当头一个响雷 炸的采平头脑一片空白 把他心里刚才谋划的 一下子就炸得无影无踪 这是他所没有想到的 他惊恐地叫了一声 像飞一般冲进了屋 冲到了金贵的房里 扑到他的面前 金贵 虎鸦怎么了 什么病 何时病的 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病 就是高烧 都有三天了 就是不退 还越烧越厉害 姐 你摸摸 他把采平的手 拉到虎鸦的额头上 烫得 像烧红的碳球一样 金贵眼泪唏嘘 我原先以为是感冒 烧两天不就好了吗 哪知道这回不一样 昨夜 他先还哼哼 下半夜 连哼的力气都没有了 这孩子 怕是不行了 瞎说 你怎么不叫人帮忙送医院呢 嗨 大过年的 家家都忙 我娘感冒 也好多日子了 爸也在咳嗽 过年 正是油房忙的时候 哥也脱不开身 老给家里添事 心里也不安 又怕说了 让我娘着急 加重她的病情 上医院又不是一点路 我一个人背不动 再说 我背着虎鸦走了 把家丢给两个小女孩 我也不放心了 嗨 你怎么不来告诉我们呢 秦静 快 快去把你安平表叔叫来 叫她快来 送虎牙去医院 哎呀 这怎么行啊 明天就过年了 我不能又麻烦你们 还是我和秦静 为她去香卫生院吧 金贵不让秦静 去叫安平 哎呀 现在是救人要紧 什么过年不过年的 秦静 快去 快点跑 叫你安平说快来 蔡平豪爽的本性 一展无鱼 她转身对金贵说 现在你什么都别讲 也别说了 救虎牙要紧 她从金贵的怀里 接过孩子 快去给虎牙 找件厚实的衣服 把住院要用的东西 都准备一点 要马上去县医院 不能把孩子耽误了 她是大包唯一的根啊 家里钱够不够 哦 就卖损的一百多块钱 打算给他们姐弟 开学的学费用啊 哎呀 先别管这些了 都带上 不够就安平给垫上 你放心走好了 秦静和青牙就交给我 你还不放心吗 哎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日子刚刚好过一点 虎牙就病成这样 明天就过年了 怎么好意思 搅得你们也过不好年呢 我 哎呀 我们谁跟谁呀 什么都不要说了 快准备吧 金贵刚收拾好 要带走的物品 就听到安平 急速的脚步声 半只 是她急切的声音 虎牙怎么了 彩平立即抱着虎牙走出来说 烧了好几天了 孩子都烧坏了 得赶快送医院抢救 你抱着 她把孩子交到安平的手里 快有摩托车 把她送到县医院 金贵 你别哭 有安平帮你啊 没事 快走吧 这 这过年的 把你们搅得 这年都 哎呀 你又说这些干什么呀 安平 你就在医院里陪着金贵 有个什么事 也好给她壮壮胆子 把家里的钱都带上 快点 救孩子要紧 啊 她一手牵着琴琴 一手牵着哭哭啼啼的青牙 嘱咐安平 要照顾好金贵母子 她一边目送他们飞奔的身影 一边哄着青牙说 青牙啊 姨带了些好吃的东西 我给你煎年糕吃 好不好啊 青牙好像也突然懂事了 好吃的东西 并没有把她的心吸引过去 而是心吸着虎牙 她仰着头望着彩萍 咦 我哥不会死吧 俊夏说 不会的 打了吊枝 吃了药就好了 说不定啊 下午就能回来了呢 真的 当然真的 彩萍抱起了青牙 哎 青牙真懂事 琴琴啊 去 去烧火 我来煎发 安平快步如飞 金贵紧跟在其后 都没有说话 到了领下 安平把虎牙交给她说 你抱着 我去推车 金贵 金贵默默地抱着儿子 等在路口 就有过路的熟人 问她是去哪里 她说 虎牙病了 烧得不省人事了 等安平哥帮他们送医院 说着 就伤心地哭了 安平把车推到她面前停下 从她手里接过提包 放在了后面的箱子里 你抱着虎牙坐前面 就帮她坐上去 你抱起孩子就行了 她一步跨上车 风驰便彻地开了起来 金贵紧紧地抱着虎牙 缩住身子 想尽量不让她的身体 与安平的身体过多地接触 她把脸紧贴着儿子的头 轻声地安慰着儿子 宝贝 别怕 表叔送我们上县医院 医院里有好医生 你很快就会好的 有娘和表叔呢 不怕 你哪儿不舒服啊 跟娘说 虎牙 你怎么不应娘啊 你难过就哼哼啊 哼出来就好过些呀 儿子还是昏昏沉沉 不哭也不哼 她慌了 安平哥 这孩子怎么一点声音都不出啊 安平也心急如火 恨不能一踩油门就飞到了县城 她完全忘了 她搂着的是她朝思暮想的恋人 此时 她满脑子装的就是赶快赶到县医院 救火虎牙 她丝毫没有上回搂着金贵的感觉 焦急的心情和她完全一样 她只能安慰她说 你别急 就快到了 没事的 你坐稳 抱紧虎牙 我加速了 宝宝 你是睡着了吧 你听到娘在叫你没有啊 你答应娘一声啊 她又哭了起来 这是怎么好啊 虎牙不会说话了 安平哥 虎牙还有救吗 金贵 你别急 一会儿就到了 你看你看 已经看到县城了 要不了五分钟就能到了医院了啊 你镇静一些 虎牙是稍糊涂了 会好的 别急啊 坐好 安平停下车 就从金贵的手里接下虎牙往急诊步跑 可急诊室没人 她大声的叫了起来 医生 快救救这孩子 吼什么呀 她连叫了两声 才有个穿白大褂的男人 从走廊的另一头慢悠悠的走来 金贵迎上去给她一跪 医生 求求你 救救我的孩子 医生给孩子试了体温 并询问道 病人叫什么名字啊 几岁 什么时候起的病 最初是什么症状 金贵一五一十地回答着 医生边在病历上记录边责备他们 怎么才送来 他拿出体温计 你看看 都烧到四十度了 你们这些山里人 真是吓唬 就解开了 就解开了虎牙的外衣 用听诊器 听她的心肺 开了查写的化验单 透视单 交给了安平 叫她先去交费 又对金贵说 检查完了再来 我这孩子都不会讲话了 你先给她打一针吧 医生 那也得查出是什么病 才能开药啊 快去吧 他俩又像救火一样去交费 好容易查完了血 透完了试 回到了急诊室 医生看完化验报告 和透视报告说 急性肺炎 要住院治疗 可你们干的时候不好 遇到过年 要放长假 住院的病人 都出院回家过年了 病房没人值班 你们只好在急诊部 观察室 暂住几天了 看看病情的变化 说完就写处方 把处方交给安平 赶快去拿药 再对金贵说 你跟我来 医生把他带到了一间观察室 对他说 住这间吧 最近病人不多 三张床都空着 我去喊护士来给他输液 说完就出去了 金贵把虎牙 虎牙放到了离门最近的那张床上 把提包放到乡林的空床上 刚给虎牙盖好被子 安平就回来了 一位二十来岁的女护士 拎着四肢吊瓶 跟着也进来了 虎牙几天没吃没喝 脸色灰暗 舌干唇胶 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严重脱水 血管瘪瘪的 小护士在他手上脚上 一连戳了好几针都没见血 最后在头上打成功了 他们这才输出一口气 护士把输送的速度调到了最慢的位置 说医生开的是最新的抗菌素 叫他们注意病人的反应 有事就喊他 出门时还把门轻轻地带上了 观察室立即静了下来 他们的心仍然焦虑不安 都没心情说话 静得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和心跳 安平坐到相邻的病床上 目光落在吊瓶上 金贵坐在虎牙的床边 一手攥着儿子的手 眼睛望着吊瓶和输液管 看着药水慢吞吞地往下滴 泪水汪汪 不敢哭出声 他们就这样无声地坐着 盼望药水进入虎牙的血管后 立即产生奇笑 他们像盯住了那样 没动也没想 像入无人之境 不知过去了多长时间 金贵突然想起了药钱 吓了一跳 他在心里恨起自己来 安平哥给我们垫了药费 我竟然忘记把钱给他了 都没有说一声 人家不要怀疑 我想占他的便宜嘛 真是该死 他用衣袖随便地擦了一下眼泪 从裤兜里掏出了用手帕包着的一叠钱 把脸转向安平 安平哥 药费和挂号费一共多少钱啊 我把钱给你 嗨 急什么呀 等孩子好了再给也不迟啊 他向金贵直咬手 收起来收起来 亲兄弟明算账 不能你给我出了力 还要你出钱 世上没有这个道理啊 我就是再不懂事 这个道理我还是懂的 收起来 要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以后再说 那先不还你也行 你就告诉我一个数字吧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匠呢 安平爱撑着他 都有发票 哦 那你把发票给我 让我也好知道多少钱 好好好 安平从皮夹里抽出几张发票 给你 呀 这么多呀 金贵一看就吓了一跳 这药怎么这么贵呀 光药费就一百五十多块呀 哎呀 这病怎么治得起呀 金贵一急 泪水又滚滚而下 金贵 这不是为了救孩子吗 刚才女医生说了 用的都是好药 你不要为了这点钱就这么急 只要孩子没事 钱算什么呀 钱是人赚的 也是人用的 不要急 我们共同来想办法 金贵泪眼唏嘘 看着握在手里的钱 喃喃的说 若不是你把钱垫上 我这点钱 今天的药费都不够 她的心一酸 浑身哆嗦着抽气起来 大宝这个死鬼 他一甩手就走了 把孩子都甩给了我 我怎么担得起这副担子 安平哥 我真害怕 怕若乎鸦 安平的心里也酸酸的 猴头也有些哽咽 他走到他面前 揽住他的肩 安慰着他说 唉 我见不得你流泪 你别哭了好不好 钱的事 你别急 先救孩子是头等大事 他轻轻地拍了拍 金贵的背 我知道你着急 我也急 你放心 只要能治好虎牙 我会尽全力的 你不要哭了 不要哭了 好不好 相信我 我不会不管你们的 安平哥 金贵就像一只 折断了翅膀的 无助的幼鸟 发现了来救他的老鸟 一下就钻进了 老鸟赤下那般 扑进了安平的怀里 搂住他的腰 把头脸紧贴着他的前胸 任随泪水 无声地流淌 安平也像护着幼鸟的老鸟 紧紧地搂住他的双肩 一动不动 任他尽情地把泪水清泄 娘 娘 虎牙突然张了张干裂的嘴唇 发出了低雅的呼唤 娘 我渴 声音虽然很小 很细弱 金贵却听到了 啊 虎牙醒了 他惊喜地叫了一声 从安平怀里 睁了出来 虎牙能叫娘了 他以迅猛的速度转过身 扑到了儿子面前 虎牙 娘在这儿 虎牙抬了抬眼皮 看了看 轻身看着他的表叔和娘说 我渴 你要喝水 好好好 娘就去弄水 他麻利地从皮包里 拿出了一支塑料水杯 给我吧 你看着虎牙 安平接过杯子 我去找医生要一点 金贵没推辞 就把杯子交给了安平 他握住虎牙的手 儿啊 你终于醒了 能叫娘了 他激动得泪水滚滚 儿啊 水一会儿就来了 忍一下 啊 跟着安平回来的 还有医生 他听说病人醒过来了 知道要水喝了 也很高兴 在金贵给虎牙 喂下两口水后 又用听诊器 听了虎牙的心肺 嗯 心跳强多了 医生不无得意地 看着挂在书页架上的吊瓶说 等四瓶都吊完 他可能就晓得要东西吃了 你们的儿子 已脱离危险了 太感谢您了 医生 太感谢您了 上天保佑 我虎牙遇上了您这样的神医 医生 医生 我们今天能不能带孩子回家呀 医生摇了一下头 我只是讲病人脱离了危险 并没有讲他的病好了 他至少要治疗两个疗程 起码要掉一周的针 再拍片检查 如果炎症完全消散了 就可以停诊 开血要带回家继续治疗也行 如果炎症尚未完全消散 就得继续输液 肺炎可是大病啊 哪有那么容易就好的 我也不是神医 你们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不要急着回家 到了医院 医生就要对病人负责 就要给他治好 是是是 谢谢您 我们不急 安平连忙说 到了医院 我们就听医生的 等孩子好了 我们要告诉他 是您救了他的命 要他永远记住您的恩德 不要说这种话 做医生就是治病救人的 医生的话变得多了起来 我实话跟你们说吧 我第一眼看到这孩子的时候 没存多大希望 只是死马当成活马医了 你们若晚来半个钟头 恐怕就没救了 你们也不用说感激的话 病情有没有反复 谁也不敢说 这还需要家属的配合 孩子身边可不能离人啊 不能再受风寒了 要注意护理 金贵听得一愣一愣的 他和安平连连的点头应着 说完两瓶药的时候 天就暗了下来 安平一看手表都五点了 他这才觉得肚子饿了 想起他们今天没有吃中饭 就问金贵可带了热水瓶 金贵说走得匆忙 没有想到 没带没关系 我去买一个来 你要不要去一下厕所 金贵早就想上厕所了 只是没有好意思说出来 他的脸不由得红了 心想 安平真是心细 就跑了出去 他一回来 安平就站起来说 我出去买点吃的 你看着虎牙 有事就喊医生 我很快就回来 那拿我的钱去买吧 他又把钱拿了出来 还我这儿有 不能总用你的 他拿出一张十元钱的票子 往他的手里塞 被安平推开了 他快步走了出去 天越来越暗了 仿佛一块黑色的薄纱 从室内往外拉出去 观察室里也越来越黑了 金贵抬头找灯 一只小灯泡挂得老高 却找不到开关 他想去问医生 可又不敢把虎牙 一个人丢在黑暗的屋子里 这时电灯突然亮了 安平走了进来 哟 你怎么坐在黑地里啊 金贵迎上去 从他手里接过塑料壳的热水瓶 沉沉的 就知道已经灌满了开水 他把水瓶放到床底下 就听安平说 怕你吃不惯面时 就买了两盒盒饭 贵吧 当然比家里要贵一点了 啊 也没多少钱 先吃饱肚子再说 他把饭放在了床头柜上 递了一盒给金贵 你饿坏了吧 金贵满怀歉意地望着安平 为了虎牙 让你饿了一顿 采平姐要知道了 你没有吃中午饭啊 要心疼死了 他把饭盒端在了安平的面前 我吃不了这么多 拨给你一点 我够了 安平把饭盒往边上让着 你也饿了 快吃吧 不嘛 金贵带点撒娇的语气 你不要 我就不吃了 好好好 安平把饭盒移过来 金贵就往里拨 刚拨了一筷子 安平就叫了起来 哎呦 你要撑死我呀 好了好了好了 趁金贵愣的时候 他就把饭盒举了起来 你快吃吧 晚上还要照顾虎牙呢 金贵把饭端到虎牙面前 轻轻地换着儿子 虎牙 虎牙 可想吃饭 娘喂你 虎牙抬了一下眼皮 轻轻地嘟囔了一下 水 水 我要喝水 金贵 监贵 盲放下饭盒 倒了点开水 吹了吹 喂他喝下 就准备喂他吃饭 想到他没有力气咀嚼 就把饭扒进自己的嘴里 细细地嚼了又嚼 用嘴喂给儿子 见虎牙抿了抿吞下去了 他就像自己喝下了碗肉汤一样可疑 兴奋地转过头看着安平说 虎牙吃饭了 就又给儿子喂了两口 哎 他可几天没吃了 胃肠很弱 你不要硬喂他呀 安平劝阻着他说 等他想吃的时候啊 我去给他买点可口的东西来 金贵就不敢再喂了 安平喊护士来换第三瓶药水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十多点钟了 金贵说 啊 你这一天啊够累了 不用两个人都守着 你到床上躺下休息吧 安平就躺到迎门的那张空床上去了 最后一瓶水掉完的时候 值班室的挂钟早打过一点了 金贵替虎牙抹了把脸 就依着儿子也躺下去了 也许是几天没有喝过盐 他一躺下就睡过去了 虎牙几天没有喝水吃饭 一下子输进了四大瓶葡萄糖盐水 又喝了两小杯开水 金贵刚躺下不一会儿 虎牙就哼哼唧唧的说要尿尿 金贵睡得太沉 没有听到 孩子就哭了 安平听到孩子的哭声 一下子就从床上跑了过来 哟 虎牙 你哪里疼啊 他这一问 虎牙哭得更响了 金贵这才惊醒过来 慌忙往起一坐紧紧的抱住他 哎呀 儿子 怎么了 哦 他说他要尿尿 安平收紧的心放松下来 笑了笑说 都大小伙子了 哪有要尿尿 还要哭的 他就伸手来抱他 来 表叔给你把尿 金贵慌忙拿起弹鱼接着 安平把孩子放回到床上的时候 孩子说 我饿了 想吃饭 金贵说 哎呀 这也不是在家里 是在医院里啊 生根半叶的 到哪里去弄吃的呀 啊 儿子 忍一忍好吗 天一亮就去买 不 我饿死了 虎牙 啊 虎牙 你忍一会儿 安平一边把棉衣往身上穿 一边安慰他 表叔啊 这就上街去给你买 他拿起那支塑料杯 弄着袖就往门外跑 金贵响蓝 已经来不及了 深更半夜 天又这样的冷 街上还不一定有卖吃的 这种时候 让他满世界去找吃的 金贵十分不过意 可他又不能责备病重的孩子 他心里觉得很不安 虎牙虽然已经九岁 但他是金贵唯一的儿子 他平常对他浇惯了一些 从没让他饿过肚子 他忍不住饿 一会儿把娘的手拉到他的肚子上说 我这儿疼 一会儿又问 表叔怎么还不回来呀 他哼个不停 有病的孩子格外娇气 又不能说他 只能哄着他 就说快来了 可金贵的心里也在打着鼓 都过了半夜 能有卖吃的吗 明天就是年三十 要不了几个钟点 天就要亮了 这种时候 还有人做生意 他又担心起安平 被下半夜的寒风吹病了 他那颗心焦虑不宁 突然 他听到有急速的脚步声 由远而近 门被推开了 安平哥 他惊喜地坐了起来 你没动坏吧 随着门的推开 涌进一股冷气 他连忙抱紧了虎牙说 你看表叔回来了 安平随手掩上门 把捂在胸前棉衣里的塑料杯子 拿出来说 还是热的 表叔啊 给你买好吃的来了 馄饨 可香啊 金贵连忙揭在手里 泪水就滚了出来 安平哥 我真过意不去 快喂孩子吃吧 安平就又回到了门边那张床上躺了下去 也许是太累的缘故 他一倒下就睡着了 金贵为儿子吃完 替他摸摸嘴 就叫他闭上眼睛睡觉 虎牙也很快就睡着了 金贵轻轻地关灭了灯 脱去外衣 脱去外衣外裤 在儿子身边躺下 可他再也睡不着了 今天发生的事儿像放电影似的又回放在了他的心中 医生说若晚来半个小时 虎牙就没救了 若不是安平 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虎牙半夜要吃东西 在这十二月严寒的冬夜 谁乐意出去房间 满世界地去给他的儿子找吃的呀 这样的事儿 只有孩子的父亲能做到 别人根本是不可能的 安平真是个好人 对他真是太好了 想想心里就充满了愧意 不知道如何答谢他 心里不由涌起感激地朝头 想到他两次对他表示爱意 都遭到了他残忍的拒绝 若是别的男的 不是想歪点子让你上套 先下手围墙 硬性占有你 叫你哑巴吃黄莲 苦在心里不敢说 就是恼羞成怒 污蔑你 糟蹋你 找茬子打击报复你 让你永世抬不起头来做人 可安平 却一如既往地对他好 他有难 还是他挺身而出 说句心里话 金贵还没有遇到这样对他好的男人 就是他的两个丈夫 朱小毛不说那是个畜生 大宝也无法与安平相比 金贵不是木头 常常被安平感动得新奇摇荡 他心里又何尝不想接受他们 只因为他把名声看得太重了 要保住名声 他只能克制内心的欲望 苦在心里 可他毕竟是个才三十多岁的青年寡妇啊 他越想越觉得对不住安平 他望着黑漆漆的天平 听着儿子的呼吸 心里就翻腾起不安的潮水 对男人本能的渴望 输得一下子遍布了他的全身 他的每一个毛孔都在呼吸 每一条血管都在扩充 每一根神经都在站立 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了 什么坚守 什么名声 什么对朋友的忠诚 统统忘了 也忘了 他这是在医院的观察室 人的欲望 就像烈火一样烧得他 失去了理念 忘了世间的一切 他勇敢无比的脱去了内衣内裤 赤条条的爬到了安平 安平睡得很沉 正做着梦 梦见他驾着摩托车在飞奔 没想到路突然间断了 车子腾空飞了出去 下面就是烟波浩鸟的花亭湖 他想这下完了 就吓醒了过来 发现赤裸裸的金柜 趴扶在他的身上 他的棉毛山库也被金柜脱掉了 他的头脸紧紧地埋在自己的胸前 他的嘴唇在他的肩颈上疯狂地亲吻着 他的一条臂膀挽着他的脖子 安平就像电击中了那般浑身的细胞立刻冲胀起来了 全部的血液轰的一下就沸腾了 金柜浑身站立 犹如荒芜了两年 又久汗无语的土地的他 每一个细胞都在呼喊 在冲胀 张着焦渴的嘴在瞬息 他肆无忌惮地呻吟着 呼喊着 阴阴地啜泣着 泪水肆意地横流着 尽情地享受喜语的滋润和浇灌 安平突然变成了一个小伙子 十数年的相思 十数年的渴望 金柜仿如天上的月亮 天天能看到就是摘不到 他的真情终于感动了月亮 月亮降落到他的怀里了 他紧紧搂抱着他的月亮 就有了无穷无尽的力量 他感觉自己突然间年轻了 肌肉冲胀 像头猛尸 勇猛无比 他俩疼疑 把张铁皮小床折磨得像在跳梯套舞师的疯狂 幸而那天晚上没有急诊 医生护士都在值班室里睡觉 没有人来干涉 要不那脸往哪搁呀 第二天医生查房 虎牙的体温奇迹般的降到了三十七度半 只算低伤 医生非常得意自己妙手回春的医术 我这厨房开得很对症吧 昨天来的时候啊 还处在昏迷状态 一针掉完就醒过来了 还吃东西了 再掉两天看看吧 这一天的药费又是一百多元 安平身上贷的钱已所剩无几了 看来至少要掉五天 加上复查牌篇 少说还得五六百块 他有一点积蓄 但都存在乡信用社里了 明天就要放年假 下午信用社就可能要关门了 他得赶紧回去去取钱 等虎牙的针打进去以后 他就对金贵说 我得回去一下 他没说是去回去弄钱 回来时啊 我给你们带中饭来 你看好虎牙 不要让他冻着了 你不用回来了 今天过年 你在家陪彩萍姐吃年饭吧 那怎么行 虎牙刚好一点 一天到晚要掉水 眼前不能离人 我不回来 你们吃什么 虎牙已经好多了 你若不放心 就让秦蓄来吧 我出去买吃的打水 他看着虎牙就醒了 他突然想起了医药费 啊 今天的药费是多少啊 嗨 别想考虑钱的事 他俯身看着虎牙说 虎牙 表叔有事要回家一趟 想吃什么 告诉表叔 我给你带回来 虎牙露出了笑容 想了想说 嗯 我想吃冻蜜糖 好 表叔就给你带来 他摸了一下他的头 听娘的话啊 闭上眼睛睡觉 安平驱车直接去了乡信用社 他到达时还不到十点 可果然如他所料 提前放年假关门了 这下可坏了 一时到哪儿去弄钱呢 他讲到了他家的那头大肥猪 他有个熟人在香食品店 这两天肯定有人买鲜肉 他打算把猪卖了 刚到家门口时 彩平正带着青牙从岭上下来 他急切地想知道虎牙的病情 安平说已经脱离了危险 只是还要继续打掉针治疗 彩平的一颗心落了下来 唉 病来如山倒 病去如抽丝 哪能一下就好呢 哦 医生用的呀 都是好药 药很贵呢 我回来就是弄钱的 信用社放假了 只好把咱家的大猪卖了 彩平虽然有些舍不得 但他却说 啊 只要虎牙没事 钱是人挣的 也是人用的 那就卖吧 严然把金贵当做了一家人 可是见自己辛辛苦苦 养了一年的大肥猪被拉走了 彩平还是有些怅然 唉 三百多斤重的猪 还卖不到一千块钱 安平理解他的心情 就赶忙转过话头 哦 请进了 啊 他在家写作业看家呢 我是回来给青牙拿冻米糖的 唉 也给虎牙抓一些 我带过去 安平连忙街上去说 金贵啊 要我在家跟你一起吃年饭 不让我回去 可医生一再嘱咐说虎牙边上不能断人 金贵就是想上个厕所都不敢动 我得马上赶回去 不然啊 他们母子两人就得饿肚子 你就一个人带两个孩子过年 行不行 嗨 这还用说呀 你当然得回去帮他呀 我现在就烧饭 你吃过了呀 再用竹筒装一桶 用棉细裹着 捂在车的后箱里 带给他们两个吃 安平内心很感动 蔡婷真是个非常贤惠的妻子 若是遇到别的女人 还不要炒翻了天 他跟在彩婷后面进了厨房 哦 昨天都急昏了头 中饭呢都没顾得上去吃 金贵的眼泪呀就没干过 天黑了 我才感到了饿 到街上买了点吃的 哟 医院没食堂啊 今天是过年 医院的病人都回家了 病房没医生值班 只有急诊室里有医生 就让住在观察室里了 什么都没有 连开水都没有一口 幸亏啊 观察室是空的 晚上还能有个地方躺着 哦 太平应了一声 安平的话 在女人敏感的内心 生出了联想的翅膀 夜深人静 虎牙掉完了针沉睡过去 那么他俩在干什么呢 就那么坐着 守着护牙 还是 安平那么喜欢金贵 一心想得到他 有这样一个独处的机会 他能不变着法子 去讨好他们 再正经的女人 也经不住男人百般的勾引啊 何况重情的金贵 还那么年轻 又几年没沾过男人 也许昨天夜里 他的心忽然像被什么咬了一口一样酸痛 可那酸处很快就被欣喜取代了 这不正是他所期待 所盼望的好事吗 那不也就免除了他开不了口的尴尬 自己只用装着不知道就行了 金贵是男人碰不得的 他曾亲口跟自己说过 勤勤就是小毛回了那天 在草堆里怀上的 他说他不能挨男人 一挨就怀孕 如果这两天 他们真的好上了 金贵肯定能怀上安平的孩子 他只要去求他生下来 比去求他借父生子 要好开口的多 彩平的心里 一下子就荡漾起了兴奋的潮水 哎 金贵好可怜哪 你说你喜欢他 哎 这可是你对他表示心意的好机会啊 你该知道我的意思吧 这时青崖从门口跑进来 咦 我外婆来了 啊 是娘啊 彩平和安平同时迎了出去 把扶杖而来的金贵娘扶进屋 让她坐在堂屋的桌边上 安平啊 虎牙怎么样了 好些了吗 哎呦可真急死人了 安平就把虎牙的情况如实说了 哎呀 安平呢 你是虎牙的救命恩人呢 若不是你们这样尽心尽力的帮着金贵 就没有虎牙了 如果没有了虎牙 金贵还不又要死一回 真得感谢你们呢 说着就泪流满面 可怜的金贵啊 娘无用 再也帮不上她了 这大过年的 搅得你们都过不好年 哎呦 娘 你快别这样说 我和金贵是姊妹啊 我帮她是应该的 安平 你给娘搞碗糖水喝喝 娘 我要去烧饭了 安平还要回医院去呢 烧点饭啊 让她带去给金贵和虎牙吃 算是年饭吧 啊 多谢了 多谢了 彩平啊 多谢你们 等虎牙长大了 再报你们的恩情吧 安平如约在十二点前赶到了医院 一进观察室就掩上门 把饭桶从怀里拿出来递给金贵说 彩平给你们做的年饭还热乎乎的呢 趁热快吃吧 金贵捧着饭桶 温暖就从她的手传递到她的心 又从她的心扩散到她的全身 她感到她的心热热的也酸酸的 眼睛就跟着湿了 她半天才说出话来 你们对我这样好 她垂下头揭开桶盖 这上面都是过年才舍得吃的好菜 咸肉 咸鱼 炒蛋 年发还有又香又糯的辣椒糕 闻了闻 真香啊 快吃吧 要凉了 她点了一下头 调起了一块肉 对虎牙说 来 我们吃年饭了 是彩平仪做的 表叔抱在怀里带来的 虎牙张嘴接着边嚼边说 嗯 好吃 小的好吃就好 金贵就又挑了一勺给她 哎 你也吃啊 安平催促着金贵 哎 等虎牙吃饱了 我再吃 嗨 带了不少呢 虎牙哪吃得完呢 凉了 又没地方热 你们就一块吃吧 安平就又催她吃饭 娘 你也吃啊 虎牙懂事的 也催着金贵 她这才挑了一口到自己的嘴里 这天开的药也是四瓶 不过低的速度加快了 安平回来前已经换了第三瓶了 天快黑的时候 护士就来拔针 她说 急诊室就徐林虎一个病人 她可以放心的回家吃年夜饭了 她又问他们晚上怎么过年 他们没有作答 只对她笑笑 外面鞭炮声惊天动地 安平说 我上街看看 看看能不能买到好吃的 安平哥 大过年的 到哪能买好吃的呀 金贵突然想起说 嗯 虎牙已经没事了 我照看就行了 你回家去歇着吧 现在回去 还赶得上吃年夜饭呢 你看你静下说 我能把你们娘俩扔在这儿啊 你也不想想 这急诊室的大门敞着直进直出的 这观察室的门也没有门别和锁 假如有坏人半夜摸进来 你都不知道 出了事怎么了得 是彩平让我来照顾你们的 我若回去了 他还不把我骂死 金贵无言地低下了头 心里就泛起了浪浪的愧疚 无声地长长地叹了口气 想起昨晚的疯狂 就有了一种无地自容之感 彩平对她那么好 她却偷她的男人 内疚搅得她的心好痛 她不住地在心里自问 我该怎么办呢 安平见她没有坚持 要她回家 就上街了 一个多钟头以后 安平回来了 她进门就对虎牙说 来 我们也来过年 哦 过年了 过年了 虎牙快活的 忘了自己是病人 一下子从床上爬了起来 安平把吃的放在床上 跟她说 这是蛋糕 这是饼干 这是牛奶糖 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自己拿 又把橙汁的盖子扭开 倒了大饭杯给她 这是果汁 城里的孩子都喜欢喝 你先尝一口 看一看好不好喝 虎牙接到手里一喝 眯了眯眼睛 接着就喜形于色的连忙说 嗯 好喝 好喝 娘 你也喝一口 她就举到了金贵的嘴边 又甜 又有点酸 真好喝 金贵把头让了过去说 留着你慢慢喝吧 不嘛 娘不喝 我就不喝 啊 金贵就抿了一小口 嗯 真好喝 也给表叔喝一口 表叔 你喝 好 我喝 安平喝下一口 又给她倒了橙汁 并对他们说 吃啊 她在香灵的床帮上坐下 金贵 今天是个团圆的日子 她举起橙汁 祝愿我们今后的日子过得像着果汁一样甜 她把橙汁放到了虎牙伸手就能拿到的床头柜上 拿了块蛋糕给金贵 你也吃啊 她自己拿了块饼干送进嘴里说 虎牙 蛋糕好吃不好吃啊 好吃 嗯 饼干也好吃 牛奶汤也好吃 比冻米汤好吃多了 金贵见儿子那样开心 她心里啊像喝了蜜水一般的快活 可她却舍不得吃 一块蛋糕只尝了一小口 就拿在手里不再碰了 儿子这么喜欢吃 她想留给儿子慢慢的吃 安平又拿了一块给她 哎 你怎么不吃啊 她对安平笑了笑说 我不饿 我还不知道你 不饿 你骗不了我 你是想留给虎牙吃 虎牙要吃 我明天再买呀 今天大过年的 哪能饿肚子呢 快吃 她又抓了一把饼干给金贵 金贵只好把那半块蛋糕送进嘴里 她微低着头慢慢的嚼着 不禁又在心里发出了一声叹息 安平哥 你不该为我们花那么多钱 我知道挣点钱不容易 虎牙还不知道要住几天呢 药费又这样贵 让你垫这么多钱 还不知道何年何月能还上呢 我这心里想想就不安 不知过了多久 金贵说出了憋在心里好半天的话 嗨 你不用为这事心事重重的 药费不会有问题 今天我把那口大猪卖了 你不用为钱着急 我帮你啊 是天经地义的事 不要把钱看得太重 你忧心忡忡 我看着心疼 金贵 我现在是你男人了 我爱你是真心实意的 你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你若要我离婚 我立马于彩萍离婚 不不不 我没这个意思 你千万不要胡猜乱想 我已经做了对不起彩萍姐的事 我这心里想起来就责怪自己 我不能嫁你 你更不能离婚 你若要离掉我彩萍姐 就是要我死 不要我活在这个世界上了 金贵抓住安平的双肩 紧紧地盯住她的眼睛说 安平 你想都不能那样想 唉 我们怎么办呢 金贵的头捶了下来 安平一把把她搂在怀里 你怎么办 金贵也不知道他们今后怎么办 但有一点 她绝不能做让她跟彩萍离婚 再来娶她的事 她对安平说 我也喜欢你 只是我不能喜欢你 哪有女人不想和自己爱的男人 名正言顺地朝夕在一起呢 可你是我彩萍姐的人 我不能抢她的人 我已经做了对不起她的事了 再不能让你离开她 你想过没有 你离开了她 她又不生孩子 孤苦无依 一个人多可怜呢 我怎么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她的痛苦上面呢 只顾自己快活 不管她的不幸 我还是人嘛 何况她是我最亲最亲的姐姐呀 不行 不行 她是天底下最好的人 你若要离掉她 我就与你一刀两断 金贵哭了起来 我对不起她 我是天底下最没良心 最坏的女人 哎 金贵 你别这样 我不跟她离就是了 说着 她就用嘴堵住了金贵的嘴 浑身 立时有如轮胎 被气体膨胀起来那样 力大无比的把她按倒在床上 一手解她的衣扣 一手紧紧的挽着她的脖子 势如破竹 躲向披靡的进入了她的身体 两堆燃着的干柴 风筑火势 尽兴地烈烈地烧着 顷刻间 内心的一切矛盾和绞痛 人世间所有的烦难 沉重和生活的重担 全在快乐的声音和嘀吼中 走远了 消散了 之后 两人终于从天上坠落到人间 人间的苦恼又回归到了他们的心头 金贵从她身边坐了起来 整理好衣服 走到儿子的床边 摸了摸虎牙的头 她的烧已完全退了 她轻唤了她一声 虎牙 可尿尿 儿子没有回应 她睡得很沉 她害怕刚才的一幕 让儿子看到了 那可愁死人了 金贵又回到了安平的身旁 没再躺下去 而是坐在床帮上 听着她舒缓地呼吸 想起昨晚 自己的疯狂主动 就恨起自己来 我怎么这样见 几年都熬过去了 怎么在这个时候没能挺过去啊 她知道安平一直想得到自己 她也决意拒绝过她 为什么就不能挺过这一关呢 是感激感动 还是自己饥渴难耐 虽然是共事而眠 她并没有有趁她孩子重病 急需要帮助的时候来进攻她 是她心甘情愿送上去的 她们的关系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 安平没有错 错在自己 她太需要男人的安慰了 需要男人援手救她的孩子 需要男人帮她度过生活的难关 她也需要男人的抚摸 亲近 才有了昨晚的浪漫 这个圈儿已经打开 有了第一次 顺理成章的就有了刚才的第二次 她告诫自己 这事儿万万不能让采平发现 她若知道了 还不知道要如何伤心呢 一想到对采平的伤害 金贵的心就感到非常的溃痛 她突然理智起来了 得悬崖勒马 她们的关系不能再继续下去 到此为止 天知地知 她知我知 从此以后 她只能是她的表姐夫 这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不再给采平造成更大的伤害 她得明确地告诉她 叫她忘了她们间所发生的事 她轻轻地推了她一下 低声地说 安平 你醒醒 我有话跟你说 哎呦 我要睡死了 她嘴里这么说 人还是坐了起来 边揉眼睛边问 哎呀 你要说什么呀 我思前想后 心里就忐忑不安 这两天发生的事儿 都是我引起的 都怪我 我对不起采平 也对不起你 你能原谅我吗 你怎么这么说呀 什么是你对不起我呀 亏你想得出来 安平好像听不懂的样子 一愣一愣的 你知道 我想你想得发了狂 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吗 我的真情终于得到了你的呼应 我快乐的都要快死了 我感激你还来不及呢 你还要请求我原谅 我听不懂你的话 安平哥 我的意思是 这事儿不能让采平姐知道 也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只能烂在我们两个的心中 任何人晓得了 对采平姐都是极大的伤害 对你和我的孩子们都不利 我们的关系 只能就结束了 不能有以后了 你的意思是不再和我好了 金贵没有直接回答 在黑暗中 他微微地点了一下头 安平却感觉得到 他的心就像突然被割去了一块 好像金贵就要从他身边消失了似的 不 随着他这声痛处的力叫 他一把抱紧了金贵 你不能这样对我 你这不是要我死吗 我已经不能没有你 你永远是我的 我管不了这个那个的 我也不怕人骂我 咒我 我就是要你 从昨晚那刻起 你就是我的 他疯了一半 不顾虎牙就在乡林的床上 又把金贵按倒在身下 金贵想推开他 哎呀 你要吵醒孩子的 安平不顾他的反抗 力大无穷似的疯狂的动作起来 起初金贵的嘴里还嘀嘀咕咕 泪流不止 求他不要这样 渐渐的他也入了家境 加入到了和他狂欢之舞中去了 当他们再次从快乐的天堂 回到了真实的人间的时候 苦恼和愧悔又折磨着金贵 接下来的几天中 金贵只能继续地重复着 负罪的痛苦和做爱的快乐 他不断地下着断绝的决心 又一次次地在他面前土崩瓦解 每当从快乐的疯癫回到真实的人间 他又愧悔不已 痛恨自己的软弱无用 又一次下定决心 再也不和他做内事了 可又一次次地被安平击败 他垂泪骂自己 怎么就这么无用 怎么就挡不住他的吸引力呢 可哭过之后 只要他那温暖的臂膀将他一搂 他那热力四射的身子 把他往床上一压 他就软了 他认为安平之所以这样疯狂 使他知道了 回了家 他就再也不可能得到他了 好在虎牙就要好了 只要回了家 安平就没有机会了 有彩萍和孩子们在眼前 还有无数乡人的眼睛 他敢那样不顾羞耻吗 除非他真的疯了 他决定以后坚决不让他进他的身 他又宽恕起自己 这几天的情况不同 他们住在一个屋里 医生护士都以为他们是夫妻 况且他们又相互喜欢 他盼着早点回家 天天问医生哪天出院 他把断绝与安平的关系 完全寄望于回家 两天后 医生给虎牙开了些口服药 让他回家了 安平把虎牙抱上摩托车 叫他坐在他前面 金贵搂着他的腰坐后面 离开家一个星期 就像走了好多日子似的 金贵的心记着两个女儿 还有他的鸡猪田地 虎牙练着他的玩伴和他的姐妹 就都有些归心似箭的感觉 半个多小时后 金贵就忘到了他娘家留村了 金贵不让村人看到他坐安平的车 还抱着他的腰 就喊 停下 停下 安平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就停住了 他拎起他的蹄包 就下车了 哎哟 还有不少路呢 你下来干什么呀 你们上前 我在后面慢慢走 安平明白他的意思 就说 那好吧 我把虎牙送到你家 在你屋里等你 安平哥 你耽误这么多天的功夫 肯定有很多的事情 等着要去做 放下虎牙 你就回家去吧 安平明白他想什么 对他笑了笑 骑车走了 金贵刚走到娘家的道场边 早就等候在路边的娘 叫住他 哎呀 贵呀 快进来 虎牙也在 安平哥 没送他回家呀 是我拦下他的 你们母子俩呀 吃完饭再回去 娘 我早上吃了两个大馒头呢 我真不饿 我也不在你这里吃中饭了 送虎牙去医院的时候啊 走得急 走了这么多天啊 家里的事都堆成山了 等虎牙吃完了呀 我们就走 哎 娘叹 娘叹了口气 已经有人在嚼舌根了 说什么呢 还能说什么呀 还不是 你跟孩子说什么呢 父亲这时慌忙打断了母亲的话 你还不了解那些长舌妇啊 总喜欢没事找事 贵 不要听他们那些谐言 采平都把那几个到他面前搬弄是非的婆娘骂了个狗屑喷头 说是他要安平帮你把孩子送医院的 也是他要安平在医院帮忙照顾虎牙的 采平这样的朋友真是世上少有啊 金贵什么都明白了 这事要落在别的女人身上也会让人说闲话的 何况她是个寡妇 她就说 是啊 凭姐对我真比亲姐妹还亲 可她不想就这个话题继续说下去 就催虎牙 虎牙 你姐和你妹都在等我们呢 她就拎起了蹄包 催着儿子快走 你就不能再多坐一会儿啊 好久没陪娘坐坐了 金贵望着已经非常衰弱的父亲和头发灰白的老娘 心想他们这样的年纪了还要为他受气替他担心 心里不禁一酸 泪水就滚出来了 娘跟在他们的后面 一再叮嘱说 别听人家嚼舌头 这些天啊 采平一直在你家照看着两个孩子 毕竟不是亲姐妹啊 可她比亲姐妹还贴心 还疼你 人要小得好歹 娘是这世上最疼她的人 她的每一句话都承载着对她的深爱 她理解娘的那份担忧和牵挂 这些话也只有娘会这么说 特别是那句人要知道好歹 让她感到心惊肉跳 娘我记着呢 你不用为我担心 回去吧 采平姐在家等我们呢 可她的心里却又忐忑不宁 不知如何面对采平 金贵牵着虎牙往岭上走 走一段就停下来 问虎牙累不累 走不走得重 要不要娘背 虎牙说自己能 可金贵仍不放心 怕她走累了又要发病 非要背她 她刚背了一小会儿 就听到背后有咚咚咚的脚步声走近 放下放下 安平大步走到了她的跟前 我来背 说着就把手上提着的篮子 往金贵面前一放 背起虎牙就走 金贵只好拎起篮子 跟在后面问她 你拿这些猪肉和挂面做什么呀 采平要我回家拿的 金贵心神更加不宁起来 她害怕与采平相见 她不知道以后的日子如何去过 人们已经这样议论了 她见到采平 这脸往哪搁呢 她真想躲到一个世人找不到的地方 不让任何人再见到她 可真实生活 却不允许她飞出城市 她有三个孩子 她要抚养他们长大成人 她哪都不能去了 她无处躲藏 要见的人还得见 要面对的也逃不了 她硬着头皮往家走 娘 娘 还没到家门口 就听到青崖 喊着向她跑来 金贵快步迎过去 他们在道场下相遇了 就像离别了很多年那样 金贵丢下东西 蹲下身 把女儿揽到怀里 又轻又疼的 青崖把头紧紧的贴着她的胸 嘴角往下拉个不停 金贵的眼泪心虚的连声说 啊 乖 乖 娘的命 别哭 别哭 啊 这时 琴琴也出来了 金贵连忙硬着 就对青崖说 姐姐在叫呢 我们回家吧 她拎起东西往家走 琴琴从她手里接过提包 她牵起小女儿走进家门 安平和虎牙 在堂屋的饭桌上玩扑克牌 琴琴放下东西 站在虎牙边上看着 青崖也挤在边上看着他们玩 金贵放下东西走进厨房 彩萍正锅上锅下的忙个不停 凭借 金贵叫了一声彩萍 就哭着 扑上去抱住了她 彩萍连忙放下锅铲 把她抱在怀里 急切地问 哟 这是怎么了 怎么了这是 姐 她往她面前一跪 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呢 医生说虎牙要持续半个小时就没救了 若不是你们夫妇全力相助 虎牙就没了 你们给我颠覆的药费 我会还的 一定还你们 嗨嗨嗨 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们谁跟谁呀 彩萍把她扶到了烧火凳坐下 我们姐妹应该有难同当 有福同享 相互帮助是应该的 哪个人能保证一生一世都不碰到困难啊 哪有人一生都不要人帮助的 你现在是孩子们小 等他们大了 你不就好了 有儿穷不久 无儿才穷一世呢 金贵 别这样想啊 彩萍掏出手帕 给她擦眼泪 来 你给我烧火 今天啊 是我们两家团圆的日子 我们合在一起 吃一顿团圆饭 秦秦 快点 把你表叔拿来的篮子给我 哎 来了 秦秦把竹篮提进厨房交给彩萍 见她娘在抹那儿 就坐到了娘的边上 搂住娘 把头紧挨着娘的脸轻声地问 娘 你怎么了 跟赛秦秦后面进来的青崖 见姐姐抱着娘 也望一到娘的身边 抱住娘的另一只手臂安慰地说 娘 哥的病都好了 你莫哭 金贵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 她只是觉得心口堵得慌 但冷静下来一想 自己也觉得哭得可笑 真是莫名其妙 还要女儿来哄 她无声地叹息了一声 就往灶里塞着柴 吃过午饭 金贵收拾完碗筷 就坐到了桌边陪着彩平 她心里老觉得对不住这位 贴心贴肺帮着她的表姐 想到发生在医院里的事 心里愧疚得发慌 总想为她做点什么 减轻一点她的负罪感 就对她和安平说 虎牙这次生病 全得你们相救 要不早就人没了 虎牙的命是你们给的 如果你们俩不嫌弃 虎牙就认你们是干爹干娘吧 哟 真的 彩平还以为听错了 当然是真的 她若有良心 你们老了的时候 她就要像孝敬我一样 来孝敬你们 哎哟 这太好了 安平和彩平几乎是同时硬着 虎牙 金贵把儿子拉到他们面前 叫他给安平跪下 给你干爹磕头 虎牙高兴的连磕了三个头 叫爸 金贵对儿子继续下着命令 爸 哎哎 安平想想的硬着 慌忙拉起虎牙说 哎哟 我有儿子了 我有儿子了 来 再给你干娘磕头 金贵指示着儿子 虎牙从安平的怀里 争出来 跪到了彩瓶面前说 姨 给你磕头 哎 什么姨呀 以后要叫娘 行行行 彩瓶就笑着拉起了虎牙 随便怎么叫 还不都一样吗 虎牙乖巧的叫了一声娘 医到了她的怀里 就像她真的是她娘似的 彩瓶乐得嘴都合不拢了 她说 哎呀 哎呀 跪呀 她牵起了金贵的手 把她拉到了身边坐下 我们是前世的缘分啊 以后你家的事就是我家的事 不要再有什么顾虑了 有事 叫孩子来喊我们一声 我们就会来帮你的 她硬着又补充了一句 哎呀 老让你们来帮我们 我心里很不安 这个年啊 就让你们没过好 你和安平哥两个人 还没单独在一块吃一顿饭呢 都是我们脚的 真不知如何感谢你们呢 哎 虎牙好了 你们也该回去休息几天了 彩瓶忙站起来说 哎 既然虎牙给我们做了干儿子 对我们来说呀 是件大事 这也不能这么说算就算了吧 我们得请两多酒 让村里人都知道这事 好啊 安平立即响应 那 那就明天吧 明天初六 好日子 再说 有的人家 我也得去走走 下午的去拜年 顺便就请了 哎呀 这么破费不太好吧 金贵感到有些为难 就 就别这么兴师动众的 嗨 这有什么关系啊 安平打断她说 每年过年 不得要请春酒啊 这不是一举两得吗 是啊是啊 彩瓶附和着 一举两得 你们一家呀 都得来啊 啊 那就让虎牙去就行了 我这么 这么长时间都没在家 许多事啊 都搁在那里了 哎 那可不行 你不来给我帮忙可不行 今天下午啊 你就要过来帮我 在家呀 帮我弄一弄 明天你一早的 再来帮我 把你家的碗啊 快啊 菜碗啊 都拿来 金贵推辞不掉 只好硬了 他让虎牙 做他们的干儿子 实在想 畏惧畏惧 彩瓶 弥补他 对彩瓶 犯下的过错 彩瓶 喜欢小孩 勤勤很小的时候 他就想过 要他做他的 干女儿 可是母性的自私 使他不愿意 他人 分享他的儿女 彩瓶不能生育 孩子成了他的一块心柄 为了抚慰他的心 金贵才决定这样做的 见他们真要当回事 还要请酒庆贺 他又有些后悔了 这不又给人家画柄吗 那些没事干的人 又有闲话可说了 可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 他只好认了 他送他们出门的时候 彩瓶再次叮咛说 明天一早啊 就带着孩子过来啊 他还不放心 又使出激将法 我帮你带了 这么多天的孩子 你耽误一天还不行啊 这下金贵 就更推辞不掉了 金贵终于结束了 这一天的劳作 脱衣上床 金贵借着床头 坐在黑暗里 听着三个儿女 均匀的呼吸声 一缕孤寂 仿佛竹林里的沉雾 若有若无的 在室内弥漫 一下就覆盖了他 安平哥睡了吗 他是不是抱着采平姐 在做内事 他们离开了这些日子 人说小别胜新婚 金贵的心 历史就有了一种 让真戳一样的疼 他长长的叹了口气 哎 他是他的丈夫 他们夫妻在一起 名阵言顺 我有什么资格难受呢 他责骂着自己 真是不知羞耻 别想了 认命吧 你的责任是把孩子们养大 把他们培养成有出息的人 他躺了下去 可他刚要睡 突然听到大门上 响了算下 他吓得立时坐起来 披上外衣 竖耳倾听 他又仔细听听 没有响动 又过了一会儿 有脚步声移到了窗口 窗纸有了响动 传来了安平 很小的声音 金贵 金贵 你睡了 金贵没有答应 我是安平 彩平叫我来拿网块 你开开门 金贵怕吵醒孩子们 亲戚都这么大了 他半夜跑来 孩子们会怎么看呢 他只好起身走到窗前 放低了声音说 不说好了吗 明天我带过去 我们都睡了 你回去吧 安平用舌头把窗纸 损失了一个小洞 把嘴伸进洞口 轻轻的说 我有话跟你说 你走近些 有什么话呀 那你就快说 他向窗口 靠了靠 我 我想你 你让我进来 这回 这回 金贵是下定决心了 只要给他开了一回门 就会有两次 三次 和无数次的 他不能这样 跟他继续下去 他没有理他 躺回到了床上 可金贵 这一夜 没睡踏实 他想来想去 觉得还是少抛头露面的好 他出现在安平的家里 会让人生出许多联想 他不想去帮彩平烧饭了 第二天一早 他给三个孩子 吃过早饭 就打发两个大的 去给彩平 送碗块盘碟 叫他们告诉彩平 他的肠胃受了风寒 不来了 勤进和虎牙走后 他就找了把锄头 嘱咐青牙在家看鸡 看猪 他要到山龙里 去除油菜草 就躲了出去 彩平接着两个孩子 抱着他们又是亲 又是疼的 问清他们娘 没来的原因 心里就有数了 肯定是他觉察出 昨晚安平的意图 生他的气了 他就对安平说 哎 金贵说他病了 那今天开三桌 他不来可不行啊 你快去看看 如果没大事啊 背也得把他背来 我们说虎牙做儿子 他这个亲娘不来 那笑什么话呀 哎 安平 你就去一趟 替我跑一趟 行吧 表爷 我来 乖巧的琴棋 从安平手里夺过抹布 您去接我娘吧 我来擦桌子 好 我保证完成任务 安平不见金贵 就问青牙 哎 你娘呢 你彩平一样 让我来接你们下去 啊 我娘到田里去了 青牙跑到道长边 抬手往杨家笼方向指了指 哦 那你在家等着啊 安平招呼了青牙 我去找你娘 他知道他这样做是为了逃避他 他暗自笑了 你能逃得过吗 我就那么好甩的吗 金贵家的田地他了如指掌 他就猜到他是除油菜草去了 他没费力气就找到了他 山龙里静悄悄 正值新春 没人下田干活 他抬头四方张望了一下 连只山雀都没有 金贵的油菜长得很好 都已经开始抽台了 有一尺多高 金贵正弓着腰在油菜林里拔草 田沟里堆得一拢一拢的 安平放轻了步子 到了他的身后他才发现 安平一句话没说 上来就拦腰抱住他 把他放倒在田梗里拔下的青草上 金贵反抗着 抓住他的手惊恐的说 你放手要给人看到的 谁叫你昨晚把我关在门外的 你好狠心啊 安平我求你了 你别这样 我就想要你 我就要这样 他力大无比 金贵完全被他控制住了 他再也无力挣扎了 安平如在自家床上一般 大声的说 你已经是我的女人了 就别想再甩掉我 你甩也甩不掉 其实你也舍不得甩掉我 对吧 金贵尼喃着 哎呀 你声音能不能小一点啊 我都吓死了 你真是胆大包天了 唉 你真没出息 怕什么 哪个男人女人不做这事 不做这事 那孩子怎么出来的 我们俩呀 是田氏的姻缘 陆氏姻缘 你就认了吧 哎呀 安平哥 你这不是要我死吗 你把我按到田沟里做这事 让人家看到了 如何是好啊 我还有脸活吗 做这事 就讲个激情 我可不管在哪里 你想想 这有多浪漫 他突然变成诗人了 在铺满绿草的田耿里 两边是含苞玉放的油彩花 天光万寝 绿竹遥风 多有情调 这是神仙才能享受到的美事呢 我们不就是神仙了 你就只要怕 怕什么 我都不怕 你还怕 有我呢 真活在世上 又不是专门为别人活着的 我们也得为自己活活 这又不像过去 怕这怕那的 怕主任队长开提反会 怕不给我们计功分 不给我们分粮食 现在我们吃自己的 不用怕 人家要说 就让人家说去 出不了什么事 就是给人家看到了 我也不在乎 我就说 我爱你 如果徐家人来找茬子 我担着 哎呀 这种事 人家不骂男的 只骂女的 哪个敢骂你 我就对他不客气 金贵连连摇头说 世上的事 哪有这么简单的呀 阿平哥 趁人家还没有发现 我们断了吧 你知 我知 心里记挂着 不行吗 安平被他说的 心里也酸溜溜的 就抱紧了他说 我的好金贵 以后我来找你 多个心 尽量不让人看到 我绝不让你受委屈 好吗 他替金贵擦去眼泪 啊 彩萍在等你呢 他放开了金贵 站了起来 整理好衣衫 我先把青衙带走 你回去换点衣服 梳头洗脸 随后就来 好吗 金贵只好点头答应了 金贵是从彩萍家的后门进入他家厨房的 他害怕被人议论 尽量不去引人注意 彩萍高兴的迎上去 爱撑着他 你看你 昨天说好了的 还要三九四街啊 人说 作贼心虚 刚刚还跟人家的男人 那个了 此刻见着彩萍 金贵就有了一种 偷了彩萍的东西 不敢面对他的感觉 听他这么一说 他的脸就有些发热 连忙钻到灶前 拿起火钱 往里塞柴火 低下头说 我是肚子疼 不太舒服 你们非要我来吗 安平不但请了村委会的人 还请来了和他同过学 又在宣传队一起唱过歌 跳过舞的副乡长 以及朱姓的长辈和亲朋 安平带着虎牙 挨捉敬酒 那个当副乡长的同学 即杯酒下肚 话就多了 他知道了安平的儿子 就是刘金贵的儿子 说在宣传队的时候 他就是个大美人 多年不见 偏要安平 请出金贵 来与他喝一种 副乡长的酒喝得多了些 哎 岁月呀 副乡长 凯然常叹 当年宣传队的一只 娇艳的牡丹 下面的话还没说出来 他突然把安平 拉到跟前 把嘴凑到他的耳边 敲声的说 听说他成了寡妇 嗨 真是红颜薄命啊 哎 我看你们的关系 好像不一般呢 金贵 金贵想跟安平了断 却怎么也断不了 金贵时时提着心 害怕被人看见 遭人唾骂 更怕怀上孕 那就无脸见人了 永远抬不起头了 每回安平来找他 他都怕得要死 可又经不住他的攻势 在快乐之时 他暂时忘了恐惧 可一旦从快乐中清醒 他又提起了心 安平常常趁他在地里干活的时候 偷偷地溜到地里 放倒他 有时 他趁两个大孩子上学的空当 遣到他的家 把他抱到床上 插紧门栓 也趁孩子们睡了的时候 来敲门 把他抱到空房里 每次安平来 他都吓得心惊肉跳 可安平若几天没来 他又像掉了什么一样 心里感到空落落的 仿佛有件事情 在天气的那样 忐忑不宁 他们就这样 偷偷摸摸地 过着露水夫妻的生活 两个月后的一个早晨 金贵刚一起床 就突然感到头昏眼花 心里像翻了一样的不舒服 他开始还以为是受了寒 想想又觉得不对 一算日子 他吓得魂飞魄散 大宝走后 独守空房的那些日子 他从来没有在意过 好事来不来 何时来 这次过期了十多天 他吓得魂不附体了 这可不得了 只要一害喜 就没法瞒住人 这可怎么是好啊 他急得不知所措 泪水就滚了出来 怎么办 怎么办呢 他不断地自问 却没有一个好答案 他非常清楚 这个孩子他不能要 这是铁定的事 他得尽快做掉 在做掉之前 他得瞒住不让人知道 他伸直妊娠反应的痛苦 他只有咬紧牙关 战胜妊娠带来的反应 装得没事人一样 去做事 去过日子 等安平再来找他时 他要求他 陪他到县医院 悄悄地刮掉 那还可以保住 一个假面子 他盼着安平快来 好尽早安排 处理掉肚子里的东西 回到屋里 他心里又一阵难过 我怎么这么倒霉 他跟彩平十五年了 彩平什么都没有 和他就这么几天就出事了 他恨起自己来 都是自己作戒 不然不会有这么多的烦恼 他急着要见安平 就扛着厨头到地里 他希望安平 这会儿在果园里 能看到他 可他家的果园 连个人影都没有 他又去到他家的竹园边上 和自留地里 希望能在那里碰到安平 可他又失望了 没有见到他 心里更不是滋味了 他没心思做事 只好回家剁猪菜 剁着剁着 水芹菜的气味 冲着他的胃肠 又翻江倒海起来 青牙见他又吐又藕 棒一到他的跟前 模仿姐姐的动作 给他垂起了背问 娘 你不会死吧 娘吐完了 心里好过了许多 他搂住女儿说 唉 娘不会死的 娘只是受了点凉 很快就好了 她在女儿的额头上亲了亲 我青牙啊 也快长成大姑娘了 下半年 娘就要送你去上学了 好好念书 长大了 做个有出息的人 不要像娘 嗯 娘好 青牙搂住她的脖子 我偏要像娘 唉 娘不好 娘命苦啊 娘好书啊 给娘争气 她想到自己面临的困境 泪水又滚出来了 她用袖口擦去了泪痕 叹了口气 突然想到安平今天若不来了怎么办 她便对青牙说 青牙啊 你敢不敢一个人到彩平一家去呀 嗯 当然敢了 好 她松开女儿 你去把表叔找来 说娘有事请她帮一下忙 叫她今天一定要来 啊 那叫不叫彩平一来 啊 表叔一个人来就行了 啊 知道了 青牙像只从笼子里放出来的小鸟一样 快乐的跑出去了 她突然想到了一件事追了出去 喊住了女儿 嘱咐道 有人问你去做什么 你不要说去找表叔 记着了吗 啊 安平那天在家里安装土自来水 她用竹茧把山泉引到自家厨房顶上的水泥做的水箱中 再用镀心管接到厨房内的水池上 挨上水龙头 一拧水龙头 水就哗哗的流下来了 彩平高兴的像个孩子围着丈夫转圈子 连声说 哎 天晴下雨啊 都不用出门洗衣服挑水了 咦 青牙蹦跳着进来叫着 表叔 彩平高兴的拉着青牙的手 献保式的对青牙说 嗯 你看 你干爹多聪明啊 她抿开了水龙头 水就哗哗的流下来了 这呀叫自来水 城里的人啊 就用这种水洗菜洗衣烧饭呢 回头啊 我叫你干爹 也给你家安一个 你娘就不用挑水了 嗯 谢谢姨 青牙高兴的姨蹦老高 也谢谢表叔 哈 你哥做了我们的干儿子 你以后就该叫表叔干爹 叫我干娘 彩平蹲下身 在他的脸上亲了一口 知道了吗 嗯 他转向正在洗手的安平 表叔 我娘叫我来找你 说有事情请你帮一下忙 你看你看你 你怎么又叫表叔呀 青牙朝彩平咧嘴一笑 金贵从来没让孩子来找过安平 安平就有了一种预感 一定是出了什么事 彩平也有一种感觉 他昨天晚上还去了他家 什么事需要这么急叫孩子来喊呢 他俩都同时感到有些纳闷 莫非 真是心有灵犀 彩平连忙说 哎 你快去吧 肯定是个重要的事 不然啊 不会叫孩子来喊的 来 青牙 跟干娘玩一会儿 干娘啊 煎巴给你吃 好不好 我娘吐了 我要回去给他捶背 青牙不知道 这是不能说的 彩平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 安平从彩平的眼睛中 得到了一个激动人心的讯号 这是他期盼了很久的喜讯 他急需得到证实 恨不得一下子就飞到金贵的面前 听他亲口告诉他 他快步如飞 若真如他和彩平心照不宣的猜想 春节前他们的孩子就要出生了 他住安平就膝下游子了 他不会被人只说是孤老了 他再也不用担心老了无人奉养 死了无人为他养老送终了 他的坟头不会凄凉寂寞了 还没进屋就大声的喊了起来 金贵金贵 他边叫着就进了堂屋 不见金贵也没有他的应声 他猜想他一定是在他的房里 就放轻脚步进了他的卧室 金贵早就忘到了他急匆匆上山的身影 也没看见青崖跟在他的后面 他就跑回房里躺在床上 把被子盖得紧紧的 他故意不搭理他 他要让他知道他害得他起不来床了 带点撒娇也包含着怪罪 安平见他睡在床上 就轻悄悄地走到床边 像猫一样地上了踏板 做贼似的掀开了他的被子 上去就亲 亲过了就撑着双臂笑嘻嘻地看着他 你这么急把我叫来 是不是要告诉我你怀上了 安平紧盯着他的眼睛急切地问 真是这好事 哎呀 把人都急死了 还好事呢 金贵呜呜地哭了起来 我天天提心吊胆 就怕出这事 还是没躲掉 这事只能你一个人知道 你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了 最好你明天就陪我去县医院刮掉 安平根本就没有听到金贵后面的话 他被兴奋冲昏了 他真的怀上了自己的孩子 狂喜使他的心像小兔般的狂跳 他不管不顾地抱住了金贵 在他的脸颊上乱问了一阵 还边问边喋喋不休地说 亲爱的你真能你给我怀上了太好了 我就要做爸爸了 我太高兴了 你真好 我太爱你了 我太爱你了 你真是了不起 你真是伟大的女人 我最亲爱的人 啊不不不 金贵哭叫着 我不能要这个孩子 我不能要我 金贵泪流雨下 继续对安平说 安平 你是想让我死吗 不想让我活吗 安平对他说 哎 金贵 你怎么这样想啊 我说的是真话 我要这个孩子 我要病了 你就别胡思乱想了 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 只要他们能读书 肯读书 考到哪里 我们就供他念到哪里 我们一起来把他们培养成人 你别说了 金贵哭得更伤心了 你说的都是疯话 你以为孩子们接受了你的资助 他们心里就快活 他们念到大学毕业 我就能心安理得吗 他们就会敬重我 你只为你自己想 你想没有想过 我和孩子们将来 如何活在这个世上 她是个寡妇 跟你不明不白生下的孩子 长大了 知道了这个真相 她心里能好过吗 能不感到耻辱吗 能有脸在人的面前混吗 我又如何面对我的三个儿女 寡妇生孩子 顷刻间就要传遍千家万户 这还不让人骂死吗 再说 我就是不要这个脸 想给你生 政府也不准我生啊 你就别异象天开了 好安平 你如果真在乎我 爱我 你就快陪我去医院 做掉吧 安平 不支声了 她叹了口气说 我知道 这对你太难了 我理解你心里的苦 也不愿意让你被人骂 更不愿让孩子们受到歧视和白眼 我跟彩平离婚 我来娶你 金贵睁得瞪大了眼睛说 啊不不不 这不是我的意思 安平 你不能跟彩平离婚 我坚决不同意你这样做 我把话说到前头 你就是跟彩平离了婚 我也不会嫁给你的 这个孩子 我是绝不会要的 安平不是不知道 人嘴可以杀人 他哪里舍得金贵 遭人唾骂 只吉良谷呢 可他 只是享有个自己的孩子 并没有太多的奢望 金贵 又不准自己选择离婚 他也难死了 他只能宽慰他说 我不会扔掉你不管的 你就忍耐几天吧 县电管局年前就下发了通知 要逐阵逐箱的 搞电路清理和维修 这个月刚好轮到我们想 我们村和附近的几个村 明天就要开始了 你看这样好不好 等我忙过了这一阵 我就陪你上县医院 总会有解决的办法的 你别着急 好吗 我回去 把我们之间所有的事情 我都告诉彩萍 安平哥 你 你不要管了 我都告诉他 我都告诉他 尽管这样的发展结果 是彩萍所希望的 但他毕竟是女人 内心 内心还是酸酸的 不是滋味 若自己能生 该多好啊 可他 只能把心酸 吞进肚里 第二天一早 安平 检减 检搜电路去了 彩萍就来到了金贵家 彩婷走进屋,金贵正在厨房里剁猪菜,边剁边吐黄水,泪水似林。 彩婷的心顿时异酸,伸过双手去拉她。 哎,金贵,我来剁,你到床上去躺着。 姐,我没事儿,我能剁。 刚说完就捂住嘴,控制不住,又吐了。 听姐的话,我送你到床上躺着。 彩婷见她这个样子,爱恋着她,使出吃奶的力气,硬是把她拖了起来。 我不能躺下,孩子们要吃饭,鸡猪要吃食,瓜菜要栽种,小麦要追肥,家里有做不完的事儿等着我。 我还得弄钱给孩子们交学费,我死都死不掉,哪还能躺下呀。 她仍然降着,不肯挪步。 哎呀,你都病成这样了,还硬撑着。 金贵,你就听姐这一回行吗? 你要做的这些事儿啊,都包在你姐身上。 我保证你的猪啊,饿不了,孩子有饭吃,你现在啊,得在床上躺一会儿。 她硬是把她拽到了房里,暗坐在床檐上,就弯腰给她拖鞋。 金贵终于没有憋住,折磨她的那汪苦水,她突然抱住菜瓶,哭了起来。 姐,我不是人呐,我对不住你,姐,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 她边哭边诉说。 你对我这么好,比我的新姐姐对我好十倍百倍,我却做出了那种对不住你的事儿,我这心里像邮件一样难过。 她对着肚子又垂又打起来。 哎,金贵,你不要这么说,你没做对不起我的事儿。 彩平慌忙抓住她的手,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 姐,我是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我没脸见你。 她泪水倾盆,紧紧地抱住彩平不放。 姐,你饶恕我吧,她往地下一跪,就泣不成声了,你狠狠地打我吧。 她抓住彩平的一只手,狠命地往自己的脸上打。 金贵,你不要这样。 若说对不起,是姐对不起你。 彩平眼泪水唏嘘。 金贵,你听我说。 她抱住金贵,把安平偷偷爱上她,在家不吃不喝,要与她离婚的事儿说了出来。 金贵呀,我太自私了,为了保住婚姻,就答应安平来说服你帮我们生个孩子。 我想的太简单了,只以为我们是姐妹,换头的交情,就认为你一定会为了我这苦命的姐姐答应我的。 我太自私了,一心只想着我不能失去安平,为了这个,我什么事都会为她去做的,一点也没有从你这方面去着想,更没有去想,这会毁了你的名声,让你没法做人。 我明明知道她想要你,想要你为她生个孩子,却没有去阻止她,装着什么都不知道。 虽然我叫她去陪你,一起去照顾虎牙,并没有想到会为你们的接触提供机会。 可是我后来想到了,却没法阻止了,实则是纵容了她呀。 妹妹,我想的太简单了,只是想保住我的婚姻,再就是,想让你给我们生个后代,我老了的时候也就有了个依靠,都是我不好。 我给你赔罪,我也替安平给你赔罪,我们都该死,给你带来了这样的痛苦。 求你饶了姐姐吧,我们的本意不是想伤害你呀。 可怜的姐姐。 金贵紧抓着彩平的双手。 这事儿不怪你,是我自己不好,她也没有强迫我,是我自己没有扛住。 姐,都怪我,是我自己把自己坑了。 哦,姐,这个孩子是货贷,我不能要,他要毁了我,也要毁了秦庆,毁了林虎和林青的。 他们将会和我一样无脸见人,人家会指着他们的背心,说他们的娘偷人,说他们是他们娘卖身给他们念书的。 就是他们上了中学,大学,也忽畏之,深感耻辱的。 我只能求姐姐原谅我,我不能为安平哥和你生下这个孩子。 我一定要趁还没有人知道的时候,去县医院搞掉,从此与安平一刀两断。 求你,劝劝安平哥,快快送我去医院。 脱长了,人家就会都知道了。 彩平的内心被矛盾和痛苦绞杀着。 他非常清楚,安平小孩子都想断了肠,只恨自己没本事给他生儿育女传承香火,有亏于他。 没有孩子为戏,他们的婚姻就如同建在沙堆上的房子,随时都有青岛的威胁。 但他也不愿意看到金贵这样为难。 一想到金贵这些年来做经历的不幸和坎坷,他心里就满意着怜悯。 金贵没有遇到一个好男人,小毛简直是个畜生,从没有看过女儿,更别说承担抚养女儿的义务了。 大宝表哥虽然疼他,但他跟他也没过几天舒坦日子。 同是女人,他能感受到他多么不义。 如果他还要逼着他为他们生下这个孩子,那不是要把他推进杀人不见血的刀丛之中吗? 他绝不能逼着他为他们去做这样的牺牲。 他想到这儿,心底仿佛平生起义律浩然之气势的。 他点了一下头,回答他说, 鬼,我理解你的难处,我帮你,我一定要说服安平,陪你去医院。 等他今天晚上回来,我就对他说,叫他明天一大早,无论如何要送你去医院。 他若请不动假,我就送你去。 他造下的灭,我来还,你放心好了,我绝不会让人说你什么的,哪个敢说你的坏话,我就撕碎他的嘴。 别怕,有我呢。 姐。 君贵一把抱住了蔡平,你真是我的好姐姐。 蔡平拉起他,把他扶到床上说,你躺着,我去给你把猪喂上。 你不要起来,东转西转的,转多了又要吐了,你今天就好好养养精神,明天起早上县城,绝不为难你,一切由我。 就是安平为这事儿,要和我离婚,我也要陪你去。 君贵感动得,话都说不出来,捂着脸,乖乖地躺下去了。 安平中午不回家吃饭,中饭,采平就在金贵这里吃,他想给孩子们做两个好吃点的菜,打算太阳落山前再回家。 他刚出门,就听到岭下人声沸腾,好像出了什么不平常的事儿那样乱哄哄的,还好像有人在喊他的名字。 有人往岭上跑来了,那人边跑边喊,采平听到了是金贵哥喊他的声音,这声音越来越近。 他听清了,确实是金贵哥上来了,他边往岭上跑边在喊他,他的心猛得一惊,莫非我家里出了什么事? 他的心,他的心一下子就低了到嗓子眼上来了,他就有了不好的预感。 对清雅说,跟你娘说一声,山下好像出了什么事,我下去看看。 说着扔下菜兰就往山下跑。 他没跑几步,金贵哥就看到了他。 采平,不,不好啦,安平他,他,被电打了,快快快,人都烧了,烧的。 他没敢说下去。 采平虽然不懂电,但他清楚,村里自从有电以来,安平就担负着电路安装和维修电路畅通的电管员工作,属于松竹乡电路维修站的业余电工。 村民家的电路出了毛病,就找他,他没有工职,一年给他一千块钱。 钱不钱,安平从不计较,他喜欢做别人不会做的事。 但不但管他们村里的电路维修,还管附近四五个村的电路维修,是附近村民最不可缺少的人。 特别是那些竹木加工厂,油房,更是离不开他,他比村委主任还吃香。 多年的耳濡目染,采平也知道,电比水火还厉害,还无情。 他知道电能电死人,他一听说安平被电打了,就吓软了,凉腿筛糠似的站不住,蹲坐在山路上哭了起来,对着金贵哥吼叫着,你跑来找我有什么用啊,还不快去把电拉了,把他救下来送医院去啊。 金贵哥不忍心实话相告,也不知如何才能安抚他,他仍站在离他半丈远的地方,手足无措地等着他。 你,你快去呀。 采平撑起身子,颤颤抖抖地站起来,你怎么不动啊? 他亮亮呛呛呛地往领下走着。 哥,出什么事了? 金贵一听到了喊声,也莫名其妙地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连忙穿衣服往外跑。 一出门就隐约听到了采平的哭声,大事不好,不知安平出什么事了,他是去检修电路的,莫非…… 他不敢想了,就缅下领来,见他哥扶着采平往领下跑,就叫住他问。 他哥怕采平受不住打击,支吾着说,"哦,出了点事儿,安平让电打了,"说得轻描淡写。 啊?电打了?" 金贵一从他哥的话里,感受到了安平,遭遇了不幸,仿佛一个响雷炸裂在他的头上,他被炸蒙了。 可他不敢把内心的焦虑、痛苦表现出来。 他咬住心里的痛楚,故作平静地追上采平,挽起他的手臂,安慰着他。 啊,安平哥懂电,不会有大事儿的,你别急,慢点儿,我扶你一道去。 他俩心里都明白,安平出了大事,或许已被电打死了。 可他们彼此都不敢说出来,他们想的是尽力宽慰对方。 他哥跟在他后面一句话不说,像座沉默的大山,这更加重了他俩内心的恐惧。 彩平家屋门前,彩平家屋门前,围了许多人,表情肃目哀伤。 人们见到他们就让开路,他们就见到安平僵硬地躺在地上,证实了他俩的猜测。 安平死了,脸都烧黑了,彩平挣脱开金贵的手臂,疯了似的向安平扑了过去,扑倒在安平的尸体上。 金贵的心,像刀哥一样疼,他再也忍受不住内心撕裂般的痛苦。 悲哀,像红涛泪般一泻千里似的冲破了他,裹了又裹的情感伪装。 安平哥! 他撕心裂肺的一声嚎叫,就向安平烧焦了的尸体奔了过去。 你怎么招呼不打一声,就这样丢下我们呢,你真狠心呢! 就跪倒在彩平的身旁,搂住彩平,任泪水横流。 这时,与安平一同换变压器的阳村电工,领着一个战部模样的男人来了,说是负责松烛箱电路改造的人。 他走到安平尸体前,只裂了一眼,竟然说,这个朱安平倒很有厌福啊,死了竟有两个女人哭他呢。 采平认识这个人,他上他家吃过饭,喝过酒。 听他说出这种对生者死者都大不尽的话,悲哀一下子就化作了愤怒,他猛的往起一爬,上去就给了那个人一个嘴巴,吼叫道。 你还训人吗?说出这种无聊的话,我跟你拼了。 他就向头被惹怒的西班牙公牛,一头向他撞过去。 你还我丈夫,你还我丈夫。 这是那人所没有料到的,他有些理屈其穷的向后退着说,你,你,你怎么这样?你还我丈夫? 采平又要撞过去,被人拉开了。 他痛不欲生的哭着,你还我安平,还我安平。 那人振振有词的说,你找我要人,我还要你赔我务工和损失费呢。 我到事故现场就看过了,是你丈夫违反操作归城造成的事故,变压器都烧毁了,上万块呢。 你这话说的就不进情理了。 安平村的村委会主任走到那人面前说,现在人都没了,你想一推四六五说不过去,你得负责。 那,我负什么责? 他是个业余电工,干一天活给他一天的钱,他没按规定程序做事,才出的事故,让变压器都烧坏了。 我不向他左赔,就是我讲仁义,还找我要人,岂有次力。 说着转身要走。 金贵哥和围观的乡亲们愤怒了,他们把他围了起来,挡住了他的去路,群情激愤地纷纷指责他。 金贵,趁大家跟那个人谈谈的空单,悄悄地逃离了众人的眼睛,往下走。 往日他上徐家林,要不了一会儿的功夫,可今天这半里山路比登天还难,他不敢尽情倾泻他内心的伤痛。 哀伤,哀伤,像山一样挤压着他,他的双腿又千斤重。 他自敢先头的失态,已让人察觉出了破绽。 幸而彩平挺身而出,转移了众人的视线,他才得以脱身出来。 想想他就挪不动脚了,他还等着安平明天送他去医院呢,可他今天却不辞而别了。 我的命为何这样苦啊? 他的心突然像刀割一样。 安平是因为不愿意搞掉这个孩子,而有意逃避,走了绝路,还是因为这事儿心神不宁,开了小差而出的事故? 他总觉得安平的死,与他肚子里的孩子有某种关系。 他心里的痛处就又渗进了内疚,使他难以中和。 他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家走,一路泪水。 在人前,他不敢放声大哭。 一进家门,他就扑倒在床上,任随泪水清流。 安平的面影透过泪脸时饮时现,就像电影特写镜头那样,让他想起了他对他的诸多恩爱,对他的儿女们的种种关心。 他想要他给他生个孩子,他却坚决要刮掉,想到他是带着这个遗憾离开人间的。 金贵的心就痛得像有带刺的钢鞭,抽打那样难以忍受。 昨天,就在他这张床上,他还搂着自己,答应尽快陪他去医院。 金贵知道,他是为了他和孩子,不得已才答应他的。 他是多么盼望有个自己的孩子啊。 两个小时前,他还在想,刮掉这个孩子以后,再也不要他走进他的家门。 他感觉到他此刻,就站在他面前,哀怨地看着自己。 那不甘的目光,那依依不舍的神情,他顿觉肝肠寸断。 安平啊,他在心里呼唤着他,你不要这样看着我。 我知道你的心里呼唤着他,你就放心地走吧。 安平,他千百次地要与他决断。 可当他再也见不到他时,他又是这样地撕他,恋他,离不开他。 他走了,金贵又是如此的丧魂失魄。 我的命为何这样苦啊? 上天为何这样刻薄我呀? 连一个我悄悄爱着的男人都不让他活着。 婆婆骂我是扫子心,难道我真是个客夫的女人? 上天哪,你太不公平啊! 你为什么要这样狠心地对待一个无助的可怜的女人呢? 他无声地哭着。 娘! 琴琴轻轻轻地坐在床边,小心地唤了他一声,也哭了起来。 虎牙跟着也哭了,只有青牙睁着一双惊慌的眼睛。 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 见他们都在哭,他也受到了感染,哇的一声,也哭了起来。 金贵的心,仿佛被撕碎了似的,躺着血。 他知道,琴琴和虎牙都已经知道了他们喜爱的表叔的不幸噩耗。 他们知道,娘是因此而伤心。 他们也心知肚明,娘和表叔的关系,只是不能说出来罢了。 孩子们就像失去了父亲那样伤心,让金贵心酸又安慰。 他想,琴琴今年小学毕业,虎牙儿读四年级了,青牙也到了上学的年龄,下半年就要上小学了。 不能耽读孩子的时间,他慌忙擦掉泪水坐了起来。 哦,饿了吧,娘给你们做饭去。 不要说他。 琴琴一句话没说完,就扑进母亲的怀里,呜呜地哭着。 虎牙也扑过去抱住他,青牙趴伏在哥哥姐姐的背上。 金贵摟住三个孩子,四个人哭成了一团。 他突然想,孩子们长大了,懂事了,他得把他刚才想好的决定告诉他们。 他轻轻地推开他们说,我知道你们喜欢表叔,心里很难过。 别太伤心,记着表叔对我们的好就是了。 好好念书,娘就指望你们了。 琴琴,虎牙儿,娘不能瞒你们。 娘,娘已经怀了你们表叔的孩子,娘想要给他生下来,给他留下这个后在这个世上。 你们的彩平仪老了的时候,也就有了依靠了。 你们不会因此看不起你娘吧? 娘! 琴琴一把抱紧了金贵,虎牙也抱住了他,青牙也抱住了他。 琴琴郑重其事地说,娘,你是我们最亲,最伟大的母亲,我们姐弟永远尊敬你。 表叔是我们家的恩人,他爱我们就像我们自己的父亲,他在我们姐弟的心中,早就是我们的父亲了。 他想要个孩子,你就为表叔生个弟弟吧。 娘,你就生吧。 虎牙和青牙也直点头,金贵把他们搂得更紧了。 哭着说,琴琴啊,你不怕人家骂我们,骂你们的娘吗? 娘可以低头做人,可你们还都是个孩子啊。 娘哪忍心,你们受这样的委屈,影响你们的进步和前途啊。 娘。 琴琴自从知道他父亲抛弃了他的母亲,就开始慢慢懂事了,比一般的同龄孩子成熟得早。 他知道娘的一切不幸和痛苦,知道娘受到的所有委屈。 娘寒心如苦,都是为了他的姐弟。 他也知道娘和表叔相爱,理解他们相爱不能爱,也是为了他们姐弟们。 更理解娘内心的痛苦。 他就说,娘,你不用担心我们。 人家爱骂,就让人家骂去,我们不在乎,表叔疼我们。 彩婷姨,像你一样爱我们,他们想要个孩子,你应该满足他们的心愿。 这样表叔就可以瞑目了,彩婷姨老了的时候,也就不再孤单了。 娘,我们不怕,你不用为我们担心。 好孩子。 他要向儿女们跪下,被琴琴一把拽起。 娘,你这是干啥? 我们是你的孩子,没有你,就没有我们。 我们会一天天的长大,你不会永远吃苦的,我们都会孝敬你。 是不是啊? 啊,虎牙,青牙? 嗯。 两个小的硬着,跪下。 琴琴命令着弟妹,自己率先跪在了娘的面前。 我们向娘发誓。 你们跟姐说,娘,我们永远爱你,敬你,孝敬你。 虎牙,青牙,跟着她一句一句的重复着。 金贵感动极了,泪水滂沱,抱住她的生命,她的骨肉们连声的说。 我的宝贵,我的宝贵,我的心甘,我的命啊! 娘,谢谢你们了。 安平的墓地,选在她的果园里,彩平说,她最喜欢试弄果树,就让果园陪着她吧。 在金贵哥哥的受益下,安平的墓碑上刻下了义子林虎的名字。 这对彩平是个莫大的安慰,她很感动。 金贵牵挂着彩平,但认身反应越来越厉害。 去了,又要加重彩平的心理负担,她只能到道场边上,遥望着安平家的方向,默默地在心里悼念着她的爱人,无声地流着心酸的泪。 心里的痛,使她毁馈交加,她毁那天不该那样对待她,她那样求她给她生个孩子,她却坚决反对,遭到了她的拒绝,她一定非常伤心。 如果安平做事儿时,还在心神不安,以致触电身亡,这不是她杀了她吗? 我把自己和孩子的虚假名声看得太重了。 既然已和她相爱,还怀上了她的孩子,却还要假冒烈女贞结。 这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做了婊子还要立牌坊吗? 她爱我,我爱她,她想要个自己的孩子,我需要男人,我却害怕人知道,为了这个,我伤了她的心了。 我亲爱的人,我就这样永远地失去了你呀。 她就这样坐在山坡上,望着安平的果园,直到琴琴虎牙中午放学回来,她匆匆为孩子们炒了饭,可自己一口都吃不下。 等孩子们吃完了,她盛了一碗饭,切了一块腊肉,一块咸鱼,放到竹篮里,用条干净的毛巾盖好,又拿了箱纸鞭炮,对三个孩子说。 我们去给你安平爸爸,烧香去。 她和三个孩子摆上祭品,点着箱纸,放了挂鞭,就齐刷刷地跪在了安平的墓前。 她的泪水奔涌而下,三个孩子乌业不止,她喃喃地说。 安平啊,我和孩子送你来了,他们都很爱你,喜欢你,你在他们的心里,早就是他们的爸了。 她招呼孩子们说,来,你们快叫爸,给你爸,磕头。 她先俯下身,连磕了三个响头,孩子们齐声地唤着安平,模仿着她,也磕了三个头。 采平被人搀扶到家,还没有坐下,就听到果园里传来了鞭炮声,她立即想到了是金贵,是她在给安平烧香。 她对送他回来的邻人说,谢谢你们了,我想躺一会儿,你们家里都很忙,回去吧。 送走了乡亲们,她把大门关上,就从厨房出了后门。 她和金贵三天没见,她担心金贵的身体,就匆匆忙忙地往果园去。 你可保佑孩子们平平安安啊,保佑他们念好书,长大到城里去工作,给我们争气呀。 金贵、金贵浮在坟前,乌乌地哭着。 我告诉你,我决定生下你的骨肉,不论男女都是你和彩萍的儿,姓你的姓,我和彩萍会把她养大成人,你就放心。 我已经给他提好了名字 叫朱安国 好不好啊 等他一出事 我们就请人在你的墓碑上 刻上他的名字 我知道 你放心不下彩萍姐 你尽刻放宽心 孩子们都会把他当成自己的娘 孝敬他的 有我一口饭吃 就有彩萍姐一口饭吃 有我一口粥喝 就有彩萍姐一口粥喝 大萍哥 你放心吧 彩萍悄悄的站在他们身后 泪水淋淋的听着金贵的诉说 他百感交集 听到这儿实在忍不住了 他抱住金贵 嚎啕大哭 金贵 我带安婷 谢谢你 我绝不会忘记你的恩情 金贵 说着就要给金贵磕头 姐 你这是干什么 金贵 金贵 慌忙抱住他 并对孩子们说 从今天起 彩萍姨就是你们的亲娘 快叫娘 给娘 磕头 孩子们听话的给彩萍跪下 叫彩萍 娘 彩萍含泪硬着 从今往后 你们谁要不听彩萍娘的话 娘就对你们不客气 你们记住没有 三个孩子认真地硬着 光记住了还不够 要做到才是好孩子 金贵的泪水又花花地喷涌而下 你娘的命不好 你们已经没有爸了 只靠我们两个娘来养育你们了 你们不像别人家的孩子 你们一定要努力念书 要念的比别人家的孩子都好 这样你们才有出头之日 懂吗 琴琴 护鸭 娘 我们懂 琴琴 应着 好 你和虎牙上学去吧 金贵还不放心 又补上一句 不管听到别人说我们什么 你们都不要听 不要气 不要难过 任人家怎么说 你们只管把书念好了 就什么都不用怕了 就什么都不用怕了 两个孩子应着 他 他起身拉起彩平 到我家去 你一个人太孤单了 你就搬到我们那儿一块住好吗 哦 好是好 我们相互也有个照应 等安平过了七七 你们搬到我这儿来住吧 孩子们上学路也近些 听说村里呀 要集资修路 把现在的路 扩宽 我们去县里 去镇里 卖笋 卖柴 都近些 两个人一块 发狠去做 总比一个人 要好得多 姐 还是你住到我那里去吧 大宝刚走那会儿 就有人打我那房机的主意 我跟你说过的 我坚决不嫁人 他只好瞪着眼珠子 没法来抢 我一住到你那里 他的手 又要伸过来了 我知道 你舍不得离开 那住了十几年的家 那就两边走吧 好在路不远 金贵的心里 突然射进了希望的阳光 对未来生活 充满了向往 姐 孩子们 总有长大的那一天 等我们的小儿子 考上大学那会儿 三个大的孩子 也早大学毕业了 到大地方工作去了 我们俩 就把老房子拆了 到山下通天河边 建一幢大房子 给一个孩子建一开间 过年过节的时候 我们俩 做许多好吃的东西 站在那棵大柳树下 望着他们 带着老婆孩子 女婿 外孙子回来 那该多快活呀 我们俩还要请王牧将 来打一张大圆桌 能坐上十几个人的大圆桌 以家人围坐在一起 吃团圆饭 讲一些外面的事 和和美美 团团圆圆 欢欢乐乐的 有儿穷不久啊 我们也安个电话 孩子们什么时候回家 我俩就早高的知道了 就给他们准备好多好吃的 我们生了病 就给他们打个电话 喊他们回家 到了那个时候 我们老姐妹俩 也不用像现在这样死做了 一个孩子 给我们一点钱 我们就是两个 有钱的老太太了 只用养些鸡鸭 种点小菜 日子就过得有滋有味了 孩子们是日涨祸 我们顶多再苦一二十年 勤勤就出来了 安国也上中学了 等安国大学毕业 我们也才五十出头呢 彩婷 也被金贵的美好向王打动了 是啊 只要孩子们争气 我们就要让他们念书 山里的孩子 要想出人头地 只有走上大学这条路 贵啊 我想过了 为了这一天 我们俩就是累死 也值啊 只要孩子们将来 过上好生活 我们吃再多的苦 也不算是苦 姐 有你帮助我 我心里就有靠了 我相信我们的孩子 一定会努力念书 给我们争气的 我们俩老了 不会受苦的 我相信 对未来美好的憧憬 鼓舞着两个刚刚死了男人的女人 给了他们战胜苦难的勇气和信心 八个月后 金贵在清盆的唾沫中生下了一个男孩子 两个女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请石家 在安平的墓碑上刻上了 儿 安国三个字 这又引发起阵阵暴风雨般的见识 侮辱性的话语铺天盖地的向金贵扑来 彩平怕金贵受不了 就劝他别在乎 金贵想起他肚子刚出怀那会儿 在路上碰到他嫂子 他叫他 他嫂子不但没理他 反而朝他呸的一声唾了一口吐沫 骂道 哪个是你嫂子 真不知羞耻 骂完 从他身边扬长而去 他对彩平淡然一笑说 自从我决定要为你和安平生下这个孩子 我就做好了让人唾骂的心理准备 已经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了 徐大义以为这下抓到了把金贵赶走的把柄 气势汹汹地来到金贵家 指着金贵大骂 说他辱没了徐家的门缝 给大宝戴上了绿帽子 都跟别姓人生了野种 就再也不是徐姓的媳妇了 要把他赶出徐家里 彩平一听就火了 吵他大吼一声 你说的是什么话 他像只护载的母虎 跳上去抡起巴掙 就要扇徐大鱼的嘴巴 金贵手快一把抓住他的手劝道 哎呀姐跟这种人计较不值得 他想侵吞我们孤儿寡母这唯一的房产 不是一朝一夕了 大宝走的时候他就打过这种主意 没有得逞 以为现在时机到了 想借口我生了你和安平的孩子 把我赶走 他转身对他说 别做美梦吧 现在已不是旧社会 现在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想欺负孤儿寡母 没门 彩平不愿意跟他讲道理 他拿了一根竹竿子 朝他挥舞起来 像碾狗那样 把徐大鱼撵出了门 见他像只夹着尾巴的野狗一样 逃走了他的视线 他哈哈的笑了起来 对付这种欺乱怕硬的东西 只有用棍子 有人说安国是私生子 金贵已经有了三个孩子 不符合计划生育规定 超生不给报户口 要报上户口就要罚款 这下又难坏了两个女人 彩平担心金贵着急 把奶水急回去 他安慰着他说 金贵你不要急 安国是我的孩子 不让上户口啊 没这个道理 他抱着孩子 找到村委会 理直气壮的说 这是我的孩子 他姓朱 谁敢不给我的儿子上户口 我们母子就撞死在他的面前 村委会二话没说 就给派出所申报 谁也没敢说个不字 两个女人的心 凝成了一颗心 为着心里那些美丽的憧憬 她们手牵手 相扶相持 看柴养树 养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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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荆棘丛生的漫漫长路上 跌跌冲冲 时间过得很快 让他们感到欣慰的是 各个孩子都争气 秦晋从小学中学到大学 成绩都是班级的一二名 南大法语专业研究生毕业 和男友同时被国家教育部批准公费留学法国 她在巴黎大学 攻读比较文学博士期间 就被法国一家华人报纸聘做特约撞稿人 获得博士学位后 就在这家报纸担任了主任编辑记者 林虎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专业研究生毕业 她的毕业设计受到好评 被上海一家有影响的建筑设计院聘用 她参与了浦东几项重点建筑工程项目的设计工作 也独立主持过几个花园式住宅小区的设计 如今她和一位同学合作 开了一家民营的建筑设计装潢公司 发展势头很贱 常常开着自己的车回来看娘 林青学的是计算机专业 获得硕士学位 现在在一家著名的集团工作 已有软件作品问世 她常在周末驾着车到清华园去接小弟安国 把她带到外面吃一顿 安国学位也是计算机专业 正在读研就已和同学们搭吧 在外面承接项目了 金贵和彩平 终于苦尽甘来 如愿以偿 在通天河畔建起了一座 既似农家大院 又像阳楼别墅样的大房子 秦庆会来的前 李虎设计兼造 算是虎牙的第一个作品吧 李虎读中学时 就对造房子表现出了特别的兴趣 只要碰到哪里造新房 她就能在那里站上半天 两个娘又常在他们面前念叨 想在离马路不远的通天河边 做一栋大房子 孩子们回来 一下汽车就到了家 不用爬山和走田耿小路 她进同济大学那年寒假 根据两个娘的愿望 设计出了房子图样 从电子邮箱发给了姐姐看 姐姐勤勤非常满意 很快就给家里汇来了建房子钱 李虎自己选料 自己监造 不到寒假结束 一栋甲三层十两层的房子就落成了 新楼的地基是用他们两家的老屋 跟村委会交换的 房子完全符合两个娘的心愿 气派实惠好用 把远近新建的楼房都比下去了 人人羡慕 这房子后林竹海 前队通天河 前后有院子 前院可谓是座花果园 中有桃李杏 还有蔷薇 月季 牡丹 茉莉 凤仙和机关花 后院中有一片水竹 水竹林间 有鹅卵石 镶嵌的小路 以竹海接壤的院墙内 建有一排小平房 做柴房和放置农具 一支乡林的围基舍 鸭舍和珠建 房子建在两院之间 四大开间 共十六小间 三楼大平台上 建有水塔 安了太阳能热水器 还有乘凉的棚子 楼上楼下 都有洗手间抽水马桶 还安了电话 虎牙在两个娘的屋里 都安了分机 只要电话一响 他们都抢着接 不管是哪个孩子的电话 都让他们乐几天 他们俩的话题呀 离不开几个孩子 彩婷说 哎呀 琴琴那样忙 肯定没时间烧菜 光在外面买东西吃 哪有营养啊 真担心她把身体弄坏了呀 金贵就说 这虎牙开着车到处跑 真让人担心 下次来电话 可要叮嘱她 开半戏 快放五一长假了吧 把卖鸭的钱 给安国寄去 叫她回来过几天 哎 这孩子 就怕寄去了 又要寄回来 像上回那样 哎 那天 你在电话里 问她卡上可有钱 她说 她能挣到钱了 还说没钱 小姐姐会给她 要我们两个 不要为她钱的事操心 哎 我真担心啊 她一个学生 怎么会赚到钱呢 哎 姐 你说她不会学坏吧 晚上 咱给她打了电话 要她一心念书 不要去想挣钱的事 也不要去找她解药 她念书的钱啊 我们养鸡养鸭养猪足够了 念好书才是正事啊 他们俩天天重复的话题 都是孩子们的事 不是怕这个饿了 就是担心那个动坏了 要不就是怕哪个撞了车 乐此不疲 他们一向劳动惯了 不干活就难过 仍然是天明极起 除了耕种庄稼 伺候树木竹子 就是养鸡喂猪 搬进新鸡后 他们看到通天河 一河的活水 又养开了鸭子 一养就是几十只 天亮把鸭赶到河里 让他们细水捉鱼捉虾吃螺蛳 天黑赶回来 再喂一顿粮食 他们养的鸭 水城又专门来收购 价钱比别的家的鸭子都高 住进新房的第四年秋天 双季早到一片金黄 双墙还没有完全结束的一天半夜 彩平突然喊肚子疼 金贵慌忙赶到他的床前 他已经疼得冷汗淋漓 在床上直打滚 以前他也说过右上腹痛 吃片止疼药就好了 金贵就去给他拿药倒水 为他吃下 又用热毛巾给他擦汗 握住他的手 坐在他的床边守着他 直到彩平睡着了 他才回到自己的屋里 可天亮的时候 彩平又喊疼 他觉得彩平的病症 很像大宝的病 心里就紧张慌乱起来 不忍看他疼得直打滚 又让他吞下了一片止疼药 就去给孩子们打电话 秦妻那里正是晚上十二点 好在他还在电脑前写作 没有睡 听他说平娘病了 很像他爸爸的病症 秦妻立即就要他快快送县医院 要他一定要治好平娘的病 他说 县医院不行 就叫虎牙回来 把他接到上海去诊治 不要为钱的事操心 他会马上给他们汇过去 秦妻放下母亲的电话 就给林虎打 上海恰之黎明 虎牙还在梦中 一听是彩平娘病了 叫就顷刻吓跑了 他听娘说过 他的一条命 就是彩平娘和安平爸给的 彩平娘就是他的亲娘 他立即说 姐 你别急 我安排一下公司的事 就立即赶回去 林虎回来的时候 金贵一把彩平送到了县医院了 正在输液 林虎从医生那里了解到 可能是肝癌 但没器械确诊 林虎当即决定连夜转送上海 他把彩平抱到他的小车后座上 帮他侧卧着 吊平悬挂在椅背上 叫娘在他边上照看着 第二天早上就到了上海 送进了华东医院 很快就确诊了 果然和大宝的病如出一辙 晚期了 化疗赵光只能促他死得快 只好从减轻他的痛苦下药 后来止痛药片已经不起作用了 只能打杜冷钉和麻啡 才能让他好受一点 金贵泪水洗面 还不能当着他的面哭 瞒着他说是胆囊炎 不停地安慰他 平姐不要急 哪有吃黄粮不生病的 住在这样的大医院里 什么样的病治不好啊 你就安心养病吧 等病好了啊 叫虎牙开着车 陪着咱们俩啊逛逛大上海 蔡婷的心里明镜一样 他的病状和大宝的病状非常像 早就猜到自己患的是绝症 所剩的时间不多了 金贵越安慰他 他心里越不是滋味 变着法的想减轻金贵内心的忧虑 金贵到病房来时 他总做出笑哈哈的样子 说他好了许多 可当他从打针的小故事那里获悉 一天的住院费要几百元 药费除外 说给他用的都是进口好药 家属跟医生打过招呼 只要能够减轻他的痛苦 什么药好就用什么药 不要考虑钱多钱少 他脱小护士帮忙给他查理一下药费 还没住满半个月 就用去了三万朵 一天两千朵 他吓得直伸舌头 追心的舍不得 他清楚 他花的每一块钱 都是孩子们辛辛苦苦挣得的 他这个病反正是要死 岂不是浪费孩子们的血汗钱吗 只是为了让他多活几天 就这么大把大把的把钱往外扔 太不值得了 人都是要死的 不过迟早而已 有什么怕的呢 这么花孩子们的血汗钱 他就是死了 心也不得安宁啊 他决定出院回家 第二天 医生查房时 他就提出来了 出院回家 医生有些疑惑 你跟家里人都说好了吗 彩平所答非所问 哎呀 我是半天都不想再在这住下去了 请给我开些止疼药带回家去吧 疼的时候我就吃一粒 医生 我知道我是什么病 我要躺在我自己的床上死去 不想把骨头丢在上海 一个多么明智的病人啊 医生在心里赞叹了医生 可让一个被疼痛折磨的晚期肝癌病人出院 他又有些疑心不忍 只好说 好吧 我跟你儿子和妹妹相伤后再做决定 哦不不不医生 泪水涌出了彩平的眼睛 我求你了 就答应我回家吧 哎 你别着急 我会考虑你的要求的 不过呀 你这病会越来越疼 住在我们这里呢 有止痛效果比较好的药 你要好受一些 那就请你多开一点给我带回去吧 吃完了呢 我就叫我儿子再找你开一些送回去 不也一样吗 哼 您现在用的药啊都是严格控制的 一张处方剂量 医生有严格的限制 不能多开 而这些止痛药的每一张处方啊 都要经过主任签字 药房才能发 你要求出院 只多能给你带两三天的药 你回家疼厉害了怎么办呢 哎呀 我在医院住了这么些日子了 也知道给我用药是有限制的 不能多开 那就开一般的去痛片吧 我体质好 能抗疼的 他放低了声音 让医生走近他一心 他向病房门口看了一眼 我实话告诉您吧 他小声将他和金贵母子的关系 简约的对他说了 哎 医生啊 这是我们家的隐私 我本不想告诉任何人的 我妹妹和孩子们宁可倾家荡产 他们都要给我治的 可我这病啊 好不了 再花多少钱都没救的 一天两千多 他们怎么吃得消啊 我太知道他们了 即使借债 卖房 他们都不会同意我出院的 你不能跟他们商量 他们绝不会答应的 我求你了 就让我出院回家吧 医生被他的故事感动了 他轻轻的点了点头说 啊 你家里人来了 叫他们来找我一下 自从彩平到上海住院 林虎再没有睡过懒觉 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 领着娘去菜市场 买编买黄扇 为彩平熬汤 上午十点准时开车送母亲到医院 而且每次他都替娘拎着汤 到病房来看彩平娘 今天他把娘送到医院 就对娘说 娘 今天公司有个项目投标 我得亲自去 中午呢 您就和彩平娘在医院食堂买点吃的 等我事完了 就来医院看她 您跟她说一声 金贵 金贵拎着暖饭饱 从医生办公室门口走过时 医生追出来叫住他 说有话跟他讲 金贵有些吃惊 以为彩平出了什么事 慌乱不安的跟在医生后面 进了他的办公室 吓得心惊胆战的问 医生 我姐 她 她 是不是已经 不行了 说着 就哭了起来 医生啊 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他双心 往医生面前一跪 他是一个好人 一个最好最好的人呐 求你一定要救活他呀 他泪水似淋 没有了我姐 我也活不了了 医生 医生双手牵起他 从他手里拿下暖饭饱 放到了他的办公桌上 啊 您请坐 就跟他说 我估计啊 他的时日不多了 至多一个月 他坚决要求出院回家 说他半天 也不想在这住下去了 他说他知道 他患的是什么病 他不想死在上海 你们看 我们是满足他的意愿呢 还是让他继续住下去呢 金贵连忙说 哦不不不 回了家 他就要疼死的 医生 您是没看见呀 他疼起来 冷汗淋漓 碗床打滚呢 那真是生不如死啊 您千万不能叫他出院呢 哦 那好吧 金贵擦干了泪水 拎取了甲鱼汤走进病房 彩平鞋椅在床头靠着 见金贵进门 微笑地坐起来说 贵啊 医生说我好了 今天就可以出院了 啊 那好啊 金贵太了解他了 知道他为什么不想住下去 想到他在世上的日子有限 想到他临要死前 心里想的还是如何给孩子们省钱 想到他处处都替他和孩子们着想 他的泪水就经不住的要往外躺 为了不让他看见他的泪痕 他低头盛汤 金贵不能现在跟他谈这事 要不他就不吃了 他硬是把泪水吞了回去 把汤端到了彩平的面前 姐 今儿这憋汤啊 我放了苟且 你看 好吃吧 我喂你 我自己喝 那好 彩平把汤碗揭在手里 喝了一口 嗯 真鲜 我觉得胃口啊 好多了 又加了两只憋蛋 放进嘴里 细细的咀嚼 嗯 很好吃 听说这里的憋呀 很贵呢 要六七十块钱一斤 哎呦 真是吓死人了 还是人工养殖的 回家就好了 能买到真正的野生憋吃 比这里啊 还要便宜 是吧 呦 这真是吃银子啊 哎呀 姐 你就别管那么多了 什么钱多钱少的 是人要紧还是钱要紧啊 孩子们都说了 只要你能吃得下 想吃什么 就叫我给你买什么 你就不要钱不钱的了 哎 孩子们也不容易呀 你不要光想着他们 比起从前 他们过的是天堂的日子了 现在他们年轻 正是吃得苦 耐得劳的时候 工作累点算什么呀 姐 我晓得孩子们的心事 他们都希望快快治好你的病 金贵见他停住了筷子 又说 哎 快吃啊 肚子里多点东西啊 抵抗力就强一些 人是铁 饭是杠 再喝一碗 采平一向害怕憋的心气 可为了治病 又为了金贵和孩子们的一片真情 每次金贵熬来憋汤 他都装出喜欢的样子 硬是逼着自己往肚子里吞 他微笑的摆了一下头 哎呀 留到下午再喝吧 哎呀 鬼 医生让你到他办公室去一趟 说是跟你商量我出院的事 我是真想回家 我已经见过医生了 金贵平静的说 姐 是孩子们嘱咐我 一定要把你治好的 要林虎送你住上海最好的医院 还说要让你住三家 让你享受老干部待遇 你要出院回家 我也做不了主啊 那得征求他们的同意啊 不然他们要骂我的 鬼 蔡平感到无限的宽慰 他没有白疼孩子们 但他出院回家的主意已定 你看你 你怎么也跟孩子们一样啊 不知道我是多么想回家呀 说着 他的眼泪涌出来了 我要再看看 我们那好看的竹园 我们种的果树 我想我们种的橘子都黄了吧 我还想到通天河边去洗洗手 我求你答应我回家吧 他钻紧了金贵的手 鬼呀 我要死在家里 我求你了 金贵再也控制不住他的悲伤 他一把抱住了他 阴阴地哭着说 姐 我带你回家 我这都给孩子们打电话 他从口袋里掏出了林虎 给他配的手机 也没去想林虎正在投标现场 就拨了他的号码 林虎一看是娘的号码 心就要跳出胸口似的 慌忙从会场跑出来接电话 不是平娘病危 她的这颗心才落了下来 要出院 那可不行 儿子 儿子平娘舍不得你们为他花钱呢 他心疼 硬逼着住下去 他会心疼得不得了的 那只会增加他的痛苦 促进他死的快些 就随了他的愿吧 林虎 迟疑了一下 他考虑到巴黎 正是凌晨两点 金贵以为他在会场没法脱身 就说 那你忙你的事吧 我来打 啊 那也好 他正牵挂着投标的事 金贵也知道 这时是巴黎的夜里 但他没去想这个 他急着要告诉秦琴 平娘就要不行了 要她回来给她送终 他们三年没有见到她了 要她再忙也得请假回来 秦琴一听平娘就要登进游绝 她的心头仿佛涌来了一条爱的长河 平娘疼她爱她的场景 就像那一浪一浪无尽的浪花 从她心里的河床上跳过 她被同学推倒了 她的脚扭伤了 平娘背着她回家 给她洗脚 给她做热敷 给她贴刀药 给她按摩 她到学校门口等她 接她 把家里最好吃的东西 都拿出来做给她吃 她和林虎同时烤起县衣中 她早中 林虎初中 娘和平娘 为了凑齐他们姐弟的学杂费 和书本费 天天起早探黑 扎草树砍柴 半夜起来挑到县城去卖 钱不够 她俩就到县医院卖血 就是平娘辅助着她的娘 就是她的娘和她的血 使得她和弟妹们 才得以从小学念到大学 若没有采平娘的无私奉献 她娘一个人 是没有这样大的力量的 她姐弟姊妹 就不会有今天的前程 人不能忘本 滴水之恩 永泉相报 平娘与她一家 是永泉之恩哪 平娘就要快离开这个世界了 以后想报答她的恩情的机会 都没有了 秦庆泪流满面的说 我明天早晨就去请假打机票 尽快回来 一定要让平娘等着我呀 她乌野不止 清阳和安国 当天夜里就从北京到了上海 孩子们为了让他们的平娘 在回来的路上舒服一点 他们花了可观的钱 从医院包着一辆救护车 林虎驾着小车在前面开路 医院被他们的笑心感动了 破例特批给彩婷 一周的杜冷丁止腾记带着 还派了护士随车护送 当天下午六时就到了家 白色的救护车 鸣着悠长的笛声 穿过村庄田野 回响在山鸾间 这是山里人 很少听过的笛声 他们纷纷走出来 看新鲜 两辆车停在了通天河 汽车招呼站 林虎和林青 从前面的轿车里下来 救护车的后门打开了 穿白大褂的护士先下来 招呼抬病人下车 把躺在担架上的彩婷抬下来 彩婷却对林虎说 放下 放下 我要自己走回家 哎呀 走路很累的 还是抬吧 不 彩婷坚持着 我要看看通天河 往往给你们出过力的竹林 躺着只能看到天 金贵发话了 放下吧 我们扶着 没事 他就和林青 把彩婷扶下了担架 彩婷的心情 就像他从来没有看到过 他生活了五十五年的地方一样 他缓慢地挪动着步子 贪婪地看着那熟知的 了如指掌的警务 非常激态 迷迷迷迷迷地跟金贵和林青说 青雅呀 你看 游到柳树下的那群鸭呀 就是我们家的 叫你娘杀几只 给你们吃吃 贵呀 我们的竹林 长得多好看呢 天都快凉了 还和绿段子一样 他的目光四面搜索 望望远山 看看山龙里的庄稼 不想进屋 金贵细声地提醒着 姐 别太累了 我们进屋吧 林虎把担架放回救护车 对护士和救护车司机说 山里的路你们不熟 今天晚上啊 就在我们家住一夜 明天早上回去 好吗 他们从来没有进过山 更没有见过这么美的山乡 水清灵秀 绿波上扶着一群群的鸭子 竹林向大海的波涛 还有红色二月花的秋月 两个人高兴地留下来了 走进院子 他们都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个大山里头居然有这样宽敞 生活设施一应俱全 中西合璧的别墅式的房子 这令他们赞叹不已 小护士走到彩平的面前说 阿姨 难怪您要回家呢 真没想到 你们就住在这种神仙都想不到的好地方 就是城里那些有钱人啊 我看有望尘莫及呢 他又挽起金贵的手 我真想做你们的女儿 留下来就不走了呢 林青笑着说 好啊 我彩平娘就有人给打针了 大家哈哈地笑着 彩平笑得像院里那些金桔花一般灿烂 彩平想让亲人扶着自己走上楼去 林虎坚决不答应 他走到他面前蹲下身说 平娘 我背你 就像小时候 您背我到您家去吃糯米巴那样 哥 我来背 安国把林虎拉到边上 娘生病的这些日子都是你照顾的 让我也背一回娘吧 林虎没和弟弟争 他让开了 安国拱起腰 动情的说 娘 我背你 彩平想想地应着 心里热乎乎的舒坦 就浮到了他的背上 彩平躺到了自己的床上 就像远离的儿女 回到了母亲的怀抱那样舒坦 那样心满意足 那样感到踏实 那样安稳 他对金桔说 贵呀 我饿了 想吃你熬的绿豆粥 这时林虎的电话响了 姐你现在在哪啊 哦 已经离开了水城机场啊 怎么这么快啊 啊 娘 我姐和我姐夫回来了 哦 你要跟平娘讲话呀 好好 平娘 姐要跟你说话 说着她就把手机递给了彩平 琴啊 彩平刚一张开嘴就呜咽起来 我想你们啊 平娘要死了 我在等你 娘 我也想您 您别哭 我们一会儿就到家 啊 高速公路很快的 一个多钟头就到 娘 我把您的女婿也带回来了 您和娘还都没见过她呢 嗯 好 太好了 娘 那我挂了啊 一会儿见 彩平激动得直抹眼泪 哎呀 我是前世秀来的这些好孩子啊 村里人都来看彩平 挤了她一屋 屋里坐不下 他们就站在窗外的长廊上 他们争相于彩平说话 彩平啊 你看看你有多好的儿女啊 他们都多疼你啊 林虎和安国抢着背你呢 你真是个大夫人呢 你看你看 人家大上海的大医院啊 派砖车送你回家 你看你多有福气 在乡长镇长 那就是县长 怕也没法跟你比啊 你的孩子啊 是天下少有的孝顺儿女 亲亲在法国 那是几万里远的外国呀 听说你病了 都赶回来了 哼 我们家那些个孽种啊 住一个村子 一年都不来家两回 彩平啊 你是前世修来的福啊 彩平 你没白活 听着这些赞叹的话语 彩平感慨万千 常说狗脸变 人脸更会变呢 就是这些说好听话的人 当年是多么的不齿 他们和孩子们啊 安国出世后的那些日月 想起都心酸 就像金贵 挖了他们家赌坟似的 见到他就吐唾沫 骂他是婊子 见了他们的孩子 就骂野种 遇着他就指桑骂槐 说彩平是个大傻瓜 人家偷你丈夫 你还去帮着他当牛做马 别做梦吧 人家生的还是人家生的 不是你身上的肉 能贴得住 等你老了病了的时候 谁还认得你呀 还不趁自己能做的时候 攒些钱养老 真是的 世上还真有这样的傻瓜 太平 用的用的都是进口的贵药 一天就一两天呢 他们死活不让我回来 是我要绝食 他们才答应的 护士小姐觉得房间里的人太多了 影响空气质量 对病人的健康不利 就对彩平说 阿姨 您坐了七个多小时的车 已经很累了 不能激动 您别说话了 他就站起来对屋子里的人说 啊 真对不起 阿姨是病人 要少说话 各位是不是见个面就 啊 不碍事 不碍事 大家看得起我 来看我 就多坐一会儿 彩平想撑起身 跟乡亲们打招呼 护士小姐慌忙上前拦住说 您不能坐起来 您得躺着 闭着眼睛休息一会儿 乡亲们相继起身 要离去 彩平又感到很不过意 真对不起啊 医生不让我起来送你们 他还想坐起来 多谢大家来看我啊 多谢了 绿豆粥煮熟了 林青端了一碗走进彩平 边闻边说 嗯 好香啊 娘 我喂你 两个娘都在场的时候 他们姐弟就叫彩平平娘 只彩平一个人时 他们就叫她娘 彩平问林青 你娘呢 啊 她在炒菜 哦 你给我端着 我想自己咬着喝 彩平 彩平咬了一勺放进嘴里说 嗯 好吃 比那憋汤啊 不知要好吃多少倍呢 一碗粥在不知不觉中吃完了 金贵钻着一叠尖巴进来了 见粥碗空了 高兴的问 还要不要盛点啊 彩平微笑的摇了一下头说 哎呀 真好吃 好吃啊 明天再煮 金贵把装尖巴的碟子伸到她的面前 也尝一点 林青的手已经伸过去 拿起一块放进嘴里 吃得甜嘴扎舌的说 嗯 平娘 真好吃 我在北京吃了这么些年 没有一样点心 能跟咱们家的尖巴相比 难怪我哥说 只要吃上一回啊 就不会忘记呢 嗯 你们呢 是吃羊的 吃多了 就说土的好 这还不容易啊 你们喜欢吃 我就天天给你们煎 现在面粉比大米还便宜呢 真的 姐 你看这些孩子 都不知道粮食的价格 家里不烧锅 天天外面买着吃 嗯 被叫做什么来着 外食族 哼 你看 这乍一听啊 还不晓得 这外食族是个什么东西呢 彩平笑了起来 那你赚的钱 不都送给饮食店去了 再赚呗 轻言啊 彩平替他操起心来 不能赚多少 花多少 要积些钱 成家 生孩子 姐 你就不用再为孩子们的事操心了 金贵撕了一片疤 塞进彩平的嘴里 他们哪像我们啊 他们的手脚大着呢 是啊 是啊 这时 安国在院子里兴奋的大叫 呀 大姐到家了 林青文声就往外跑 金贵起身 也想去迎接女儿 彩平拽住他说 扶我起来 我也要去接秦借 金贵又坐回到床上 笑着说 你看 他就要上来了 我们在这儿等他 金贵的话刚落音 一群人就闹哄哄的拥上楼来了 就听到秦借在叫 娘 娘 你们在哪儿呢 彩平和金贵几乎是同时应着 秦 我们在这儿呢 金贵扑到门口 抓住女儿的手 把他拉到了彩平的床前 秦借刚叫出来 泪水就滚下来了 他俯下身抱住彩平 娘 您怎么样了 彩平张开手臂 搂着他的肩 气不成声 一屋子的人都泪流雨住 一片乌野 娘 娘 您别哭了 您看 您女婿也来看你们俩来了 秦借直起身子 伸手把他的丈夫 李永智拉到床前对他说 这是我的两位老娘 我跟你说过的 叫娘 哦 娘 彩平和金贵同时应着 我不懂礼貌 现在才上门来看望二郎 真对不住 永智 成智的道歉 嗨 天摇地远的 彩平连连抹泪 你们能回来见我一面的 我这一生啊 我这一生啊 算没白活呀 娘 您不该说这样的话 秦借爱撑着 现在医学这么发达 您一定会好的 我们以后啊 年年回家来看你俩 您可别瞎想啊 好多年了 还没这么团圆过呢 孩子们啊 平娘心满意足了 我谢谢你们 秦借和林青 几乎是同时 把头贴到了 彩平的脸上 他们的泪水交融 秦借哽咽着说 娘 您不能这样说 要谢的是我们呢 我知道您和娘 天天想我 我也想你们两个 只是 彩平打断了她说 秦 我的好女儿 我和你娘 都知道你想我们 我们也知道 外面做事不容易 您很为我和你娘 争脸呢 你们的事业成功 就是我们最大的安慰 你们生活的好 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慰藉 只要你们好啊 我们的心里就快乐 贵呀 是这样吧 是啊 做娘的都是这样的 哎 只怪你平 你平 命薄啊 你们都有出息了 人家再也不会小瞧我们了 住了这么好的屋 吃穿不愁 我却没福消寿啊 我现在 我现在只有一个心愿 想去徐家陵 看看我们的竹园 孩子们啊 那竹园 可为你们的长大成人 出了不少的力呀 给你们交的学费里 就有卖笋 卖竹 卖少数的钱呢 我还想 去看看我们的果园 摸摸那些 也给你们出过力的 桃树 李树 李子 杏子 橘子树啊 还想到通天河边去望一眼 看我们的鸭子浮在上面 像白云飘来荡去的 那个好看的样子 啊 平娘 这不难 我们一定让你如愿以偿 林青连忙对他说 啊 好 那我就再没有什么遗憾的了 平娘 林虎站起身说 明天我们兄弟姐妹 就抬着您去游徐家岭 花果园 通天河 同时去祭扫我们的两位父亲 今晚您就安心睡个好觉吧 啊 是啊 是啊 金贵连忙接过话茬 姐 你今天的话说的太多了 医生嘱咐你要静养 孩子们呢 你们都各回各的屋去歇息吧 啊 你们都放心的去睡吧 今天晚上啊 我陪你们的平娘睡 孩子们走后 金贵眼上门 打了一盆热水 放到了床前的椅子上说 姐 我给你磨磨 她扶起了彩瓶 抱了床被子 放到她的背后 叫她靠着 扭了个热水巾 给你洗洗脸吧 我自己洗 那也好 金贵把面盆端到她面前 你慢着点洗 啊 贵呀 我感到很奇怪呀 怎么一回到家 我的感觉就好了许多呢 你看 这里她也不疼了 彩瓶把金贵的手 拉到她的右腹上 你说 是不是回光返照 我就要死了呢 姐 你怎么尽说些不吉利的话呢 金贵在心里 打了个机灵 大宝临去前的一天 也突然说不疼了 莫不是 真的是回光返照 她的心 一阵隐痛 可她不能把她的忧虑 说出来 只能安慰她 别瞎说 也许是那些药 发生的疗效呢 再加上孩子们都回来了 大家的心里高兴 好情绪啊 也能促使疾病 好得快一些 贵呀 不说这个了 我的一块心病 就是你呀 我这一走 孩子们都在外面奔前途 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 这么大的一幢房子 就你一个人 我不放心了 你又说这话了 姐 你要树立跟病痛斗中的信念 你既然不放心我 就不要丢下我一个人走 这不可能啊 鬼 我想了好久 我走了 你就跟孩子们去吧 叫琴琴生个孩子 你到法国 去给她带孩子 哟 那么远 我又不懂法语 那还不像 瞎子和哑巴一样啊 我不去 那你就跟着林虎 林青 或者安国 哎哟 姐 你不用操那么远的心 你不会走的 就是 真有那么一天啊 你真狠心 离开了我 我也哪都不去 我要在家里 守着大宝 安平 和你的坟 给你们扫墓 祭典 逢年过节 去你们的坟前坐坐 跟你们说说话 清明 七月半 十月半 我去给你们烧纸 上香 送好吃的东西 给你们 只要我不走啊 孩子们 就不会忘了家 就会常回来的 他们就会到墓上 去看望你们 只要有我在 你们就不孤单 贵啊 我死了 你把我埋在果园里吧 就在 安平的边上 姐 我听你的 一定让你去给安平哥 做伴 我要叫虎牙 设计一座 非常好看的 有气派的墓碑 刻上我们所有儿女的名字 彩萍紧紧紧地攥住了金贵的手 这一夜 彩萍睡得很好 金贵却无法安眠 想着彩萍的那些话 想着他就要离开他而去 就留下一个孤零零的他 他的心就震震地钻出 枕头都阴湿了 天一亮 他就悄悄地下了床 到厨房去准备早餐 孩子们自制了一个滑干 就是用四根竹竿 捆在一起 中间放上了一张竹躺椅 金贵叫林青抱来床被子 铺在了躺椅上 林虎把彩萍背下楼 大家就众心捧月 似的把他扶到了躺椅上 栽在他身上盖了一条毛毯 他们抬着彩萍 一家人浩浩荡荡地 向林上出发 正逢乡林们在吃早饭 许多人捧着饭碗 出来看新鲜 彩萍的精神格外的好 逢人就打招呼 不停地向熟人问好 说他想去看看老地方 他们先上了徐家岭 金贵家的田地早给别人种了 只有竹园还自己召开 他和彩萍也很久没上山了 不少人家都盖了新房 树木掩映 白墙带瓦 藕露争容 山村大变样了 也有不少人家屋顶上 装了水箱和太阳能热水器 他家老乌鸡上 也已盖了新房 虎牙问金贵 哟 那是哪家建的 啊 那是你叔祖长发家呀 秦晋对永志说 我爬这个岭都爬伤了 谢天谢地 我们再也不用爬了 我上小学的时候啊 一天要爬好几趟呢 天没亮就动身 现在啊 要我这样 想都不敢想呢 彩萍就把椅子停在了道场上 这里可以望到 我和你们娘做事的地方 他把身子直了直 贪婪的 瞭望着四周的景色 竹园还是那么美 初阳给竹梢 摸了层淡淡的金色 绿竹婆娑 竹涛滚动 仿佛日出时候的大海 那样震撼人心魄 他虽然没有看到过真正的大海 只是在电视屏幕上见过 但他认为 他们洒过汗水的竹园 就像海一样壮阔 海一样的磅礴呀 多美呀 他们曾经是他和金贵心灵的依靠 希望的力量啊 再见了 我到了那边 我要选一个地方 只要一抬头 就忘得到你们呢 他对虎牙扬了一下手 去你爸爸的坟上吧 他们从屋右边的小路上去 大宝的坟 虎牙已经重新修过了 很像个样子 金贵在拜台上摆上水果 孩子们点着了香纸和爆竹 下跪磕头 金贵最后跪了下去 泪就滚出来了 他说 孩子他爸 儿女们都回来看你来了 他们都很替我们争气 你在那边要保佑他们呢 彩平说 表哥 原谅我这回不能给你叩头了 要不了多久 我们就能见面了 你可要保佑孩子们呢 他们是我们的命啊 你要保佑他们样样顺利 做大事 保佑儿子们找到好媳妇 给我们养大胖孙子 保佑林青找个好女婿 他们顺息爱而下 去了安平安息的果园 橘子正黄还没摘 金贵又摆上了祭品 五个孩子一起跪下来磕头烧香 烧完香 彩平吩咐摘橘子 大家一起动手 一会儿就摘了一大竹篮 彩平要他们 排他从他家老房子边上走过去 老乌鸡上正在盖心房 忙碌的乡人见到他 都停下手来问候他 称赞他好福气 孩子们这么孝顺他 他听了非常受用 脸笑得像朵花 儿子们把他抬到通天河边的大柳树下 这是他和金贵常来的地方 他们曾在柳荫下歇息乘凉 瞭望通向大别山腹地的高等级公路 盼望奇迹突然出现 他们的儿女默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好几次他们空欢喜一场 把别人家的孩子当做了他们的宝贝心肝 好失望好失望 柳树的叶子黄了 一阵小风也纷纷洋洋 有几片叶子落到了他的身上的毛毯上 他拿起一片 看了开 就望着河水 一起了他和金贵脱去鞋袜 到水里摸螺子给鸭鸭吃的事 有一回他的脚踩在了青苔的鹅卵石上 滑到了水里去了 金贵的脸立实下白了 扑过来抱起他拉到岸上 说以后再也不让他下河了 鸭鸭长大了 他们把他们放到河里 这些可爱的小东西就像鱼儿一样 自由自在的从上面龙台游到下面龙台 那快和劲儿让他心碎的不行呢 他一天要到这儿来看他们好几趟 担心别人来偷他们的鸭 姐 河边缝大 我们回家吧 彩平从往事的湖底浮了上来 他嗨了一声 他们回到家里 彩平就说他想睡觉 安国把他背到床上 金贵说 灶里给他喂了银耳汤 问他想不想喝一点 他摇了一下头 说他想睡觉 金贵就替他脱去羽绒熬 在给他脱容衣的时候 他觉出有些不对劲 他的手臂软绵绵 叫他抬一下手 他竟然没有听到 眼睛眯成了一条线 他以为他睡过去了 把他的身子挪挪正 好让他躺得舒服一些 平常他一合上眼 就发出清晖的憨声 怎么突然一点声息都没有了呢 他就喊他 他没有应 金贵又喊 他还是不应 他轻轻地推摇着他 姐 姐 你怎么了 金贵轻拍着他的脸 他也没有了反应 金贵惊叫了一声 姐 你怎么了 你快答应我呀 彩萍仍然不应 他放声哭了起来 孩子们 闻声跑了上来 金贵 转住彩萍的手 哀痛不已 姐 姐 我们舍不得你走啊 我知道你也不想 离开我们 姐 孩子们都在这里 你有这么多的儿女送你上路 你走得风光气派呀 姐 你安心地上路吧 彩萍的手 慢慢地失去了热力 渐渐地凉了 金贵的心 往下一沉 伸手去视他的鼻口 已没有了任何的气息 金贵扑到他的身上 撕心裂肺地喊着他 彩萍像睡着了一样 嘴角还带着一丝微笑 他走得心满意足了 金贵遵循乡间 最隆重的传统丧仪 发送了彩萍 琴琴现在又成了娘的尾巴 娘去喂猪 她就抢先去端猪食 娘说要把鸭子擀到河里去 她就扬起擀鸭杆 娘去菜园 她就扛起小厨 拎上菜篮 娘截开锅盖做饭 她就坐在灶前烧火 晚上挤到娘一个被窝里睡觉 还要搂住娘的脖子 一刻也不愿意离开娘 娘到哪里 她就跟到哪里 像娘的影子 她终于找到了机会 把她久藏心里的一句话 问了出来 她一娘靠着床头 握着娘的一只手 把她的头 靠在娘的肩头 漫不经心地问 娘 我的电话号码是你给她的吧 金贵就明白 她说的她 指的是她的生父 朱小毛 她给你打电话了 打了 我原本啊 也不想给她的 记得是我们刚搬来这不久 她就来找我 要你的电话 你平娘啊 堵在大门口 不让她进门 指着她的鼻子 数了她 你现在想起女儿了 她们母女被你娘赶出门 无处安身 你知道不知道 金贵背着她 给队里挑粪插秧 摘了冰箱室 当糖熬粥 给她吃的时候 你这个父亲到哪去了 金贵卖血 公他念书的时候 你又到哪去了 现在女儿有出息了 出国了 寄钱给她娘做新房子了 你就想起她来了 是你疼了她了 还是养了她了 你还有脸了 要她的电话号码 你别做美梦了 你若还真是个人呢 就赶紧走远些 我警告你 秦秦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你没有资格来找她 我听二毛说过 她混得不太好 老婆女儿早就离开她走了 她的人缘又不好 还没到退休年龄啊 就让她提前内退了 哎 也怪可怜的 平娘那么数了她呀 她一句反驳的话都没说 与从前的她判若两人 我就想啊 一个人做下错事 虽然无法抹掉 但应该允许她悔悟 她是做了对不起我们娘俩的事 对我们娘俩呀 造成了心灵永远抹不掉的伤痛 但我不能阴之阻挡她 但我不能阴之阻挡她跟女儿的联系呀 血缘是抹不掉的 你娘心软就把你的电话写给了她 你平娘啊为此把我大骂一顿 秦啊 你不会怨娘吧 啊 娘 你做的对 他跟你都说了些什么 他听了我的声音就哭开了 说他对不起娘 对不起我 说他已经受到了报应 不敢奢求我们原谅他 别的就什么话也没说 只是哭 唉 且我们不记恨他 好吗 金贵把女儿的手钻得更紧了 我想啊 如果我的孩子是蜜罐里长大的 能个个都这么争气 经过艰难的环境磨砺的人 就像经过反复脆火的缸 比泡在蜜水里长大的孩子 要精事的多 小时候吃点苦 算不得是坏事 你说是吧 娘 你说的对 我不记恨他 也许正是他的抛弃 使我过早的体会了人生的旷位 知道如何自尊自强 虽然这是任何孩子都不希望受到的伤害 娘那时候年轻什么都不懂 稀里糊涂的就被他套住了 嫁了他 生了你 让你没有享受到你本应该享受到的童年的幸福 是娘对不起你 她搂住了女儿 娘 秦秦秦也搂住了娘 我感谢苦难的童年呢 秦啊 永之不会因为我们家庭的复杂看不起我们吧 哪能呢 娘 她若有那种意识啊 我也不会跟她结婚的 她也不会坚持要跟我一起回来给平娘送老龟山的 她对我的两个娘都充满了敬意呢 您别瞎想啊 那就好 我老怕人家呀 看不起我的孩子们 娘 我们都走了 家里就剩下您一个人 做事没帮手 说话都没有个应声的 我如何放心得下呀 永之说 让娘一个人留在家里太孤单了 我想了好几天 您最好还是跟我走 不不不 那 那您就跟林青 不不不 我哪个都不跟 哪都不去 跟自己的儿女走 有什么不好啊 养儿防老 鸡骨防鸡 中国人的老传统 您为何不愿意跟我们走呢 儿啊 你不知道娘的心哪 我跟你们走了 这个家就没了 你们再也不会回来了 你大宝坝 安平坝 和平娘 不就成了孤魂野鬼了 他们的坟 不就没人添土 没人烧香了 那多惨呢 只要我在 家就在 你们还会回来的 风筝飞得再高 再远 只要娘这根线一拉 你们就会回来看娘 给他们扫墓 敬香的 娘 您才五十多一点 日子还长着呢 我们都在外面工作 不可能常有人在您身边 就是回来一下 也就住几天 还是要走的 最后 还是您一个人 太孤寂了 娘 您听我的 您就 再找个老伴吧 只要您过得快乐 我们就 这孩子 怎么说出这种话 孤魂的脸 战红了 他气呼呼地 打断了女儿的话 你别想歪点子了 这是不可能的事 你又不用 实实记挂着我 我有很多事要做 还有电视看 一点都不孤单 秦秦不再说下去了 两个人一下子都沉默了 清贵的心里 却有些隐隐不安起来 女儿是一片好心 为她着想 她还没说完 就把她的话 打回去了 她心疼起女儿来 怕她的心里 不好过 就说 娘知道你疼我 可你娘啊 已经五十好几了 早已习惯了 没有男人的日子了 娘若想找人 说话还不容易 有你舅妈和舅舅啊 还有同龄的老姐妹 我若闷了 也可以去你弟弟妹妹那里 走走住住啊 等我再老些 不能跑不能动了 你们就出钱 给我请一个人 照顾我的生活 好女儿 随娘吧 娘 你苦做了一生 现在又不愁吃 不愁穿的 就不要再死做了 秦秦楼锦娘劝着 你一个人养了猪 还养那么多鸭 干什么呀 通通卖掉 现在只有安国 还在读研 他要用钱啊 我一个人承担 您不用为钱操心 我们都大了 您要学会享福 嗨 娘做惯了 这不做吧 心里难受 亲戚 你放心 娘会自己照应自己的 不会累倒的 只要你们在外面 好好的 娘就会快快活活 你还没做娘 等你做了娘啊 你就能体会到 娘的心了 他把女儿搂得更紧了 母子怜心啊 娘不要求你们别的 只想你们多给我 打打电话 你们的声音 就是娘的福音 那滋味 只有做了娘的人 才能体会得到啊 再就是 盼望你们 尝回来看看 你在国外 我不要求你年年回来 如果有机会 你一定要多回来 儿啊 娘见到你们 就是娘的节日啊 娘 我知道 秦庆把头 埋在金贵的胸前 他听到娘的心脏 搏击的声音 碰通 碰通 他把母亲抱得更紧了